今天是講明五輪八德 其中八德的後半段 是包括在四維鋼廠裡面 所以呢 我們講到 課尊四維鋼廠 之谷裡 我們再來繼續 來講述 四維的德目 那 台灣最近 因為莫拉克颱風 造成嚴重的水患 我們上次才在講 台灣水庫缺水 缺得非常嚴重 每個地方都告急 希望能夠來個颱風 能夠解解水患 能夠解渴 結果這一次 颱風的來 不只是解渴 還能灌到 爆出來 造成水患 而且水患呢 造成很多 生命財產 很多家庭流離失所 這個 生命的這個 傷害 人口的失蹤 那因為到現在呢 水患 的救災 工作 還在持續進行 那我們希望 我們修道人 秉得一份 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的心 那我們雖然 沒有辦法 去幫助 每一個 受災的 災民 但是至少 我們可以為祂祈禱 我們可以為祂做功德回向 那希望老天呢 能夠 趕快把這個災結 把它消滅掉 讓人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那可見呢 這次生命財產 損失相當的嚴重 這個現象呢 我們也曾經講過 也就是說 水災的產生 佛經上講 是因為人的貪心所造成 那麼以前 我們很少 就在我小時候的時候 很少聽到土石流 甚至沒有聽過 土石流這個名詞 那最近呢 只要颱風一來 就有土石流 這個山洪爆發 橋墩被衝垮 這種現象呢 一再的發生啊 那麼 如果 從修道的觀點 來看人世間的這個現象 災結的呈現啊 跟人心的反射 是有 絕對的關係 但是呢 一般人並不清楚 會把它當作是迷信 那所以呢 很多的專家學者 科學家 要用各種救治的方法 來阻止 人民的生命財產 受損害 投入大量的 這個精神 人力 物力 跟時間 來研製各種 災難的產生啊 但是我們 有沒有想過 那就是如何 可以讓災難不要產生 想想我們以前 小時候 災難難免有 可是呢 沒有像現在這麼頻繁 那現在這麼 只要 一來個颱風 或者是 一沒有下雨 哇 就造成 全省 全國人民 的這種恐慌 跟緊張啊 好像 天地的災邊 一來啊 就造成 全國性的災害 那麼想想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如果 從佛的教界裡面 來講的話 所謂 相隨心傳 我們世間 這個大環境 就是一個相 那相呢 印著人心的顯露 而呈現 那佛說呢 水災 是因為人的貪心 那麼 颱風是風災 風災 夾帶著大量的水 的雨水啊 侵襲到人民的生活 那麼這個風災 是屬於魚吃的部分 魚吃加上貪心 就造成了颱風 的水患啊 沒有辦法來化解 那當然呢 如果說 政府官員講這種話 一定是被 人民罵死 政府官員 怎麼可以這麼迷信 那麼人民 自己本身 也很迷信 那為什麼人民也很迷信呢 因為人民呢 他相信有鬼神 相信有老天 那麼這些老天呢 鬼神呢 是依靠的 人們對他的禁奉 的多少 來保佑人們 那所以 在這個 鬼神的節日 神明的節日 尤其是 像現在 七月要到了 普渡的節日 人們呢 不惜花大量的物資啊 來供養這些鬼神 祈求自己 生活 事業 乃至於 這個家庭 社會 都能夠得到 一個和諧的 一個對待 但是呢 仔細思索下來 這是一種迷信 迷信什麼呢 迷信啊 以物易物啊 迷信這個賄賂的心態 也就是說 我們能夠 用這些物資 來供養 這些鬼神 鬼神就會 保佑我的平安 那這不是迷信嗎 這是不是賄賂嗎 喔 你有去燒香 有去供養 那就得到 神的保佑 沒有去燒香 沒有去供養 就沒有得到神的保佑 真的是這樣嗎 那仔細想想 好像也不是這樣子 喔 我們的世間人 都不屑於貪官污吏了 那麼何況做神明的人 他怎麼可能 會因為我們的供養 而接受人的賄賂呢 所以這絕對是不可能的 那麼天地災解怎麼來的 天地的災解 是因為這個地方 的眾生啊 他則共業的營造 所以可見呢 這個颱風的來造成災害啊 那是魚吃加上貪心所造成的 而魚吃是風 那這個貪心是水 所以形成了災難 有時候颱風來並不會造成災難 那如果說颱風來會造成災難 那可見呢 這就是一種業 那貪心 跟魚吃啊 在我們台灣的現象 是非常的明顯 你看魚吃 就是 不絕 不絕的現象呢 就反映在我們的 對於 這個前途 事業 尤其在錢採方面 大家一窩蜂的 都想要 一夕致富 都想要呢 求得名牌 那所以現在台灣呢 很多人 希望不老而獲 所以呢 外勞越來越多 那台灣的人呢 事業越來越多 那台灣人 事業呢 並不是外勞所引起的 而是呢 很多工作呢 台灣人不屑去做 那不屑去做呢 只好引進外勞來做 那有時候呢 是因為 台灣的人 他要求的待遇 或者是要求的標準太高 雇主呢 請不起 那這個標準 為什麼定那麼高呢 所以來說去 就是一個貪置 那所以引進外勞之後 造成自己 在就業率上 更加的提升 那 在每天的新聞上 詐騙 偷 盜 拐 欺 等等現象 每天都有 那這個是台灣人民 不覺 所產生的愚痴 又對於這種 眼前的現象 想要 立即取得的這種心態 這種貪跟吃結合在一起 所以就造成 台灣的這個颱風 災難不斷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 能夠反思這種現象 真正立行 在修心養性 在 道場修道的這些同修 應該呢 盡量 來推動 聖賢的教化 倫理道德的教化 甚至武教的教化 讓每一個人 至少相信 有一個神 能夠幫助他們 那這個神幫助他們 並不是透過賄賂 透過供養 而是透過內心的 那一種清淨 真誠 慈悲 平等 這樣的心 來供養 諸天仙佛 那諸天仙佛 能夠獲得到這些眾生的感應 結果呢 他的這個法力 他的這個慈悲 就能夠直接適應到這個大地上 那這個 他的這個感應 並不是 人民求他就給他的 佛菩薩的慈悲 是無時不刻在加持 我們這塊人民跟土地 那只是眾生的不迷 眾生的迷 不覺 讓這樣的感應呢 沒有辦法到達到自己的身上 到自己所處的這塊土地上 這些道理呢 由於太過 微信太過深奧 所以必須呢 一步一腳印的來修行 才能夠感受到 聖賢菩薩 他們對於世間人教化的用心啊 那所以我們今天 透過道智宗旨的經文 來講述 產發五教聖人的奧子 那五教聖人 事實上呢 這五教 只是一個代表性的宗教 因為這五教呢 經過這個歷史 時空的掏襲啊 到現在呢 幾千年下來 都還存留在 現代的人心啊 那麼可見這個五教呢 他是值得時空的考驗的 那所以呢 這五教是一種代表 那其他的各種教派啊 他也有他們的教義存在 但是呢 沒有辦法一一舉出 所以用五教做代表 來包括所有的修道人 所有的這些教主 他們 救世的這個宗旨啊 那他講這個聖人的奧子 那聖人 五教聖人 可見呢 五教的教主 他們都是 已經是達到 無緣大職 同底大悲 真正的 覺而不迷 真正的 敬而不懶 真正的 正而不邪 已經達到了民心見性 這樣的一個境界 所以稱之為聖人 那也只有聖人 他才能夠把眾生 這種很複雜 很盤根錯節的 各種人生現象啊 把它解釋清楚 讓眾生呢 在這樣的 像海藻糾結一般的 這樣的一個思緒 糞亂裡面啊 抽絲剝繭的 從裡面呢 把它抽出來 從之中呢 可以跳脫出來 所以那一份的 跳出的苦 與難啊 那是聖賢菩薩 所經歷過的 所以聖賢菩薩 能夠呢 能夠同體大悲 能夠無緣大子 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那聖賢菩薩幫助五教聖人 其實他們的境界都是一樣的 都是法身菩薩 那法身菩薩就等同如來 如來就是五教師 我們這裡說的聖人 所以 當 某一家 某一教 在批評某一教的聖人的時候 那麼他們是對於這一教人完全不了解 那才會批評 哦 佛都教人不可自葬毀他了 那你怎麼可以自己 稱仰自己 然後毀謹別人呢 這個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我們懂得 五教的聖人 都是佛菩薩的化身啊 都是那個道理啊 那麼我們有什麼好 好批評的呢 所以 五教的修行人 如果能夠把這些聖人的奧子 真正的領悟到 好好的來修持 就在他們的教育上 用心下功夫 一門深入 長期勳修啊 不斷的在他們的教育上 例行實踐 以及呢 不斷的反思啊 反求制諸己啊 那麼當他深入到他們教育的核心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說這個奧子的時候 那麼他會突然的貫通 譬如說五個手指代表五個中將 當他一個修到這個奧子的時候 修到這個底下了 發現到說 這五隻手指是在同一隻手上 那個根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他如果修到能夠修到這個根的部分 那麼就貫通到全部的根了 所以當他再來看這些表象的時候 會發現到說這些表象的這個道理啊 原來都是同一個 所以叫做一啊 一是那個真理 一是那個道 所以我們講道之中子 我們講道不講教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要從根本修 那從根本修對現在的眾生是非常困難 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 必須呢 這個世上要見修 但是那個理可以頓悟 也就是說人都有一個根本 那個根本現在雖然我們沒有感受得到 可是呢 你只要一門深入長期心修 你就好好修修修修到這個奧子 修到這個根本 那你就痛了 所以道呢 有責任要燦鳴 武教聖人的奧子 甚至呢 各宗客派的這個奧子啊 讓他們都了解 其實真理就是那個一 那所以一貫道呢 在立場上 他的出發點就是那個根本 那所以他他講武教 尤其是中國 魯士道 三教發達 魯士道事實上哪有分別呢 到了 到了你看明清 乃至民國這個時代 魯士道都已經是變成一個 一個一個 中心的思想 任何人引用佛家的說法 道教的說法 儒家的說法 通通在講那個 那個一個一個的說法 三家不分而分 分而不分了 那這個道理 就可以解釋為什麼 其他的宗教 會互相排斥 那尤其是 這個一貫道呢 他講五教合一 那五教呢通通不承認一貫道 那可是呢我們必須要問 那五教不承認一貫道 五教的標準是什麼 你說你是佛教 你佛教的標準是什麼 你真的是佛教嗎 你是可以做佛的代表嗎 你是如 道教 儒教 耶教 回教 你可以做他們的代表 來否定別人的宗教嗎 這樣說起來好像也不可能做代表 因為你不可能代表佛教 你雖然是佛的形象 可是呢你沒有修到佛 你雖然大道的形象 但是你沒有修到那種真人真君 的境界 那儒家 儒家根本就不是教 這個基督教回教 也都是同樣的道理 那所以 五教 在道的觀念上來講 那就是一體的 沒有分的 可是呢有的人 他喜歡走這種 基督教的路線 有的人喜歡走道家的路線 主家的路線 這個是沒有不同 所謂上山的路有很多條 可是呢 到了頂點之後 那個目標是同一個 所以目標同一個是一 一就是不二 那佛教講不二法門 不二法門 不是只有佛教 這條路才叫不二法門 你看佛他自己 他都說有八萬四千法門 那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 有沒有包括道家的呢 儒家的呢 基督教的呢 回教的呢 我相信通通有包括了 那麼基督教回教他們這些 這些民族啊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佛的那個樣子 來度化他們 釋迦牟利佛用佛的樣子去度化 回教了 可能 早晚也要被殺 所以他們 所以他們 這個佛啊 這些聖人啊 就必須化身 化身成 這個耶穌基督的樣子 摩罕默德的樣子 然後到他們教裡面 去宣揚 這個聖人的懊子 就是這個道理啊 所以 有人問 那觀世音菩薩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這個道理啊 在我們道場 相信很容易解決 那觀世音菩薩要救男的 需要用男的形象來救度這些人 他就化身為男的嘛 那麼要救女的 需要用昆道形象去救了 那他就化身成女的嘛 如果他化身成男的去救 那會變成性騷擾嘛 對不對 想想這個道理就很簡單了 因為呢 因什麼身得度就限什麼身嘛 所以觀世音菩薩他 他沒有男女 沒有對待 他只是一個象徵 他不是一個人 一個人呢 都是把這個聖人的懊子 的定義 給狹隘化了 所以我們說法身菩薩 他就有這種能力 他就已經等同如來的能力 等同這個聖人的能力 那他有可能呢 就化身成耶穌基督的樣子 去救度這個西洋的人 那這個法身呢 是同一個啊 他同時也是如來佛 他同時也是這個 原始天尊 也可能是這個 廣老夫子 都是一樣 沒有變化 那所以呢 講到武教的宗旨 那麼我們在 道場 有一篇訓文啊 一篇很大的訓文 把武教的這個宗旨啊 變成一篇圖畫訓 那這篇圖畫訓裡面 這個訓中訓的字義啊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把這個武教的這個奧子啊 大略的來說明 那我們也透過這篇訓文啊 來讓大家呢 了解一下 武教的教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在還沒有講 武教的教義之前 我們必須先把道燦明清楚 也就是說武教的教義啊 講講講講講到最後 那就是那個道 都是迷思一子 所以迷思一子之後啊 你可以透過佛家的修行 道家的修行 儒家的修行 然後呢 印證到迷思這一子 所以迷思這一子才是最重要的根本 所以老師說了 他說呢 一點真理鴻蒙開 一花五半同根齋 一花五教定位齋 一禮萬書歸回來 喔這個 一點真理啊 迷思這一點 那迷思這一點 主要在告訴我們 主要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靈境 是跟那個 無幾的本體 喔 我們用一個名字來代表他 就是老母 老母的本體是一樣 那麼 很多的 法師啊 佛教界的這些高僧啊 我們 批評一貫到了 通常都是在這個老母 為什麼還有一個老母呢 那他的父親在哪裡呢 為什麼不說老父呢 你看看用這種方式來批評 這個真的是 很沒有道理 根據個人的想法 來批評 那麼我們 我們都知道 老母是不得不 用一個名詞來說他 喔 母的根這個說法 在我們的 中國人的意思啊 中華民主的意思裡面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正常的字 喔 我小學畢業的那個 國學校那個小學 就是我的母校嘛 那母校我講母校有什麼錯嗎 我難道一定要探討 那母校那公校在哪裡啊 一定要講這樣嗎 所以這個批評是完全沒有道理 我們說 這個母體 母體難道還要說公體嗎 那所以呢 很多的批評是 沒有道理的批評 那時候我們就 見怪不怪就好了 那他說一點真靈 紅門開啊 一點真靈啊 那可見呢 我們這一點真靈 來自於老母 那這個老母呢 是同時聚足在 每一個眾生的身上 那所以每一個眾生呢 都是老母的分靈 老母是本靈 我們是分靈 那麼這個分靈呢 變成 這個肉身的樣子 來到人世間 這個是太極 無極動而有太極 那這個動的現象 動的現象呢 是自然產生的 哦 佛家講呢 這是虛幻的 但是呢 虛幻呢 你必須呢 有有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無極動而生太極 哦 太極而生兩極 兩極生四象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鴻蒙開 這個過程呢 是一個時間的這種眼鏡 哦 沒有說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自然的道理 哦 花為什麼會開 哦 這個 樹苗為什麼會長大 哦 為什麼會結這個果 這個就是自然的道理 那鴻蒙開 那邊表示說呢 這個天地初開啊 哦 福西一化開天 這個一化 這個一呢 代表那個無極 無極的道體 這個道體呢 動而生的這個兩極的 兩極 哦 這個四象的現象 那他說一花五半啊 同根栽 一朵花 有五朵花瓣 五個花瓣 那這五個花瓣呢 用不同的 這個角度去生長 但是呢 他的根呢 都是同樣一個根 同樣一個母源 那他用在不同的方向去生長 是為了 不同的需求 你不能夠問說 啊他為什麼要長這樣 他為什麼長這樣 他為什麼長這樣 哦 為什麼這個 西洋人 需要耶穌基督 而不是釋迦牟尼佛 中東的人是要 穆罕默德 而不是太上老君 那你不能夠問這個 問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他們的根性就是需要 這樣的一個聖人來叫化 所以一花五瓣 同根栽 同根栽就是同一個道體 那個道是一樣的 所以修到後來 我們會發覺到說 原來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如果是老母的分靈 每一個人 合起來是不是就是那個老母 所謂一本善萬書 萬書歸一本嘛 我們 後面這一句也會講到 那說呢 一畫五教定位在 一個 一個道體 封畫成五種不同的教化 這五種呢 我們已經說過 那只是一種代表 五個方位呢 象徵了一個圓滿的方位 圓滿的位置 同時度化到整個 眾生 那他的定位呢 他定位在這裡 就是教化這裡的眾生 所以每一尊佛 每一尊聖人 每一個教主啊 都有他的教化區啊 通通不一樣 那這裡是這樣說來的話 每一個教主 有沒有高低的分別呢 想起來是 是沒有分別 理上講是沒有分別 但是呢在佛教 佛家的說法 基督教回教所說的上帝 在佛家來看啊 只不過是 道立天的天王 天王來做這個教主 教化這個眾生啊 所以回到 回到天上也只是回到道立天 那佛家的 的這個定位他講的很高 跳脫三界 這個超越 九法界 回歸到一陣法界 我這個目標呢 是相當的高 那所以佛家的 這個修行念頭 一下子就是飛到那裡去了 但是我們 必須知道 離可頓悟啊 事須見修啊 尤其是 末代十幾眾生的根性 沒有辦法一下子 超越到那種無極的境界 累結累世的這種煩惱的熏悉啊 我們說 這個一門深入長期熏休 那個長期的熏悉啊 是受到煩惱一直在 一直在這種加深啊 那所以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這個 拋 拋出這個煩惱 把煩惱轉成不敵啊 都需要 這個五教聖人 所以當時的五教聖人 就是五位名師啊 他們在不同的時空 來降世 來教導這些眾生 所以他們的定位呢 是有他們的需要 那後來五教的聖人呢 他因為沒有 聖人回天腳趾了 天命不在了 那後來的修行人呢 沒有明師直接的一點 所以只好靠著精益來修 所謂正法時期 相法時期 末法時期 但是呢 這個三個時期呢 如果照佛經的說法 都還是可以 有所成就 這個教主呢 他有這個責任 來引導這個教徒啊 來回歸本位 只是呢 可能時間上 跟正法時期 跟明師注釋的時期 就要拉長一點 這是一化五教 所以五教聖人是五位明師啊 那現在五位明師都已經離我們好幾千年了 現在當代明師 即公我佛 又來普渡收遠 所以我們今天呢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能夠得到明師這一指引 依照明師的教法 的指示 來好好修行 甚至我們今天呢 來體悟五教的道理 來印證這個道 這個是明師的教 這一點的可貴 我們才可以清楚 在五教之間呢 這個來龍去脈 他的這個道理的貫通 貫通啊可以了 了然無礙 這是明師的道 所給我們的 的這種指引啊 我們知道根本是相通的 那我們只要到根本 那我們就相通了嘛 就好像我們地球上每一條河流 雖然都不一樣 可是呢最終是流到大海 到了大海就相通了嘛 那那一點 明師那個明師指引的那一點 就是要我們回歸自信 自信的大海 回歸本性我們就相通了 回歸到那個原始的老母的 的根源就相通了 所以一禮萬書歸回來 一個禮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 來印證它 印證的結果呢 都要歸回來 回歸到自信的大海 回歸到這個明師指點 那所以明師那一指點呢 真的是非常的寶貴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指引 我們在那個六萬節 在那裡流來流去 不曉得流到哪裡去 就在那裡一直輪回 一直輪回 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究竟 什麼是根源 所以 這個一禮上萬書 這個禮 是那種性禮 是每一個四的四禮 是物禮 是天禮 是地禮 這些禮呢 通通都是道的演化 把這些禮呢 貫通了 那就回歸到道的本體 所以一禮萬書 那通通歸回來了 歸回來就是歸到這個道 那道呢勉強說 因為那個現象呢 用言語沒有辦法說 用人的這個智慧呢 沒有辦法思量 我們透過先佛 那個聖賢菩薩 給我們的指示 我們試著來說 只有了清正清悟 才可以體會到 那個境界的奧妙 他那個殊勝 他那一種自在 所以道是明明上帝 這個明明上帝 你不要又說那是道理天的天主 那是一種 形容 文字上的形容 明明上帝是那個道的 這個本體 他是 無形無色 無聲無秀 他是呢 一團虛靈 那一團虛靈就是真空的樣子 真空 真空到底是什麼樣子 真空又是 又不是空氣那個空 天空那個空 他是激然不動 他是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你看這個說法是多 多麼樣的精細跟奧妙 大到無窮無邊 小到呢 這個戒指裡面 還有淨土 所以淨土裡面又有淨土 所以那個小是小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知道 只有法身菩薩知道 聽說普賢菩薩 藏在這個戒指裡面的淨土 這樣去 去獎金說法 去釋憲 所以普賢菩薩知道 這個法身菩薩知道 人不知道 人不知道 眾生不知道 今天透過明示意志典 我們可以慢慢修 我們也可以慢慢了解 那一份到底的奧妙 這樣 那所以 人的那一份 那一份 性靈的親近 是非常重要 我們要常常保佑 我們那一份 靈性的自在 靈性的沖 保持在那一份 清淨沖 謙卑 真誠的狀態 那那個狀態呢 那是一個 道的化育 那所以道的化育 表現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的這個肉身上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感受得出來 就好像這個電燈 電燈有它的亮度 有它的熱度 那它的亮度跟熱度 依照它的燭光 我們可以感受到它的強 弱 那一個人修到 如果能夠達到清淨 達到平等 達到深層 慈悲這樣的一個 一個狀態 那它流露在肉身上的 一定是 孟子講 雖然昂於背 沖澀於這個肢體 那一股浩然正氣 好像隨時都可以 在這個 這個外圍上 感受得出來 這個是道 所以道是 廟不可言 那麼我們今天 世間的人 迷而不覺 邪而不正 染而不盡啊 這些種種的現象 讓自己陷入到 無邊的這種苦難 那我們又常常 把別人的這種苦難 別人的煩惱 別人的垃圾 放在我們的心上 甚至為了我們的 這個 周遭的這些 人情世故啊 讓自己堅惨過愛 沒有辦法自在 那所以呢 你自己 自己要回歸到那個 親近的本體啊 非常的不容易啊 但是佛陀告訴我們 人 眾生都有如來智慧得相 都有 這個道理都在 可是呢 妄想 执著分別 這些煩惱把人障礙住了 你只要有辦法呢 讓這些煩惱放下 那麼你就可以回歸到 本來面目 回歸到那個自信大海 那這個 放下這個功夫 就是我們說的 修行的功夫 就是五教的登山之路啊 所以透過五教 五教就是各種宗教 各種宗教的修法 當然我們必須講 必須是正知正見 喔 正命正行啊 這些宗教啊 我們才可以 真的達到三頂 所以我們 舉出五教做代表 那我們今天 試著來講 五教的教義 我們講儒教 因為我們今天要認清課題 末法時代的眾生啊 修行的課題 就是以儒家為主 所以你看儒家 從古到今 很少人把它說成是宗教 你說孝順 你說這個 忠義 這個怎麼會是宗教呢 這個是人生活上 本來就是必須具備的言行啊 怎麼會把它定為為宗教呢 把它定為這個教規呢 借條啊 那所以真的是最沒有宗教色彩的就是儒家 那也不是宗教的一個團體 我們講三肝五常 我們講五輪八德 這不是在講宗教 那是教化 聖人的教化 那是我們的生活的言行 所以儒家講到道體的 講到我們修行的次第的 中庸 大學 這兩本經 可以說是儒家 講到心理心法 最主要的兩部代表 那麼倫語孟子 是把這個 心理心法 把這些聖人的這個教法 把它表演出來給大家看 孔老父子怎麼做 孟老父子怎麼做 你們跟著他做 跟著他學 把他表現在你的生活上 那麼你就走入聖賢之道 你就可以了 成聖成賢 所以在這篇 五教合一的訓文裡面 先佛以忠術之道 存心養性 直中冠一 來代表儒家的這個 修行奧子 那麼我們知道 宗術之道 是儒家 這個孔老父子 跟曾子的對話 孔老父子說 無道義以貫之 我的道理 用一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說法 把它通通包刮起來 那這個一這個說法 因為太過太過懸遠 太過深奧了 所以如果不是登堂入室的弟子 沒有辦法了解 那孔老父子 最得意的學生 炎悔 文一指使 所以炎悔有辦法了解 可是炎悔呢 比孔老父子先過世 所以當孔老父子 把這個天命 要傳承下去的時候呢 就試驗他的這些學生 其實子貢是最有可能的 那子貢因為 跟在孔老父子旁邊 最久 在種地子之中 跟著醉酒 出最多的利 也出最多的錢 那麼也很用心 在孔老父子的教法上 所以孔老父子 很希望能夠把這個天命 傳承給子貢 那子貢也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 我們知道孔老父子過世之後 子貢他行孝道 在孔老父子的墓旁邊 守孝守了三年 那種地子守了三年 各自回家之後 子貢繼續又守了三年 一共守了六年 所以子貢對於孔老父子的孝 孔老父子的這個 尊啊 已經做到的淋漓盡致的一種表現 不過很可惜就是 這些外表的動作 並沒有辦法讓他得到天命的傳承 也就是說子貢的心性 沒有悟到孔老父子 那個一以貫之的道理 所以他沒有辦法登堂入世 他心性的修為 畢竟還不到火候 不到功夫啊 所以外在的這些做法 雖然說他出很多錢 做很多事情 是一個善人 也是一個好人 甚至是一個孝子賢孫 一個好徒弟 可是呢 這些好對於心性來講 都只是一種福報 都只是算是修福啊 都不能夠算是功德 真正的功德必須是 登堂入世 必須是了悟到這個性理心法 孔老夫子說啊 無道一以貫之 你必須了解到那個一的道理 你才有辦法跟師呢 這樣互相感應 互相的融合 師道才可以 有力量的 無遠佛界的傳染下去 所以 子貢雖然是個好人 可是畢竟呢 他就是沒有辦法體悟到 所以子貢就 成了賢人 真正的聖人 他的標準是 連起心動念都沒有 沒有 起心動念都沒有 就是達到一種 義貫之 他沒有想法 沒有思想 所以呢 他可以通到任何一個眾生 他的內在裡面 去了解到任何 任何萬物 任何眾生他的一個內在 的想法 這是聖人的標準 那聖子呢 在孔老夫子的眼中 是一個非常愚鈍的人 我們說老實人 在道場 我們說啊 不要變巧 也不會呢 有什麼很激勵的反應 但是呢 這種人呢 卻是傳承一波的主要的人 所以老實啊 近道 那聖子就講了這個道理 中術之道 他就守中術之道 中術雖然還不是道 可是呢已經相當接近道 所以呢 那聖子的這個悟性啊 當時已經達到老實的標準 老實的圓滿如果是100分 那聖子呢可能已經達到 七八十分有了 所以在重地子之中啊 唯一達到七八十分的 分數最高的那就是聖子 那雖然做人很老實 很不會這個反應 口才也不是很好 可是呢這個人呢 他的悟的心性已經達到標準 那老師就把心法 把這個天命傳承給他 那當時呢 在論語這段對話 實在是現在看起來 是相當有趣啊 孔老夫子問吳道義官司 沒有一個人了解 現場的學生沒有一個人知道 孔老夫子在講什麼 那只有聖子他講說 悔就是士 那士就是 心心相應的 師徒之間起了一種 這種 天地的共鳴 那這種共鳴呢 大概學生 很自在很逍遙很快樂 老師呢 老師呢 比學生更快樂 更自在 我們說 這個學生找老師啊 要 踏破鐵斜 千里訪民師 那是很不容易 那孔老夫子 那孔老夫子是 五教的民師之一啊 這些學生呢 能夠拜在孔老夫子的門下 都有機會 能夠成勝成賢 但是呢 因為 老師找學生更難 我們 我們剛才講千里訪民師 可是呢 民師訪高徒啊 民師尋高徒啊 這個 這個比千里訪民師啊 那是難上加難 所以為什麼孔老夫子 在 言回過世之後 會這麼傷心 會這麼難過 會講到說 天要殺了我 天要把我殺了 我最心愛的徒弟 把我帶走了 孔老夫子的兒子 孔黎死掉之後 孔老夫子都還沒有這麼傷心 但是他的高徒 因為死了 他卻這麼傷心 我們可想而知啊 孔老夫子的期待是什麼 他的擔心是什麼 現在呢 竟然有一個學生說 是的老師 哇這句話真的是天地的巨響 如果我們能夠在民師面前 什麼事情都說是的 老師 你只要照著老師的話去做 照著老師的指示去做 那麼你就可以走上覺悟之路 相信民師 是度過我們生死大海的想島 也只有民師 他才可以幫助我們 超凡入聖 超越生死 跳脫這六道輪迴 所以今天爭子這一幕啊 他就是在老師面前 表現出來 表現出來是的老師 他對於心性上的體悟啊 已經進入那個 所謂中廟之美 百官之父啊 那個登堂入室的堂奧裡面 可以去悠有自在 所以我想最高興的應該是孔老夫子 這一幕跟佛教 釋迦牟尼佛傳給大家說那一幕完全一樣 好 佛教那一段我們到佛教再來講 我們就講儒家這一段 那麼爭子呢 他本身在於修行上 對於孝道就非常重視 我們說所有的德目是孝為根本 那他就是修根本中的根本 法門之中的法門啊 他其他的都不修了 只要把這個孝修好做好了 然後得到老師這個心法 就回勝了 所以爭執是我們的榜樣啊 是我們學習的目標啊 我們在道場 講我們自己的 這個 心性魯頓啊 才能愚昧啊 沒關係啊 我們有聖人爭執來做我們的典範啊 我們只要好好的學習爭執 學習他的這個孝行 我們一樣可以成聖 我們一樣可以回歸到老師 所指點的那一份道理 所以他這裡講 中樹之道純心養性 直中冠一 中樹之道 把這個中 把這個樹的道理 去把它存養起來 把它修養出來 我們知道中是包括孝 所以中孝是一體的 那樹呢 樹呢就是推幾幾人 也就是說你把中孝的道理 把它推幾幾人 這個天下眾生 讓天下眾生都在中孝的教化之下 成為中孝之人 這是樹道啊 所以 教化眾生 沒有比 教眾生 讓他成為一個中孝之人 還要來得最直接 中孝就是一種最好的修養 最好的這樣一個德目 那死死去存心養性 存養他 今天做到這個標準 明天達到更高的標準 養那個性 性是我們光明的本體 性是我們的良知良能 那一份良知良能 那個發端還沒有完全的朗線 那麼我們慢慢去行中術之道 讓我們的這個心性 可以慢慢擴充 擴充 從我們的身體 擴充到我們的家庭 擴充到整個國家 天下 甚至擴充到整個宇宙 法界 那儒家不講法界 儒家講到宇宙 那宇宙就是 包括所有的 一切空間與萬物 所以直中冠一 直中直指的這個中 中就是不編不已的本性 中就是這個道體 透過中孝來達到這個中的標準 那麼我們在儒家的修行 講十宗 十宗就是隨時都在處在一個中的狀態 這個中是後天做人做事的一個準則 沒有過與不及啊 沒有太前與太後啊 都處在一個中的狀態 所以講十宗 那儒家呢 他在後天的環境 儒家雖然不講這個鬼神的道理 不講超乎先天的道理 但是呢他要人做到一個中的狀態 中的狀態就是一個 一個道體的朗線 不會有所偏移 不會呢 有所 這個 問亂啊 那都是存養那個到底都保持在一定的狀態 結果呢 就後來貫通 後來貫通到所有的這個萬事萬物上 這叫慣義啊 直中慣義啊 所以我們中國人 特別強調中庸之道 那中庸之道呢 是一個 是一種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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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的這種修行 我們因為落入後天之後啊 我們難免會有偏向 有嗜好 會有興趣 但是呢 儒家告訴我們 有偏好有興趣 甚至呢 有這些習性都沒關係 只要讓 道之中子 慘發無教聖人之傲子 我們上次 講到十宗的道理 那因為我們最近 八八節 莫納克的颱風 造成台灣的重創 尤其是南台灣 傷亡非常的嚴重 所以 分析原因 分析這個來龍去脈 都已經沒有意義了 現在的 受 受災受難的這些人民啊 最重要 莫過於 一碗熱飯 一杯的熱茶 這些民生物質的救助啊 那所以 我們今天看到 新聞的報導 傷亡的人數 持續在累積當中 那個數字到現在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被洪水沖走 有多少人還埋在土石堆裡面 現在呢 也沒有辦法清楚的了解 那有多少的財產的損失 那更是呢 難以估計啊 那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災界 身為修道人 在今天 講道之中子 我們更加的 發出那一份 哀驚的心 悲悯的心啊 那希望透過 我們的 修行的這個 波動的影響 讓台灣的這塊暴躁啊 災難不要這麼嚴重 那麼災難這麼嚴重 可見呢 台灣的修行人 他還沒有辦法 把整個台灣的工業 給他扭轉過來 那可見呢 善的力量 還沒有惡的力量那麼大 以至於呢 人民受苦受難 那麼人民不決 為了經濟利益的考量 爛踩山墾 爛發樹木 亂抽地下水 沒有這種 安全意識的觀念 那這個 在現在來講 也不是他們的錯 這個就是世間人 世間正常的現象 那只要是人 都會這樣子 那因為不覺得狀態 所以累積各種的災難 慢慢的形成 那這個不是台灣現象 才會產生 各地方 各地方都會產生這樣的一種 災難的產 的產生啊 那現在全球 氣溫越來越溫熱 地球暖化 造成的這個氣候啊 造成的這個氣候啊 產生極大的一個變化 沒有水 那麼沒有水的時候 就持續的乾旱 人們也是叫苦連天啊 那要求水 希望來個颱風 把水庫的水填滿 結果呢 兩天之內 來了三十個十門水庫的水 這人民啊銷售得了 那所以 冷的地方越來越冷 熱的地方越來越熱 乾旱 跟這個水災 交替的形成 那這個就是氣候 極端的變化 那這種現象呢 都是在警告人類 警告我們的地球 隨時會有大災難的產生啊 那面對這樣的恐慌 我們修道人 還沒有辦法扭轉 只能夠透過 自己努力的修行 把這個善的波動 善的念頭 不斷的讓它發放光明 希望呢 在我們周遭生活的這些民眾 在我們這塊土地 生長的這些人民啊 能夠得到這些 善念 善心的庇佑 然後扭轉 那個共業的現象 那所以 修道的團體 修道的團體 必須像慈祭 有慈祭這樣的單位 有這些慈善的單位 來幫助他們 但是呢 也需要 有我們現在所講的 純心養性 乃至於 修心烈性 明心見性 這樣的真正修行的人 來扭轉整個世間的危局啊 那所以 每一次的災難 都是修道人 最好的警惕 告誡自己 修行能力不到 以至於沒有辦法 扭轉整個業力的產生 所謂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這個是儒家告訴我們 修心養性 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做法 那所以說 當今的社會 需要儒家這樣的修行人 默默的在為社會 為的這個民眾 為的這個人民 來做事情 所以我們絕對 不能夠苛責 人民他們所造的 惡言惡行 一切的惡言惡行 雖然是不絕的狀態 但是呢 絕跟不絕之間 他有一個善惡的拉扯 如果善的力量強 那麼 就能夠保住這裡的人 雖然還有造惡的人 可是造惡的人 受到這些善心 善念的影響 他還不至於受到 供業的果報 那所以 在佛經裡面 他特別 有強調 一個地區 如果有阿羅漢以上的修行人 那麼這個地區呢 就不會有天災地變 那在儒家 阿羅漢等同一個君子 一個君子的住室 他所住的地方 不會產生天災地變 那如果這個地方呢 還是有天災地變 那麼可見呢 我們這個修行人 還不夠力 修行的力道還不夠 功夫還不到火候 所以沒有辦法 阻擋這個業力的產生 那所以看到這個災難 千萬不要用批評的態度 來面對這些天災地變 或者是說天 面對這些人民 一切呢 都是反求諸己 都是因為我的關係 所以呢 才會這樣 造成這樣的災難 我只有更加的修行 更加的精進 這樣呢 才能夠報答 眾生的恩惠 天地的恩惠 對呀 那所以我們 講到了 五教聖人的奧子 都是在講 一個修行人 他怎麼樣 透過各教的修行 透過他們各自教義的方法 來努力實踐 讓自己達到的 這個光明覺知的狀態 讓自己呢 做出這些聖賢的 一個模範 然後呢 來影響人民 影響社會國家 所以儒家 他講到 這一套 從格物到平天下的道理呀 這個是講得非常的好 簡潔惡藥 而且呢 直氣人心呢 那如果說 從佛家的觀念 那麼佛家 可能一個格物 就是一本經典 或是好幾本經典 那儒家講得最乾脆最直接 而且呢 最入世的法門 所謂入世法門 就是對於眾生 有直接的利益 直接產生利益的 讓眾生呢 能夠 會有所 會有所 嚮往 有所追尋 讓他們在生活上真正的改 改變過來 這個就是入世的修法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儒家 儒家就是當前 最主要的修行法門 他不講出世間 他不把這個美好的這個天堂 定位在彼岸上 也不用求神 求佛 他把天堂呢 定位在人間 那人間呢 只要透過 革悟自知 一直到平天下的 這一套次第的修行 那麼天堂就會 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那所以 儒家的道理 我們必須呢 透過我們的這個道場的修行 把它表演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 那麼我們 一貫道 也號稱是 孔老夫子的門徒 以孔老夫子的修行 為依歸啊 那我們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 時鐘 時鐘就是二六時鐘 二六時鐘呢 不管在哪一個時間點 不管在哪一個空間點 那麼都還保持在一個 中道的狀態 探集到我們的良知本性啊 雖然我們有脾氣 有毛病 有個人的生活的 這種行為 但是呢 那個 沒有關係 只要呢 你隨時的修正 在你的生活的 當中啊 隨時修正到 讓自己的心念啊 達到這個鐘的狀態 達到這個 不偏不倚的狀態 那麼每一個人這樣做 這個社會國家 就會產生一個 很善的力量 很祥和的力量 國家就能夠長治久安啊 人民呢 就能夠安居樂意 這個是儒家所向往的 搖順的世界 那所以搖順的世界 不需要在彼岸 就在我們的 土地 就在現前的這個生活 所以他說 說直中冠一 直中 直就是直齒 堅守住 那個中 那個時中的觀念 那個良知良人 是 時中的一個follow 所以良知良人的發端 都是純然至善 純然至善 就是一個到底 就是一個中的觀念 因為他沒有 任何的偏邪 沒有任何的污染 那所以呢 他守住中道 不斷的力行往前走 這個叫直中啊 所以直中冠一 那冠一呢 就是我們的良知本性 那個是人的性理 這個性理呢 跟物的理 跟天地的理 跟整個眾生的理 都是同一個 這個修 修回到那個根本 都是同一個 所以叫冠一啊 冠一就是可以統冠 所有的 萬事萬物的理 那這些理呢 統攝起來 就是那個道 所以道 在事物上叫事理 物上叫物理 有天理有地理 人就叫性理 那個理 都是一樣的 透過這個理 我可以回歸到 我們的良知良人 我們的光明覺知啊 那所以我們儒家 他在講 格物自知 我們必須把儒家的 最高次第啊 為大家介紹說明一下 那麼儒家 聖人的奧子 無非都是在 講直中冠一這個道理 那所以 那所以存心養性 從哪裡存 從哪裡養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直中冠一 那所以 格物 格物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千百年來啊 這些學者專家 一直有他們的論斷 尤其是在南宋 諸陸學敗的一個對決 那麼個人都說的很有道理 各家呢 都有他的理論依據啊 那到底誰對誰錯呢 最近看老前人的語錄 老前人 他有特別講到這個說法 格物呢 在 陸九淵 陸九淵所講的是 格除 我們的內在的執著煩惱 格除各種的欲望 那所以 陸九淵他所講的這個格物 是很簡單的一個說法 格就是格鬥 格除 物就是我們的煩惱欲望 那麼 朱熹這一派的說法 他認為呢 物呢就是 窮救事物的道理 那老前人 他把這個 朱熹這一派 所解釋的這個格物啊 他認為是格除這個事物 格除這個對物的欲望 對物的這個貪求 那所以呢 我們看了一下呢 非常了解 老前人所解釋的朱熹的格物啊 事實上呢就是陸九淵所講的那個格物的道理 但事實上呢 朱熹對於格物的並不是這麼解釋的 所以老前人雖然 了解到格物的道理 但是沒有把這個陸九淵 沒有把朱熹啊 他所說格物的道理 說清楚 如果說照朱熹所講的 窮救事物的道理 那他的說法也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想一想 世間的萬事萬物 那可以說呢 多到不勝枚局 你要把這個物的道理 把它窮救清楚啊 那基本上呢 是不可能的 人的一生 沒有辦法窮救所有事物的道理 除非呢 你冠一了 冠一了 了解到整個事物的道理啊 那麼你啊 才有辦法了解到萬事萬物 他所這個承住壞空的一個來龍去脈 那這個是誰在 誰在做呢 現代的科學家 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的科學家呢 在於窮救事物的道理 不斷的去鑽研探究 那他發現了這個物裡面啊 有所謂的分子 有電子有離子 有中子 現在最小的單位叫做夸克 有這樣的一個分子結構在裡面啊 那我們說量子力學 那這個就是科學家 他們研究的領域啊 也就是朱熙所強調 窮救事物的道理 但是呢 我們如果想一想 科學家 他能夠成勝成賢嗎 他能夠證悟到 這個明星見性的本來面目嘛 好像在 以前到現在 還沒有聽過一個科學家 他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麼基本上 科學家是可以印證佛經 印證這些武教的經典 他們所講的現狀 但是呢 對於那個理論啊 他沒有辦法了解 譬如說科學家可以證明 人有這個三度空間 四度空間 整個世界呢 有十一度空間的存在 科學家可以印證到這樣子 但是呢 怎麼進去呢 這十一度空間的產生 是如何產生的呢 這個科學家不知道 那所以科學家 要窮救事物的道理 他們也不可能 那這個道理 只有誰知道 只有佛知道 聖人知道 那所以如果說照 朱熙這個講法 窮救事物的道理 如果探尋到 每一個事物的道理 那這個對人類的知見 人類智慧來講啊 這個是萬萬不可能 那從他的這個理論架構來講 朱熙不斷的在 解釋他這句話的意思 那所解釋的都是物的道理 我們說物理 可是呢 佛告訴我們 物都是虛幻的 物都是內心的變化所產生的 我們造什麼因 得什麼果 我們造的這個 五界的因 就來到人之間 看到這些三合大地 那這個三合大地 都是虛妄的 都是虛假的 都是我們所 這個心所造的業因 所呈現的 所以 歸結到一句話 那就是心外無物 心外無物 心外無物 這個道理啊 在說明 一切物啊 的呈現啊 都只是短暫的假額 你看我們看到的 我們這個肉體 連佛都說了 肉體不是我 這個身體不是我 老子也講 我所以有大患啊 就是因為我有這個身體 我如果沒有這個身體 我就沒有大患 所以這個身體的產生 造成我們種種的苦難 困惡 在世間上 種種的這種打擊與挫敗 你看包括這個土石流 這個洪水 颱風的現象 事實上呢 都是整個業因 所造成 以虛 以虛 做虛的現象 以患 破壞的現象 也就是說 洪水 土石流 這個是虛假的 那虛假的人 來破壞 我們人類的生活 我們的肉體 這個虛假的東西 這個就好像呢 有點像是 電腦 電視或者電影 它螢幕的畫面 當一個人 殺死一個人的時候 或者是破壞一件東西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所看到的那個 被破壞的那個是虛假的動作 那破壞的人 那破壞的人 以及破壞的那個行為 都是虛假的 只是暫時呈現在螢幕上讓我們看到 但是呢 實際的現象呢 並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說心外無誤的話 那麼朱熙所講的這個格物的道理 顯然呢 是沒有見性的說法 但是老前人解釋的 他是解釋的 用陸九淵的觀念來解釋朱熙 所以老前人說 陸九淵跟朱熙講的是同樣一個東西 那麽老前人 他 當然他有他的 他的想法 但是如果說從心外無誤的這個觀點 來看整個事件的現象 那麽我們知道 事物的道理 是沒有辦法一一的窮盡的 所以爲什麽 這個子貢 跟孔老夫子的對話之中 有這樣的一個很精彩的對話 那麽子貢認為孔老夫子很有學問 不斷地讚嘆孔老夫子 但是呢 孔老夫子 認為呢 子貢的讚嘆 他只是表面上的認知 他沒有清楚的認知到 裡面的一個 冠一的道理 所以他就問子貢啊 他說 是啊 你以為我是讀了很多書 了解很多事物的道理 那麽我才可以 我才是這麽有學問 這麽樣的精通 所有的事理的嗎 那麽子貢 他說 對啊 難道不是這樣嗎 所以 這個子貢認為孔子是因為讀了很多書 看了很多事情 所以了解到很多事物的變化的道理 那麽如果孔老夫子沒有看過了 沒有讀過了 那孔老夫子就不會知道 這個是子貢的認為 但是孔子跟他講 非也 無道義貫之 這句話呢 形成了一個 很精彩的信理心法 他說 不是這樣子的 我的道理 我這些學問啊 都是用一的道理來貫通的 所以叫貫一 那麽一的道理是什麽 一的道理就是 了解到我們人 那一份光明的道理 那一份良知本性 我們說子於至善的信理 因為了解到這個信理 跟物的理 跟事的理 跟天地的理 所有的理都是相通的 那所以我因為進入 進入到這個信理之後 進入到這個手掌的掌 這個掌底之後 我才知道 大拇指 中指 無名指 小指 他所立的根主點 雖然看起來是不一樣 可是呢 他的這個底的位置 根部的位置 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那個理都是一樣的 我就是看到這個理 所以貫通了全部事物的道理 所以貫通了全部事物的道理 那孔子這句話就非常玄奧了 那子貢可能聽不懂 只有誰聽得懂 只有真子聽得懂 言悔聽得懂 那真正的是 這個得受明師心法的人 才會聽得懂 那所以我們今天也得到明師的心法 老師也指出我們這個純心養性之路 直中冠一之道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得受明師一指 我們還不知道直中冠一的道理 純心養性的道理 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失去了 明師指導的這樣的一個大好良機了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明師告訴你 你就是從這個心理上 來回歸自我 你就可以通達所有的一切事物的道理 一切的人世間的學問 你通通通達了 你不是學忌問之學 所謂忌問之學 不足以為人師 你在這個課堂上 在路旁上 或者是說在生活上所聽所學的這些道理 不足以為人師 還不夠稱作是人 人的老師 不足以稱作明師 因為你的不是記問之學 你都是讀來的 你都是聽來的 讀來聽來的道理 它不是真正的心理 只有你真 悟出來的道理 真正了解到萬物一體的那份心理 那麼你才可以做真正的明師 可以做真正的老師 哇 那這個道理真的是太深奧了 我們怎麼可以了解呢 所以儒家長久以來 沒有人知道這個心理心法 從贏為爭執 爭執之後 只師孟子 只有孟子 真正能發揚孔老夫子的理論 他得到的這個心理心法 然後呢 把這個心理心法 把它發揚光大 用更巧妙的方法 落實在人世間 讓更多的人 瞭解孔老夫子 所說 直中冠一的道理 純心養性的做法 那只有孟子做到了 所以我們說孔孟大道 孔孟大道為什麼不說孔嚴大道 孔真大道 而說孔孟呢 因為孟子 他得受心法 他是看了孔老夫子的 這個言論 然後自己去悟 就貫通了 然後自己去存養 就忽然 這個豁然感通 了解一切事物的道理 都是從自信發出 那所以孟子是相當偉大一個人物 那我們今天講到儒家的修行 很多 很多事理的 很多這種理論的這種根據 都是孟子 發揚出來 那所以說為什麼說性善論呢 性善論就是因為人性本善 人性不禁 也不是忽善忽惡惡惡也不是可善可惡 是人性本善 不是在善惡那邊磨得兩可 只要是人性都是性善的 所以孟子看到這個道理 孟子就從了聖人 因為他已經登堂入世 他已經承傳聖人的心法 那所以說性惡論的人 循子 循子認為人性本惡 所以要透過教育的方法 來防止他的惡言惡行 使他漸漸歸屈於聖賢之道 那他這個論點呢 完全是站錯立足點了 他看到的是世間的現象 也就是說 他所見到的是人的習性 累次以來的習性 這個習性造成他所發出來的原點 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為了自己 這種自私自利的觀點呢 就是循子所講的性惡的源頭 但是呢 人的性不是自私自利 人的性呢是 是真誠 平等 公正的 他沒有自私自利 所以循子看到的是 本性 不是 循子看到的是習性 那孟子看到的是本性 本性沒有是非對待 沒有了 這個 我像人像 沒有我 那沒有我 當然就是大眾一體 所以 眾生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那麼一個生命共同體 這樣的一個 說法 那是一個 真正了解的人 他才有辦法說得出來 專做在 口頭文章 表面功夫 這個是沒有辦法了解 什麼叫生命共同體 當你在 在吃牛肉的時候 吃豬肉的時候 當你在殺這些 蚊蚤蚂蚁的時候 你不曉得 你殺的是自己的生命 因為呢 它們跟你是 同一個生命共同體 那個 那個性命 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事件才會有這麼多 這個殺葉的產生 所以造成的 冤氣非常的重 你看這次的颱風 我們中南部 是養殖業的重症 那養殖業呢 都是需要抽地下水 需要呢 這個大量的 這個活體 來飼養 那我們飼養的 這些動物啊 是為了 養我的口 是為了 讓人類吃啊 所以 變成說 人吃人的現象 事實上 這個人啊 不清楚 那不清楚呢 當這些魚啊 蝦啊 這些水族啊 當他們有力量 報復的時候啊 他們就引起一個大災難 就好像現在 這次莫拉克的水 水災一樣 引發一個大災難 讓你的生命財產 通通化為烏有 我們相信 如果 每一個人 都能夠斷惡修善 都能夠呢 破米開悟啊 真正了解到 生命共同體的意義啊 大家 不要再 吃這些動物 那麼 可以肯定的 世間的災難 絕對會減到最低最低 也不會有氣候異常 更不會有地球暖化的問題 這是根本 這是源頭啊 可是這樣的道理呢 太弦遠了 太深了 眾生不清楚 所以 為了自私之利 為了經濟利益的考量 他們必須 從事養殖業 因為沒有從事養殖業 他們也 沒有辦法做 做任何事情 所以呢 隨著 他的這個習性 不斷的在造業 不斷的在迷惑 不斷的在受苦 一直在循環做這些事情 要等到 什麼時候才會覺悟呢 等到他們吃進苦頭的時候 也許就會覺悟了 覺悟 就是自知的道理 所以格悟自知 格悟了就會自知 所以自知不是特意的 另外用一個功夫 來叫他自知 來叫他自知 也不是從 這個老師的教學 課堂的教學 或者是世間的人的教學 讓他達到自知 這個知不是知識的知 而是智慧的智 智慧的開啟 就是懂得斷惡修善 懂得破米開悟 懂得覺知 這種聖賢之道 絕對不是呢 殺害別人的生命 殺害他 他 他從物主的生命 來養活自己 這個是自知的道理 這個就是覺悟的道理 所以覺悟的人 他都是處在和想的狀態 處在一片這種自在 清安的這種環境之中 他沒有恐懼 也沒有顛倒的想法 更不會胡思亂想 這個是自知 所以要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達到這種覺悟 這種覺悟自知的狀態 必須呢 人人要懂得格悟 格處他內在的那份 貪稱吃愛的染招 五欲六成 明文立揚 殺到淫妄 這些惡習惡業 通通要把他斷除 要把他割除 所以這個事情 是真的是 很不容易的一個功夫 因為我們累劫 累是積了太多的习氣的 有的人天生下來 他就是要吃肉 他就是要喝酒 或者是說 他就是要賭博 那這個是他的習性 這個不是 什麼人搶架給他的 只有真正的了解到 我們的習性是錯誤的 是虛幻的 是短暫的 把這些虛幻短暫的現象 通通把它隔除掉 通通把它隔悟掉 那麼我們恢復光明 正知 這樣的一個認知 一個本體 那一份良知良人 就是達到自知的狀態 所以智慧 在我們修行 的這種角色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原則 沒有智慧 有可能會出現假慈悲 假方便 這個假慈悲 假方便 表面看起來是救人 是幫助人 事實上是 危害眾生 所以 儒家講這個自知的道理 要必須痛下功夫 痛下這個狠功夫啊 把那種 累結的習性 真正的把它隔除 說不要就不要 真正的去把它懺悔 所謂不餓過 那古來聖賢 給我們做了一個 很好的示範 像他這麼做 我們就會 走上聖賢之道 所以講格物自知 那格物自知之後呢 又講到誠意正心 所以儒家的分法裡面啊 這個意跟心啊 是兩種 兩種現象 所以 你看心 之內還有個意 依舊有點像 佛家所講的 意識的 那種 是 那佛因為 他是出世間的聖人 他把這種事啊 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他說人有八四 有六四 六四 就是分別 有第七 意識 莫那四 就是直所 有第八四 第八四就是 妄想 那麼這八四啊 就好像八個兄弟裡面 胡作非為啊 把我們的這個真主人啊 把他綁起來 把他關起來 啊這八四呢 就搞得這個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靈性啊 烏煙瘴氣 讓我們不斷地去墮落 也不曉得 出禮的方法 也不曉得 回家的方法 所以 儒家說 誠意 那個意 要真誠 發自於那種 意識上的 那一份 覺知啊 那一份 良知 良人的 觸發 那個是誠意 所以 在中庸 他特別講 存 存 就是意念上的 存真 那他說存 存的解釋是什麼 存的解釋是 一念不生 叫做存 叫做存 一念不生 就是沒有善 沒有惡 沒有事 沒有非 是非對錯 通通放下 我就是 直中 我就是 冠一的道理 走直中 冠一的 這樣的一個 心理心法 這個就是誠 當意念 達到 這樣的一個 不失善 不失惡的境界 那就是 真正的 清淨平等 清淨平等 你的 意念 所作用在心上的 這個言語行為 通通都是真 所以叫誠意正心 所以心之內 還有一個意 意成了 心才會正 那誠要做到 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 你要透過 革悟自知的道理 那是有刺地的 有方法的 所以 最大的根結點在哪裡 根結點在那個物 那個物的這種 貪質 那種分別 形成了各種煩惱 那這種煩惱呢 讓我們的 這個意啊 不斷地產生一種 混亂的現象 這種混亂的現象呢 讓人沒有辦法 清靜下來 所以 四神呢 搞得這樣 烏煙瘴氣 連心都跟著亂起來 所以四神跟心 那是一個 內外的作用 它雖然不是 兩個東西啊 但是一體兩面 我們的心 會發出善念 發出惡念 事實上 從意的這個 這個內在啊 發出來的 意如果成了 心就正了 一如果不成了 心就不成了 那心的作為 又會導致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言語 我們的思想 所以正心 正心就是 把我們的心呢 把它 透過這個 信善的道理 信善的修辭啊 把它做到 這種 合於世間的教法 所以心正 用儒家 他用了 這個 禮樂 色域 書術 這樣的一個教法 讓 這些學子 讓這些修行人啊 能夠 達到這種君子的 典範 那尤其是 禮樂的教法 那儒家強調 禮 也重視 樂 但是樂呢 到後來 這個修法了 後代的儒者 就很少 很少在進行 現在有所謂 音樂疗法 那麼音樂疗法 跟古代所講的 樂的道理 那是天差地別 我們說樂音 透過音樂 事實上呢 如果懂得天經文法的人 他可以從大自然的風聲 雨聲 鳥聲 花聲 他可以得到 這種正知正念的 這個獎金說法 所以你看孔子 他很喜歡聽那個水聲 他很喜歡看那個水的流動 他認為水有很多德性 可以為君子所效法 那麼透過水的這種視線啊 他就可以清楚的了解 清楚的知道水要表達的那種心聲啊 所以心聲不是用耳朵去聽 那他用心去聽啊 那心外無聲啊 心外的那個聲啊 都不是正知正見 所以包括我們現在 世間的音樂 包括我們現在所講的這些話 這個呢 如果沒有見性啊 他講的都是迷迷之音 一點作用都沒有 所以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啊 我們會很清楚的了解 修行上表面的功夫啊 對於心性的開悟啊 都沒有任何幫助 只有更大的障礙 表面上我們看起來好像在修道 其實呢 那只是在團體之中的活動 那不是修道 你看我們打毛巾 單單打毛巾這個動作 你的意不成 你的心不正 那麼你打毛巾這個動作是沒有意義的 你沒有透過這種理的發漏啊 你對於人是沒有誠心敬意的 那麼你不是在修道 只有透過這種意誠 這種一念不生 這種親近平等 跟眾生一體 就好像尊敬師長 尊敬父母 尊敬這些初天先佛 那樣的一個誠心敬意啊 才能夠說真正的誠 對方是佛 對方是聖人 我要尊敬聖人 尊敬佛 那個才是誠心啊 因為本來是佛嘛 眾生本來是佛 人人都是搖順啊 你對於搖順 你對於佛 當然是要表現出那份敬意出來啊 那你打毛巾好 隨便遞個毛巾 給對方插 這個就是在 教授在修道 完全是天差地別 你掛號 掛號呢 逼不得已 沒有人了 要請你來掛號 心不甘情不願來掛號 甚至呢 做上下子禮 你在講這個道義三寶 這個都不是道 你如果 沒有從這個誠意正心的發 你如果還是為了自己的明文立養 自己的自私利益 為何自己的我像 那麼你不是在修道 你不是叫做在辦道 你辦的這些道 都只是一種福報 那福報是假象 福報只是短暫的現象 那不是真實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道場 種種的現象 我們也難免憂心 這些現象在我們道場 看到都是這樣子 每天的道場是忙得不得了 有上課的 辦活動的 有這些演習的 一大堆明目 搞得道場這樣子是五花八門 人心沒有辦法定在一個地方 所以每天出去跑的人 就是正心在辦道 在家裡的人就是沒有道 這是相當錯誤的 現在被道場 扭曲成這個現象 你在道場 你如果能夠用誠心敬意 那麼你真的是在修道辦道 你在家裡 誠心敬意的把家庭做好 家庭的事物做好 把這個人倫的角色做好 把這個鋼場的道理 把他表演出來 把他做出來 那麼你是真正在修道 你真的是誠心敬意 誠意正心 這個是真正在修道 那這樣說起來 修道 只要你是誠心敬意 我們說誠意正心 只要你是這樣子 在任何一個地方 那你都是在修道 你都是在講經說法 這個是先佛老師 在訓文裡面不斷的強調 我們真的要好好修內德 好好修我們的品格 修我們的火候 不是在你講經的這種課題上 不是在辦活動的這些動作上 來下功夫 絕對不是這樣 只有向內 真正的去開啟你的光明覺識 開啟你的那一份這種悟性 我們說純心養性 真正的看到那個心性的流露 那個才是在修道 這個才是符合心聲 才是真正的用法供養 來供養老師 供養仙佛供養眾生 這是純心養性的道理 所以誠意正心 是表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不是到廟裡去表現 不是到廟裡去表現 也不是在這個 典輪師的會場上表現 通通不是 那誠意正心之後 再來是一個修身 這個動作 那修身呢 就是把你的心調好 你的念調好 心念不調好了 你身是沒有辦法修的 修身就是我們在講的修道 你的身體所作所為 是不是服務了那個到底 當你在做上下指理 當你在掛號 講三寶的時候 你是不是用了那個到底的流程 那個先佛的心聲 在表達 這個你自己最清楚 你如果做的 不是那一份親近平等 真誠慈悲的動作 你是在修福報而已 這個福報呢 沒有辦法幫助你 超生了死 還是繼續要搞六道輪圍 這個是網 網雀啊 網雀啊 老師 傳給我們 明師一指點的寶貴 非常的可惜 明師一指點 要從自性上下功夫 所以儒家講 純心養性 真正要從心性上下功夫啊 這個革物自知 誠意正心修身 這個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 那所以修身之後 你還要齊家 你還要治國 你還要平天下 所以為什麼儒家 是當今 修行人主要的課題 修行人主要的方法 那就是因為 他真的有利於社會國家 真正的要祈求世界合理 我們知道 佛家 現在的修行人 靜宗學會最聖人 靜宗學會教人 念阿彌陀佛 往生進度 所以他們的世界和平 是在彌勒進度 是在極樂進度 那不是在人世間 所以他基本的立場 他就已經不 就否定掉人世間了 你基本的立場都否定了 你怎麼可能幫助世界和平呢 那所以如果沒有透過儒家 我們怎麼樣看到世界和平的曙光啊 所以從修身 齊家 要從你的家庭 開始妒忌 我們說家庭 是社會的最小的單位 家庭是夫婦的 以夫婦為核心 然後呢 擴及到這些家族 只有你自己修身了 你這個夫婦一體了 你這個夫婦才是真正的 能夠轉為光明的到底 然後呢 能夠改變子女 改變這些親戚 家屬 真正的做到齊家 齊家就是幫助家屬 通通通走上盛行之道 那你家齊了 你這個社區 就可以透過你這個家齊的這個典範 來 學習 來效仿 社區也就跟著改變了 我們說齊村 齊鎮 把整個村莊 把整個社區 通通度化起來 度要從這裡度 而不是讓你點人數 點人數 不是度 不是道 只有從修身 真正的做到齊家 齊家 然後呢 治國 把整個社會通通通改變過來 所以我們剛才說 一個君子所住持的地方 他不會有天在地面 那一個賢人 一個聖人 所住持的這個國家 不會有天在地面 因為賢人的那個善德 他這種善念 都是親近平等 都是為整個眾生著想 所以呢 他的德性 可以披及到整個國家 賢人就是佛家所講的菩薩 菩薩就有這份德行 那平地下就是世界大統 這個是孔老父子的理想 也是儒家的衝擊目標 世界大統 要怎麼統 統在於這個小義上 不是每個人都跟你一樣 他 我們今天在講武教聖人 就是要點出這個道理 武教得奧子 就是你的修法跟我不一樣 他的修法跟我不一樣 這個沒關係 大統小義 我們的目標都是那個大統 所以基督教也要求世界大統 但是呢 我們的目標都是世界大統 我們如果說把這個衝貫通了 那麼所有的這個社會國家的這些事理物理人 這個心理通通貫通了 每一個人都貫通了 那麼我們要有什麼好爭執的 我們要有什麼好分別對待的 沒有啊 都是那個一啊 你看佛家從這裡修 修到根是這裡 儒家每一個家從這裡修 都是到這個根本 各自登山啊 登山的目標是一樣的 這個是武教聖人 他們為什麼要成立武教的原因呢 各位錢賢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道自從此 講到 慘發武教聖人之奧子 今天 我們講述到 佛家 他的修行的教義 那試著把佛 所要交給眾生的這個奧子 把他講述出來 那麼佛 佛法 進入佛門 必須要做到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生 就是三歸一啊 那麼佛法生 到了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他把佛法生的定義 是歸一覺 歸一正 歸一靜 那麼可見呢 在六祖那個 時代啊 很多人已經 不了解佛法生 他的真實定義 所以六祖慧能 所以六祖慧能 必須呢 把他清楚的 把他點 點出來 直接的 標出來 把我們 最平靜 最深處的 那一份自信 把他指出來 那麼 那麼 明師的 應運 他就是 要告訴眾生 眾生本來 成佛這件事情 那所以 歸一覺 覺就是 不迷的狀態 那麼我們世間 忍的迷惑 太多太多了 然後 這個生活之中 言談之中 甚至呢 在睡夢之中 都是米的狀態 我們都是被 世神 世神當家 世神用事啊 世神掩蓋住了真性 以至於呢 真性沒有辦法 如辱的流露出來 所謂如其本然啊 法爾如釋的道理啊 那個 到後來的眾生 沒有辦法了解 那現在呢 明師應運 他也傳授三寶 那麼他的三寶 觀覺印 跟覺正境 其實他的道理是相通的 都是一的根本 我們說歸一覺 如果我們能夠死死 真主人當家 死死呢 把這一份 這種如來本性啊 把它視線出來 二六十宗 不理這個 如來之性啊 那個就是覺的狀態 其實就是明師 傳給我們 那個 觀 的用意 明師指點的 收視反聽啊 明師這一點 他叫我們 往內觀 往內去參照 去反省 我們內在的那一份 我們 佛性啊 沒有比佛差 喔 那麼佛呢 也沒有比我們少 沒有比我們多 那所以 佛跟眾生的本性 是一樣的 都是光明 都是覺知 都是呢 這個如如不動的 但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沒有辦法 像佛一樣 瞭解宇宙人生的道理 瞭解我本來是佛 那一份真實意呢 這個無非就是 這個無非就是 我們累世 累劫 所造成的 八世田中的那一份 那一份認知啊 已經不是覺悟的狀態了 所以這個 我們所存檔下來的這些 微細的念頭 太過分雜 這樣分雜的念頭啊 時時刻刻 在我們的起心動念當中 視線出來 所以我們 直接的反射 會是 我們八世田中 某一個意識的反射 那麼我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聽過這些話 想過這些事情 那所以直接反射的東西 就是我 所謂的淺意識 但是淺意識 不是我們如來的本性 如來的本性 它是沒有 沒有思維 沒有動念的 沒有對待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的淺意識 充其量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知識 那知識 記憶 才能 這些累積啊 在我們的生命之中啊 造成我們對於如來本性 如來的覺知啊 完全不了解 有的人生出來 他的智商很高 他的才能比別人強 那麼我們會認為呢 這個人就是 天才兒童 那今 昨天我還看 Discovery的頻道 西洋的一些專家 要訓練 普通的孩子 成為天才兒童 那麼他們訓練的個案當中 幾乎呢 幾乎呢 都成了天才兒童 所以他歸咎一個道理 那就是 這個兒童啊 從小開始 從大概五個月的時候 開始就要訓練 讓他的大腦 不斷的去刺激他 刺激他 喚醒他內在的那一份 巴士田中最深層的意識 最經 最熟悉的那一塊 把他喚醒出來 把他喚醒出來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那他就成了天才兒童 那所以有的兒童 被喚醒出來的那一份意識啊 比如說在音樂上 在藝術上 在這個 數學上 等等的領域上啊 他的能力特別的強 那他的這個 所呈現出來的境界啊 一個小學生啊 是等同於大學生的 的認知啊 那所以這個 這樣的小孩子啊 被稱為天才兒童 那我們看到這份報道啊 覺得 現代的父母啊 希望 兒女成龍成鳳 那麼都希望了他的兒子 他的女兒 都是成為天才兒童 那至少呢 在這個社會生活的領域上啊 能夠嫁乎常人啊 不過我們必須 反省來問這個問題 那一個天才兒童 他會不會碰到 感情的挫敗呢 喔 他會不會碰到 世間異樣的眼光的對待啊 那他會不會有 生命難解的問題呢 他會不會有病痛 他會不會生腦病死 他會不會知道 他接下來要去哪裡 這些問題啊 科學家沒有給予訓練 因為科學家也不知道 甚至呢 不曾探奇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科 這些天才兒童 也有喜怒哀熱 也有脾氣毛病 那麼他們 所被喚醒出來的那一塊 IQ 我們說智商的呈現啊 那麼在他的社會裡面 在社會的生活當中 學校的生活當中 他只是一個怪胎 一個特異人士 他沒有辦法跟整個大環境融合 所以呢 常常是天才是被孤立的 那因為被孤立了所以呢 天才的脾氣呢 也特別古怪 我們看到的這些科學家 都是一個很古怪很特異的 的人士啊 你看阿因斯坦 艾迪森 貝多芬 莫查特 甚至畢卡索 你看這些我們眼中的 非常有成就的 這些科學家 藝術家 音樂家 等等呢 他們在這個 脾氣毛病上的 呈現啊 是高於常人 也就是說他的脾氣毛病啊 常常會因為他的才氣啊 而顯露無疑 所以人們呢 更 無法 啊 跟他在一起 他還沒有出名的時候 社會上是沒有辦法認同這樣的人 要一直到他成名之後 甚至死後 因為他的這個才藝 他的技能啊 是超乎世人之外 所以他的作品會被留下來 會被人家懷念 甚至呢被人家歌頌 那麼我們必須 來正式到這個問題 如果說 這些天才兒童 不會控制自己的脾氣毛病 喔 不了解怎麼樣 控制自己的脾氣毛病 那麼他 只是成為一個科學家 只能夠成為一個藝術家 音樂家 那麼他對整個生命的影響 到底有多大呢 喔我們不說社會上的層面 我們單說他自己 他自己對於生命上的認知 到底有多少呢 喔他對於幫助眾生 能夠超生了死 超反入勝 這樣的一個 智慧啊 到底能夠提供多少 所以天才兒童啊 都是脾氣很大 那我們到底 那我們到底社會 需不需要 這麼多的天才兒童 那父母親希望成榮成鳳 他的標準 真的是希望他 只是在某一個領域上 特別突出 讓他呢 在生活上不愁吃酸 也不顧社會的觀感 不顧呢 世人的眼光 那這樣呢 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天才兒童 那對他不是一種很大的傷害嗎 甚至灼傷他的生命 讓他的生命呢 沒有辦法 在這種 逍遙自在 止於自善的情境上 得到永久的解脫 那這個都是呢 迷所造成的 所以科學家並不 並不見得比我們有覺悟 這些音樂家 藝術家 也不見得 他們對於這種 如來本性啊 有更大的覺知啊 那他既然 沒有辦法幫助眾生 來呈現這種覺悟的狀態 那麼我們世間呢 所培養出來的 而這些天才啊 到底是為什麼 昨天看的那個報道 這個父母親啊 對於教育這樣的天才啊 他必須花他半輩子的精力啊 也就是說兒童 從小一直到他二十歲 十五歲 之前啊 都必須陪著小孩子 不斷的去刺激他 不斷的去喚醒他 那邊內在的那個潛意識 所以父母的這個犧牲是 絕對是需要的 那如果沒有父母的這種 生活上 二十四小時的教化 那麼他也沒有辦法 成為天才兒童 那麼我們 看看天才兒童 長大之後 如果造成整個社會 整個團體的不安 那麼我們培養的天才兒童 不就是一件錯誤嗎 所以想想 為什麼 佛家教我們 要轉世成治 要教我們呢 了解到這個 絕正境的道理 那佛出世的原因 也只有告訴我們 要懂得去斷惡修善 懂得去破米開悟 最後才能夠超反入聖 超生了死 因為我們在這個歷節以來 那個輪迴的種子 就是巴士 巴士是我們輪迴的種子 如果能夠把這個崩 把這個種子 把除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不用輪迴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說 把這個事 轉成治的話 那麼我們會進入 佛菩薩的修行 進入這個佛的這種 修行的境界 那那一份境界呢 不只是讓自己成為天才而已 那是可以超越世間人的標準 世間人的智慧 那麼超越這個六道輪迴 甚至超生了死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所以 轉世成治 變成了這個佛家修行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門功課 如果不能夠轉世成治 就是啊 那麼所謂的 絕的道理 就沒有辦法達到 絕就是要悟啊 你要從生活之中去體悟 那麼科學家 藝術家 在部分領域 有體悟到那個境界 但是呢 他們沒有辦法 將那個境界人 轉成智慧 那所以呢 必須要有明示的教導 要有佛陀的教導 讓他們真正的把這個智慧 完全打開 所以覺得道理 就是要在生活上認清楚 自己本來就是如來的本性 那麼我們的自信呢 是需要透過生活點點滴滴的一個熏修啊 把歷代的累結的這些習氣 這些煩惱 把這些見聞覺知通通放下 那也只有通通放下 才有辦法豁然 貫通啊 你看 佛家講的跟儒家講的 甚至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其他各家各派 通通都是一樣的修法 儒家講格物自知 佛家講的轉世成知 那麼你只有呢 從這個 破米開悟之中啊 你才有辦法轉世成知 謎是什麼 謎就是我們累結的習性 這個是謎啊 我認為這個就是我的 我認為就是怎麼樣 這個 這個我認為啊 就是我見 我像 我像人像呢 造成自己的這個分別意識 那麼有我像就有人像 就有眾生受者像 你沒有辦法看到完全的自己 你居住於這個狹隘的這種小我 結果呢 不知道整個眾生是大我 整個 這個世間啊 萬物是 整個大我 宇宙萬物就是大我 所以為什麼佛陀說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唯我獨尊 這個我是什麼 我就是那個大我 我就是那個 如如不動的 如來本性 喔 耶穌講 信我者 得永生 我就是永生啊 喔 不是耶穌啊 耶穌是代表我們的 如來自信 佛陀也是代表我們的自信 當然教化人 就是要回歸你的本來面目 喔 天上地下 唯我獨尊 那是為什麼 天上地下 所有都是我 不是我嗎 你想想看看 一切都不是我嗎 喔 你看我們所 看的 所聽的 然後呢 世間上的一切 都是我的呈現啊 如果沒有我的呈現的話 怎麼會有這些現象呢 你看做夢的 做夢的時候 夢中是虛幻的 那麼我們現在人生 不是也是一場大夢嗎 這一場大夢也是虛幻的啊 夢中所看到的一切 跟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事實上都是一樣的 是虛幻的 你看夢中 一定有我 我看到了什麼人 我看到了什麼事情 我看到了這些 三合大地 看到了這個花草樹木 這個通通都是我 那你說夢中所看到的 到底是真的 還是假的呢 有啊有花草樹木啊 有這個三合大地啊 那那些境界怎麼來的 不就是我嗎 我的意識所產生出來的嗎 那麼我們現在眼前所見的 也是也是我們的 我的業力所營造出來的啊 那業力就是我們的意識啊 意識營造出來的現象嘛 所以為什麼佛統 一直強調我們 世間是一個假象 甚至呢 包括呢 整個天地呢 都是一種 沉住壞空的現象 一種短暫的假河 這個都是 不真實的 就好像我們在夢中所看到的三合大地 一樣 那麼我們必須在那個夢中醒過來 醒過來就是覺悟 覺悟呢就是你要放下 你所看到的是真 是真實的那個念頭 只有放下 所以佛陀講放下的智慧 佛陀講 慘的功夫 無不是要叫人 看破 叫人放下 你沒有放下 認為這個都是我 這個都是我的 結果呢 你被於我 被這個巴士的意念 給束縛住了 你必須格悟 你必須呢 把你心中的這個知見給放下 進入佛的知見 佛的知見呢就是 沒有知見 沒有起心動念 沒有是非人我 這個是佛的知見 所以佛來到人世間 唯一的目的也就是要告訴眾生這件事情 所以釋迦摩尼佛 他在這個表演的過程當中 他為眾生示現 一個形象 那就是 這個 王子的身份 那麼進入 印度教佛羅門教去修行 修行了十二年 結果呢 在 樹林之下 閱讀明星 然後呢 才明星見星 那麼他這一段視線啊 是一個 正常人 標準的過程 那麼正常人 如果連這個過程都沒有 那麼我們也沒有辦法進入佛的知見裡面 你看他視線的王子身份 王子就是 是未來要做國王的人 他可以享有 一國的這個權利 跟名位 甚至呢 財富 他可以呼風喚雨 擁有一切物質的生活 但是呢他不要 他放棄 當時他能夠捨 為了追求真理 為了找到永恆 他不惜呢 捨掉這個外在的一切 然後呢 在佛羅門教 的這些 師父當中呢 學習 學習苦行的方法 把自己掛在樹上 或者是單腳獨立 或者是呢 脫衣服在這個冰天雪地上 打坐 用各種 苦難的方法 讓自己的肉體呢 受到極端的這種痛苦 那希望呢 從這些痛苦之中啊 覺悟到痛苦的道理 那麼以後呢 就可以得到 這個永恆的快樂 那我們看到佛陀 在大雪山修行 修了十二年 這個苦行的方法 完全沒有效 對他來講呢 完全沒有開悟 他也覺得很痛苦 一直到他筋疲力盡了 喝了一個墨洋女 所灌給他的這個洋奶 那一天 那一天 接受到 那一份極端的苦難之後 然後喝到那個洋奶 才發覺到說 人間的那個 親 人間的愛 以及天地之間的 那一份大德與大能 完全的展示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在晚上 在這個雙齡樹下 看到那個 那個星星 在那一閃一躍的發光 我所謂的夜賭明星啊 那麼他發現到一個道理 這個道理呢 就是 我們人 有一份那個親愛的光 他把它稱為慈悲 那麼佛陀的認為 人 人性之中有一份慈悲在 天地之中 有一份慈悲的能 那種波動在流動 那這個慈悲呢 不是在他的身上 不是在牧羊女的身上而已 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每一個眾生的身上 在花上 在這個樹上 在這個瓦片上 在這個電線桿上 在小鳥的身上 蝴蝶的身上 通通都有 那一份慈悲 當他能夠完全的展露的時候 他跟整個天地萬物 進入到天地萬物之中 天地萬物也在他之中 所以他閱讀明星啊 看到了這樣的一個道理 那想想我們每天都 常常在看明星啊 我們在看這個電燈啊 我們看電燈在閃耀的時候 也沒有看到這份慈悲的道理 那佛陀看到了 佛陀為什麼會看到呢 因為呢 他完全的放下 不執著 世間的一切 名利物質 一切自私自利的念頭 通通放下 所以進入覺的狀態 覺就讓他了解到 整個天地是慈悲的 萬物是慈悲的 那所以呢 他就是已經變成佛陀了 所謂明星見星了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齊哉齊哉 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執著 而不能夠贈德 所以妄想執著 造成我們今天 不是成佛 而是成人 成三二道的原因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成佛呢 妄想執著 那妄想執著 他裡面呢 是還有一個 分別 這個就是八四 所在造成 我們變成人 變成三二道的原因 妄想分別執著 這個是無明的煩惱 人的起性動念 都是這些無明的煩惱所造成的 所以啊 把這個八四田中 這種夜洗的種子 給他淨化 只有把他淨化了 你才有辦法 這個抄離生死 抄離這個因緣果報 那麼這個夜洗的種子 要怎麼樣把它淨化呢 這個是就是講到 我們絕正靜的道理 那麼正呢 我們昨天也講到 誠心正義 這個正就是 佛陀所講的八正道 我們在生活之中 都是處於一種正的狀態 正而不邪 沒有任何的污染 沒有任何的邪知邪見 所以呢 昨天也講了 時中的道理 那麼這個正呢 就是處在這個中的狀態 我們有脾氣毛病 我們有這些千斬掛礙 佛陀說沒關係 你就一步一步的把它糾正過來 一步一步的把它放下 那麼 這個妄想執著 這些分別煩惱 你讓他呢 在作用的時候 不要那麼偏激 漸漸的把它導到這個中道 的一個行為上 比如說 當你要罵一個人的時候 罵一個人 也是我們的夜襲宗旨 所發露出來的 不是我們的自信發出來的 因為自信是不會罵人的 自信都沒有我像人像了 他怎麼可能還會用言語來罵人 那所以呢 這個 世神讓我們去罵人 我們的身體 不由自主的要去做那個動作 那佛陀教我們 沒有關係啊 你雖然還沒有辦法 停止罵人 但是至少 當你在罵人的時候 不要罵人那麼極端嘛 你把它說得重用一點 讓對方不會感到那麼難受 那麼你自己呢 也得到一份親近啊 當你能夠每一件事情 都能夠處於時鐘 做到時鐘 慢慢地偏正自己的修為 那麼就隨時有誤觸 隨時呢 能夠進入到那個佛菩薩 修行的領域 佛家講 成佛要經過四個阿針集結 那所以佛呢 知道眾生難度 眾生剛強難化 但是沒關係 佛有無量的壽命 佛很有耐性 他很有時間 他可以慢慢來度化你 但是我們今天知道 佛雖然有時間啊 我們的生命也是無窮存在 但是整個天機的變化 整個天運的流行 它是有承住壞空的 我們必須歷經承住壞空啊 那麼歷經承住壞空 也可能把我們自己的 這個生命啊 把它流放到承住壞空去了 所以如果今天不覺悟的話 明天可能就去這個承住壞空去了 就好像你看我們這一次莫拉克的 颱風所造成的水災 洪水土石流 把家整個這個家園 通通沖走了 南部的很多村莊啊 通通都不見了 那個業力的現前啊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我們今天還不懂得覺悟 還不知道呢 修正我們的行為 那麼業力來的時候呢 它是不留 不留面子的 那一下子毀滅 一下子就沖毀了 那麼沖毀了如果是整個 整個地球呢 你想想看 整個地球都沒有了 那麼我們的生命要依存在哪裡 你說我們的生命不是在整個 這個空當中嗎 所謂真空妙有 沒有錯啊 我們的生命本來是這樣的一個狀態啊 但是我們的夜襲從此還在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處在那個真空的狀態 我們是處在漂流的狀態 當這些地水火風 散成元素的時候 我們也散成這個一處啊 那散成各地 不曉得到哪裡去了 要等到哪裡才可以聚合呢 等到這個地球又形成了 這個時空又形成了 那麼我們的夜襲從此啊 也會形成我們的意識 然後呢 再來轉世 再來投胎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就遇到明世了 遇到真理大道了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要修的話 我們等到下一次的沉住壞空 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你還要接受那麼多的痛苦嗎 我不願意 我不願意你現在就要痛下 痛下很功夫啊 把你所有的這些執著通通放下 你看好老前人 我們道場的老前輩 他說我病好了 我什麼都不要了 就是要修到半道 替天傳道 這個呢才是正知正見 真的是覺悟的一個念頭 真的是轉世成治的作用 所以你看老前人他就成就了 白水聖地他不是這麼簡單得來的 那是有一份很大的魄力 很大的勇氣去轉那個業力 喔 斷惡修善 這個轉世成治 這個破靡開悟 這些呢都是需要用很大的功夫啊 很大的力量 喔 雖然 佛經這樣講啊 只要你一個念頭轉過來就好了嘛 煩惱就變菩提了嘛 就那麼簡單 其實這麼簡單的背後 必須下了一個很大的用心在裡面 很大的力量在裡面 所以表面看起來簡單 實際上是不簡單 如果有這麼簡單的話 為什麼有這麼多佛菩薩來到人世界 要把人度 度回 度回 度回本來的面目 到現在都還沒有度回 你才知道說這個功 這個事情 相當的難 那只有我們 瞭解了 我們覺悟了 我們用自己自覺自悟的方法 自正自盡的方法 來讓自己成佛 讓自己呢 轉世成智 進入到佛菩薩的之間 那你會告訴我 到底要怎麼做呢 我們剛才講了 十宗 你發而皆重結 你所做 所言所行 都是合乎中道 合乎佛陀所講的八正道 那你是不是處在一種善的狀態 斷惡修善嘛 處在善的狀態 慢慢皆經理止於至善 然後呢 你把這個善的念斗也放棄掉 也進化掉 也就是說我這個行善 我去幫助別人 我去捐款 幫助這些受災戶 但是呢 我沒有我的存在 我不是為了我的這個知名度 為了看到 為了趕時尚趕潮流 大家都在捐款的 我這個 這麼有名的人 這麼大的企業 結果不捐款 被人家罵死 所以我不得不捐款 這個人都是四神作用 所以這個修的都是福報 真正的功德 你必須呢 進化你的善業 你行善完全沒有我的念頭 沒有自私自利 沒有明文力養的念頭 那這個是真正的覺悟的狀態 你所做的就是功德 所以六祖會有人講 什麼是功 什麼是德啊 六祖的解釋呢 真的是非常的健行 他說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見到本性呢 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功 連壞事也是功 功德 為什麼做壞事也是功德 因為呢 我是為了 無我無人 的狀態啊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染淨的成分 染物的成分在裡面 完全是清淨的念頭 所以道長講 正人行邪道 正人行邪道 邪道正人亦為邪 應該講說 正人行邪道 邪道亦為邪 那邪人行正道 正道亦為邪 所以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神 關鍵在那個心啊 你的心正了 你所行的雖然 世間人說是邪道 可是呢 你做的方法呢 是沒有我像沒有人像 沒有眾生像 所以做的方法是敬業 敬業是見信 見信就是功德 見信是功德 幫助我們超生療死 幫助我們轉凡成聖 那平等是德呢 平等是德是因為 我們每一個眾生 都是有所謂的這個性理 有所謂的那一份靈敏覺知 我們人講佛性 那眾生呢講法性 佛性法性是一個性 沒有二啊 那個性呢 都是 老母的分靈 那個性呢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所以平等是平等在那個性 所以今天 我們殺豬殺雞 殺這些禽獸 來做三餐 他現在呢是沒有能力 來反抗你啊 所以呢 他做了這些禽獸 也是來瘦業 瘦這種果報讓你吃啊 當你的果報想完了 他有能力來報復了 那麼你就知道 這個果報啊 這個果報啊 冤冤相報啊 沒完沒了 也知道這個業力的可怕 所以呢 只有 這個 平等啊 才是真正的 讓自己破迷開悟 讓自己呢 轉返成聖 這個是真平等 平等在 那個 性 性理心法上 好 平等在那個圓滿的自信上 是平等在這裡 那麼人世間的性向一定不平等 哦 世上不其等事啊 全憑一點真心啊 那一點真心是 是平等 一點真心在眾生 在每一個事物上都有那個心 那麼只是呢 當世神在作用的時候 當人沒有辦法轉世成智的時候 我們所用出來的 都不是真心 都是妄心 所以呢 我們會造這些殺業 我們會造這些果報 會受這些果報 都是呢 自己 是神所自作自受的結果 那所以 絕正境 是佛家的三歸一 淨業 就是 把這個染業 要把它轉成敬業 染業人是是非對待 所以做事的也是 做非的也是 做善的也是 做惡的也是 我們知道 剛才講斷惡修善 但是呢 你今天 又講說 這個 善惡都是 都是業 那這個到底怎麼講 善惡都是業 是因為 如果你還有做好事的念頭 做善事的念頭 那麼你會得到善果 會得到善報 那善果善報 都是報啊 所以你還是要來享受那個報 所以你必須呢 還來到人世間 享受那個果報 把那個善報消完 你才有辦法回去 所以 了解到這樣 我們是不是善報也要放下 那善報要放下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做的是敬業 敬業呢 就是在你 行善事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行善事的念頭 沒有這個念頭 就是沒有自私自利 沒有是非人我 把這個呢 通通放掉 那這個是 平等是德 所以平等能夠做佛 這個是 真實的道理 佛菩薩 看一切眾生 都是平等的 所以佛菩薩的慈悲 他不會特別的去 去照顧某一個人 他不會只照顧人 不照顧這個豬 牛 他不會這樣子 佛菩薩是平等的 那佛菩薩呢 他知道 一切自性 都是平等的 所以 他會幫助每一個眾生 成就他們自己 今天一條狗受災受難了 那他呢 如果說 他能夠 呼請 他的夜市之中 能夠請佛菩薩來將救 佛菩薩也是會救他 甚至呢 他不需要呼請 佛菩薩也會來救他 那來救他 並不是因為他的呼請 或者是他的哀叫 而是因為他的姻緣 那他的命還不該終嘛 他的命還不該終 就感應佛菩薩 來救度他 他的命該終了 佛菩薩來了 也沒有辦法救 那命該終 命不該終 這個又是怎麼講 事實上我們要知道 我們肉身 在這個世間啊 靈我們的生命 借助在這個肉身 結果呢 在這個肉身 身上啊 就產生了各種世間的 這個好壞對錯 是非人我 所以用這個肉身的方式啊 是很痛苦的 是很不得已的 你必須去完成某些使命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 平等的法性啊 會用這種 肉身的方式 哦 譬如說佛菩薩 來教化人世間 他要度化這些人 他也必須成為這個人 裡面的一員啊 不然你怎麼去度化他 哦 就外壞 也就是說 這樣說 人家也有說 工骨那個啊 工骨那個才會去接受他嘛 你不是我同意國的 我怎麼會接受你呢 那麼佛菩薩也有可能變成豬的樣子 變成狗的樣子 去度化豬啊 度化狗啊 這個是真慈悲 真平等 所以六祖慧能 他會講 見信是功 平等是德 這是真功德 這個真功德 是幫助自己 這個法生慧命 永久長存 那所以說 我們今天講 殺害一條生命 他的果報 是必須受到 殺業之報 有他的果報存在 但是 命有兩種 一種是生命 一種是慧命 如果你殺了 一個眾生的慧命 那麼你的果報 那就 無有窮盡 慧命是一個 永恆的生命 永恆的到底 你阻礙一個人的慧命 展絕一個人 修道的因緣 杜絕一個人 一個眾生 接觸大道的因緣 那麼你 等於的 殺了他的慧命 殺了一個 眾生的慧命 你的果報 無量無邊 苦果 也是無量無邊 今天 民師傳給我們 三寶 老師指點了那份玄關 他又教了口訣 口訣就是 休閒的方法 口訣呢 就是真實的意義 真正的 民師的這種 指授啊 就是在口訣裡面 那所以呢 當我們望念起的時候 我們必須透過 口訣的修行 口訣所交給我們的 那你不斷地去 這個意念他 去觀想他 去反省他 然後呢 透過口訣的力量 來降伏這個意念 降伏這種望念啊 這個就是 歸一正裡面的說法 那麼因為歸一 歸一正 正的反面 就是 邪嘛 那邪念起 邪念就是妄念 邪念就是 是非人我 當我們的 妄念起的時候 我們必須用 這個口訣 把它畫出 所以當一個人 沒有望念了 這個口訣 也就沒有了 那你可以說 讓我念阿彌陀佛 我念觀世音菩薩 可以 稱誦佛菩薩的名號 來降伏望念 這個是可以 只是說呢 我們今天修行 要認清課題 認對題目 也就是說 當令的佛是誰 他的天命的力量 有多大 那他是不是真正 能夠把我們的 這個煩惱妄想 通通淨楚 這個是天命的力量 那所以 我們今天講 這個 無知真經 老師所指授的 這個真言 那個才是 真正的 功德的力量 天命的力量 因為他有一個 天命的力量在裡面 所以呢 當你 修持這個法門的時候 那個天命的加持 是五眼佛界的 而且是 二六時宗的存在 那所以我們的 夜襲宗旨 我們的夜襲宗旨 有沒有辦法根除 就是要透過 祖師 指授的這個 真言 來把它降伏 來把它淨楚 只有透過 祖師的真言 才有辦法淨楚 所以當你念 別的佛號的時候 你只是轉境界而已 當然是 轉念頭 就已經很不錯了 可是呢 當你 碰到 夜陰果報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 這些妄念 你還是會 生起無名啊 你沒有辦法 根除 根除的方法 只有歸一正 歸一正 就是歸一真經的 這種指授 真經的力量 透過佛菩薩 透過這種祖師 得那種天命的加持 這個是我們不得不否認 現在的眾生啊 真的是鋼琴南華 這眾生是包括我們自己啊 累劫的習近 真的太嚴重了 那我們看到 最近電視 因為颱風 這些災民 他們那個憤怒的情緒 你會看到說 眾生的那個怨怒 是非常可怕的 那麼他因為 不能夠對老天憤怒 老天沒有對象 老天是公平的 老天是公平的 所以他知道了 怒而向人 向政府 向政府怨怒 那向政府怨怒 就有一個發洩的對象 有一個發洩的對象 那他就產生更大的一個怒氣 一個力量去反抗抵制 那如果說政府沒有辦法好處理 就形成一股更大的怨氣在那裡 這個是眾生 我們今天受到任何果報 如果說能夠 能夠真正做到默默承受 真正能夠這個懺悔感恩啊 那這個人的修行 真的是已經達到了 皈依正的功夫了 我們說真經 靜楚的功夫啊 無智真眼的 無智真經的力量就在這裡 那我們希望每一個人 都能夠得上民事的指授 這個是為什麼 今天大到紅掌的原因呢 那我們說 傳道的第三寶 歸於靜 我們道場講 歸於這個合同 合同 就是跟你的自信 打契約 你的願力是什麼 你要回歸的自信 的力量是什麼 你要有這個契約 這是無形的契約 無形的這種合同 那麼你要 回歸到自信 你要完全恢復到 這個親近的狀態 回歸到親近的狀態 你必須萬元放下 萬元放下 你才有辦法跟自信合 不是跟先佛合 不是跟菩薩合 必須跟你的自信合 你的自信本來是圓滿 本來是親近的狀態 那麼今天 你外放了 你執著了 你回歸自信的佛堂 回歸這個 回光返照啊 守護當前這一念 讓那個念頭 沒有偏斜掉 沒有被污染掉 那麼這個就是合同 無數的執著 無數的這個起心動念 那麼你要知道 這些都是虛幻的 你要 抱守你的合同 誠心的護住你那一念 然後呢 死死守中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要用一種 很沉浸的態度 來面對三寶 面對三寶的修行 這個層呢 是發乎你的自信 發乎那一點 這個如如不動的本體 所以你要常常 透過祷告 透過祈禱 透過科手 透過這個念佛的方式 等等的 來回歸到我們的本性 這個是合同 回歸到我們的赤子之心 這個是合同 老师 傳給我們的三寶 是這麼樣的自尊自貴 你有困難 你有障礙 甚至你有病痛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 你用這三寶 用這個自信的功夫 回歸到你那個本體 回歸到赤子之心 那麼你一切的困難 障礙 通通化出了 困難障礙都是虛幻的 你怎麼會因為虛幻而得到任何的困難障礙呢 甚至你得到身體的冰痛呢 那個都是虛幻的 都是短暫的 瞭解到說一切真的是了不可得啊 那麼你就會知道 今天佛教所講的規證 歸證 歸證 歸證的道理 所以 今天我們要以絕為師 以證為師 以證為師 把絕而不迷的道理 把他轉過來 把然而不盡的那個念頭給轉過來 把邪而不正的這樣的行為把它轉過來 那個就是跟我們的三寶合同 只有能夠在當下的這個轉 這個才是功夫的修行 所以老前人教我們要真人靜坐 當你在任何的階段 你都可以真人靜坐 把身心放下 沒有任何千殘寡 沒有恐怖 沒有顛倒妄想 你把你的念頭 守住在明詩這一詞典這個地方 所以呢 五祖 他教六祖慧能 用加沙這位 來指出金剛自信 也是在指這個地方 也是在教這個明詩的這種 真言心法 今天老前人 他告訴我們真人靜坐 你實實的來反思這個三寶的這個作用跟功夫啊 然後讓自己得到安靜坐 那我們必須把道家的發展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老子 跟孔子 幾乎是 幾乎是 幾乎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那雖然老子有很多神奇的傳說啊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們兩個是見過面的 在周朝的洛陽 這種圖書館的這種圖書館的這種圖書館 事實上呢 事實上呢 這一段的歷程啊 被後代人解讀為 新法的傳授 老子將道傳給了孔子 那麼 老子 跟孔子 是兩個不同思想的人物 你看孔子是積極入世的 他是要恢復周理 他是要解救人心的 但是老子完全不是 老子 如果從孔子的角度來看 老子呢 是消極必世的 是無所作為的 但是呢 這只是表面上的現象 事實上呢 不是這樣子 老子是聖人 這個我們沒有 沒有否認 孔子也是聖人 這個更不用懷疑 那麼一個地區 一個時段 兩個不同的領域的人 竟然呢 會相處在一起 會 聚合在一起 這個是我們值得探討的現象 那孔子 那孔子 當時 他在恢復周理 他帶了有教無類 來傳承 搖順心法 可是呢 當時孔子 一心呢 只是想要這麼做 那到底呢 他的一個中心的理念 中心的思想 他對於道的體認 到底有多少 這個就不得而知啊 但是呢 據說在 建了老子之後 孔子啊 整個人呢 豁然貫通啊 生命的學問 源源不解的 流露出來 所以他才說 一以貫之啊 那麼為什麼 同一個時代 會產生兩個聖人呢 如果說照佛教的標準 一個佛的教化區 那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那麼入世間 一個聖人的教化區 也是一樣 有大到像三千世界 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是聖人的教化區啊 那為什麼要兩個聖人 如果想想 孔子跟老子 作為上的不同 我們會發覺到說 原來 孔子跟老子 其實是一個聖人 為什麼說是一個聖人呢 因為呢 孔子啊 積極地去宣揚 這個周禮的精神 恢復搖順大統 可是呢 老子完全沒有作為 他是盡賭 莫守 他完全沒有作為 而且他的理論 他的主張 也都是告訴世人 應該回歸到最原始的那個根本 那所以如果說 孔子 是個太陽 那麼老子 就可以比喻為月亮 那日月交替 那一天之中 我們都有 太陽的普照 跟日月的朗照 所以 一個人就可以得到完全的養生 跟作息 那我們這裡必須要看清楚 也就是說老子 孔子的無為而為啊 他完全是站在 夜晚 讓人民 安頓休息 這個路線呢 來教導人民 那孔子呢 是完全站在 太陽出來了 要出外工作 好好的打拼 這樣的一個主張啊 兩個主張呢 看起來是背道而馳 完全相反了 孔子是積極的 老子好像是消極的 那如果說 我們把 日月這樣的一個精神 把它看成是一整天的話 那麼我們白天 需要太陽 晚上 需要月亮 那麼到底是晚上比較重要 還是白天比較重要呢 那你一定會說 當然白天比較重要啊 陽光普照大地 我要出門工作 萬物欣欣向榮 那所以白天 比較重要 但是想想 真的是這樣嗎 白天萬物欣欣向榮 蓬勃發展 可是呢 到了晚上 太陽下山了 月亮出來了 月亮 給予大地 一種溫柔的輔助 一種夜晚的滋潤 一種夜晚的滋潤 以及呢 這個夜間的休息啊 讓他們在第二天 更有活力 更有精神 更有充沛的這個意識啊 來面對第二天的生活 那麼這樣想起來 到底晚上重要 還是白天重要呢 那你一定會說 哎呀 這個看起來好像多重要 你看白天我們去工作 不管是在職場上 在業務場上 或者是說在工廠上 甚至大白天之下 我們這樣努力工作 請問我們要不要休息 我們可不渴望休息 是渴望 非常的渴望 而且呢 一定要休息 所以呢 我們晚上 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最主要的這個地方呢 是家 我們要回家 來修養我們的身心 補足好我們的能量 隔一天呢 再一次出發 所以 白天跟晚上 就一個人的角度來講 那都是重要的 沒有辦法分別 你說通通白天這樣也不對 通通晚上這樣也不好 那所以呢 白天跟晚上同樣重要 這個就是 陰跟陽 在我們的後天呢 通通都是重要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道理呢 可以擴及到所有的道理 所有的道理 那就是 你看 到底是 爸爸比較重要 還是媽媽比較重要 我們現在 把他認為說 媽媽就是在 家庭裡面 這個 煮好三餐 雇小孩子 雇這個家庭 所謂相夫教職 那爸爸呢 爸爸要出去工作 這個 挑起啊 一間的家祭 一家的這種 這個生活安頓 扛在肩上 這是爸爸的工作 那麼我們要問各位 在一個家庭裡面 到底是 爸爸比較重要 還是媽媽比較重要呢 這個啊 從小孩子的角度來看 也可能認為 媽媽比較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 常常跟他們在一起 媽媽都在最需要的時候 幫助他們啊 那爸爸呢 一天到晚不見人 只是 晚上出現了 白天又不見了 小孩子認為 可能媽媽比較重要 但是 小孩子長大之後 會知道說 其實爸爸也很辛苦 爸爸到外面呢 去工作去打兵 把賺來的錢 來維持生計 來提供你們的教育費 生活費 甚至大家中這種 大的事情 都是要爸爸來面對 來處理 所以這樣看起來 爸爸好像也很重要 那爸爸跟媽媽 到底誰比較重要呢 好像也沒有辦法這樣分 因為每個人 這兩個人都很重要 媽媽適時的做三餐 處理家務 可是呢 爸爸就好像那個 無形的 空氣跟水 然後供應的家庭 支持的這個家庭 那麼我們不會感激 空氣跟水 很少人會去感激 空氣跟水的 可是呢 沒有空氣跟水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空氣跟水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 那麼爸爸的角色 就有一點像是 空氣跟水的角色 沒有做眼前的麵包 是很需要 但是呢 這個麵包吃後呢 沒有空氣沒有水 你以為這個身體 也沒有辦法自在安然 那所以 爸爸媽媽都重要 這個呢 就是道家的道理 這個叫無為的道理 那無為而為呢 就是他在表現上 言語上 表現出來的 就是呢 好像是 不關心 眼前的現象 但是呢 他是找到原點 來做關心的動作 而且他的動作呢 是沒有讓人家看見的 無為而為 所以道家跟儒家 是在中國 應然而生啊 道家是完全都不用說話 他就是一個無為而為 他要講什麼話 他就是希望人 回歸到這種最原始的根本 這個就是道家 所以為什麼常常 在腦瘡的理論裡面 常常批評聖人 世間上有什麼 所謂的聖人 有所謂的賢人 君子 這些呢 都是強害人民的 的大道 聖人是大道 那他為什麼那麼講 他講的道理 是因為 人本來就是 那個圓滿的道體 人本來是 本來自善的 喔 人的良知良人是 圓陀陀光碩碩的 人的本來面目呢 是那個赤子之心的 他沒有是非對待 他沒有好壞 的分別 那道家呢 就是叫 教導人民 回歸到那個樣子 所以為什麼說 老子在最後面講 希望呢 大家呢 回歸到節省祭祀 老死不相往來 那個生活 那就是最美的生活 這個裡面是有很深的意思 如果我們不細細讀啊 很難了解 甚至呢 會被曲解 自己誤解了 這種老莊的思想 結果呢 在批評老莊 其實 道家跟儒家是一體的 只要有儒家的出現 就有道家的存在 道家永遠不出頭 所以呢 你看不到道家 但是呢 他的精神 一直都在作用 雖然你今天打的儒家的棋子 可是呢 道家永遠在這個棋子裡面 發揮作用 所以儒家 他裡面 他所講的 這個 這些 比較 比較 超乎 世間的 這種看法 譬如說他講 這個 存心養性 直中冠一 他講這些道理啊 其實呢 道家 道家 也講這樣的道理 只是用的名詞不一樣 但是他的作用呢 通通都是一樣的 那他要人 回歸到最原始的根本 他認為世間不需要聖人 他認為世間不需要聖人 不需要呢 這些 善人 君子 他說呢 天下皆之為美 美之為美啊 事而言 天下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看到這個美 認為他就是一個美的一個代表 事實上呢 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錯誤的自見啊 因為你所看到的美 其實他還有惡的種子在裡面 因為大家都把它看成是好的啊 結果呢 大家會互相的去追逐 互相的去這個讚美 甚至不斷的去傳送 這個就是美的東西 但是呢 老子說 失惡 錯了 這是不對的 這個美不叫做美啊 那他又同時舉例 天下皆之善之為善 失不善也 每一個人都認為 這個是善的 這個是好的 大家要學習的目標 學習的榜樣 當這個善 當這個善 已經有被大家認同到 這樣的一個地步的時候 那這個善呢 就已經是不善 就不是善了 它是一個 惡的現象 並不是一個善的現象 那麼這個是什麼道理 這個道理啊 充斥在整個道家的思想裡面 那就是無為 然後呢 而為 無為就是 沒有所謂的美 沒有所謂的善 因為呢 每一個都是美的 每一個都是善的 那個最原始的根本 是純然至善 當然他不講純然至善 他講赤子之心 他講了這個 恢復到本來面目 道家在中國的思想上啊 他是一個最不會跟人爭的 的一個理論 的一種思想 他同時存在 所有的思想當中 尤其是當這個思想 特別獨勝的時候 那麼道家的思想呢 總會隱含在其中 那麼 我們剛才講儒家跟道家 是同一體的 這個是最為貼切 的一個表法 因為儒家最積極 喔 中國整個思想中心 在漢武帝董仲書建議 這個 霸錯百家 獨尊辱術的時候 那麼整個中國人的思想 就是以儒家的思想 為主要的正統 但是呢 儒家思想的裡面 既富有道家的思想在裡面 這樣呢 才叫圓滿 喔 這樣才就是一個圓滿的儒家 所以道家不必凸顯 道家呢 道家呢 就在儒家裡面呢 好好的幫助儒家 那這個就是他的目的了 他不是要做教主 他不是要發展一套理論思想 他就是默默的在支持你 那就對了 那我把你認為不好不對的地方 他特別把他點出來 然後呢 不斷的 不斷的透過這種無偽的思想 把他做出來 所以儒家 在積極的應世的時候 道家 是隱然入世的 他也不是出世喔 他也不能夠叫做方外之人喔 他就是在世間 所以為什麼會有 大這個小隱隱於野 大隱隱於世 小隱就是你小小的隱居啊 是隱在山隱裡面 這個是小隱 那不是真正的隱 因為山隱都很幽靜啊 山隱都沒什麼人啊 所以你隱居在那裡 想要修得清淨 這個不是大隱 這個不是真正的隱 那他說的大隱是真正的隱 隱居在哪裡 隱居在這個鄉鎮之中 都市裡面 菜市場裡面 那個最吵雜最熱鬧的地方 在那種地方 他還是能夠 隱居起來 不受外面的干擾 心如如不動 這個是道家要告訴我們的 其實就是要這樣子 當你外面 不管你怎麼樣去爭 怎麼樣去發展 可是呢你在裡面的時候 你的心呢還是清淨無為 你的心呢還是純然不動的 這個是道家的因 所以老子為什麼出現在孔子的時代 就是老子跟孔子是一體的 你表面看到了是孔子 他在周遊列果的一面 可是呢孔子後面還有一個清淨無為的那一面 還有一份超越世間跟天感應的那一面 那一面是屬於道家 老子在補足 孔子這方面的部分 那這方面呢也不必去特別強調 不必把它認為是一個理論 他就是儒家的一部分 他就是人所需要的一個環節 這個就是道家 所以道家呢 他是一個站在這個三度空間 站在高度的立場 我們應該說四度空間 如果人是三度空間的話 那道家呢是站在四度空間 他就是好像坐飛機一樣 坐飛機然後看整個世間 那孔子呢 孔子這個是坐火車 坐火車在周遊列果 那坐火車的景觀 只能夠看到地面上的 那莊子啊老子啊 這個是飛在高山上 飛在雲端上來看整個世間 所以他們看得更清楚 那看得更清楚 他沒有批評孔子喔 他沒有批評儒家喔 因為儒家看的儒家做的都是對的 只是儒家還有一個部分呢 他沒有特別去彰顯 其實也不要彰顯 其實也不要彰顯 就是老子跟庄子 他們這一派的思想的理論啊 慢慢的去支持他 無形的去幫助他 成就他看不到的那一面 那就對了 那譬如說孔子在白天 哇不斷的去講經說法 去有教無類 去周遊列果 可是呢他晚上 他需要安養身心 那他安養身心的時候 他就是在反思 他就是在這個 跟天溝通 希望呢自己 能有更大的能力 來面見君王 面對所有的人民 那這個反思 這個自省 這種力量 就是屬於無為而為的力量 所以為什麼說 孔子跟老子是一體的 那個是有很特殊的意義 你看孔子講孝道 孔子講尊師 孔子強調呢 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人類呢只有恢復 這些社會的秩序啊 他所謂的周理啊 那麼人類的社會 才能夠達到一個 祥和 一種中和的狀態 老子不講這個 莊子不講這個 那他們為什麼不講這個呢 老子莊子 為什麼不提倡三綱五常 不提倡孝親尊師 不提倡五輪八德呢 而且甚至認為啊 這個是聖人在危害人間 所提出出來的一個理論思想 這個思想 因為太過深奧了 除非你是跟老子莊子一樣坐在飛機上 然後在俯視這個人間啊 你才有辦法清楚 為什麼老莊他們會這麼講 老莊基本上是否定孝道的 否定什麼孝親尊師的 世間的道理 他是否定的 為什麼否定 因為呢 如果無偽而偽的話 那麼你為什麼要強調孝道呢 孝道一定是沒有了 失去了你才會去強調他嘛 孝道哪需要強調 孝道是自信的流露 三綱五常五輪八德是本來人類的秩序 就是這樣子 只要是做人就是一定會這樣子 一定要這麼做 這個是老莊所要強調的那個積極面 做人子女的就是要孝順父母 這個是本來的道理 這個不需要強調 不需要強調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去告訴別人啊 你不要去這樣大呼小叫啊 大家趕快來吃三餐喔 現在飯煮好了喔 人家肚子餓了自然就會來吃人 你不用去呼叫 老子看孝道 莊子看孝道就是這樣子 儒家在那裡大聲呼叫 叫人來吃三餐 三餐不需要呼叫 孝道不需要去呼叫 只要每一個人都能夠回歸到 到他本來的樣子 本來的面目 那麼笑到自然就恢復了 人本來就要笑到 就要去守三缸行五常 這個是老子的思想 這個是真的是無為而為的思想 這個道理誰會清楚啊 現在每一個宗教都強調這個孝親尊士 在道家的修行裡面 從原始的道家 老莊這派思想 他不強調 後來道教 道家變成道教之後 他們在練這個 這個抽砍填禮啊 這個搬運大法 在練這個時候 他要去強調孝道 原始是不需要強調 不需要強調不是因為 他們不要孝道 而是因為孝道本來具足 孝道是人類本來就有的行為 那本來就有了 你就自然去做就對了嘛 所以叫做無為而為嘛 無為而為是不需要強調了 所以老莊都是需要 回到本來的面目 所以為什麼說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無明天地之死 有明萬物之母 能夠說出來的都不是道啊 用孝這個名字來稱孝這個行為 這不是常明 這已經不是孝了 所以道你要怎麼講 道就沒辦法講啊 道沒有辦法用語言 文字 甚至人類的動作去表達它 你就是好好做 那就對了 把它做出來 那就是在行動 那就是道家的無為而為 所以道家 他講感應 他說古神不死 是為玄聘 玄聘之門是為天地根 綿綿若純用之不勤啊 他講感應 感應是什麼 感應是心上 有所覺知啊 有所覺知啊 當你有感的時候呢 這個你的自信就會有印 所以這個肉體上的感 得到心靈上的印 肉體上的感是什麼 感就是你在這些無為的動作上 真正的做到無為 所以 美之為美是惡意 就是因為 這個美 當大家都認為它是美 把它定義成美的時候 這個已經是一種 惡了 它不是美 當大家都認為這個是善的時候 把它定義成 這個就是善 錯了 這個不是善 它是不善的 對道家來講 美跟善兒是自然的行為 自然的行為 就是人類信裡所發 信裡所發 所以呢你就自然會感應到你的自信 所以要怎麼敢有怎麼硬 道家的硬是 誰敢誰硬 全敢全硬 它說古神不死 古神是我們內在的那一份真神 山谷裡面的那個真神 是為玄聘 玄聘是天地根 天地的根本 一切宇宙萬物的根本 是什麼 是人的那個古神 人的那個古神跟天地 的根本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 在講一的那個道理 道家所講的一是什麼 修心戀性 抱怨守一 你看他講的一 跟 這個孔老夫子所講的一 跟釋迦摩尼佛所講的一 通通都是 一個一 都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說我們知道 我們內在的那一份 良知道體 內在那個真人 道家 把它稱為古神 古神放在人的身上 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真人 所以我們想到 澳洲的土著 在一本書叫做 《曠野的聲音》 它裡面提到 這個西洋的科學家 這些生物學家 到澳洲土著那邊 去做採訪 那採訪的有一段時間 可能在那裡住了一兩年 跟澳洲土著 最直接的接觸 然後才知道說 澳洲土著他們為什麼 自己稱為真人 把這些西洋的這些科學家 他稱為變種人 從真人所突變的這個變種人 就是現代的人 所以你看澳洲的土著 他們的那個親近心是非常高的 他們無為心是非常高的 他們自己認為是真人 那他真人 那他真人不是說看不起 這個文明的人 而是因為他們真的可以感應 隨時都可以感應 誰感誰印 我們說全感全印 他知道內在的那一份 這個良知到底 那一份靈性 那一份靈台 靈台真君 誰感誰印 那誰感誰印 所以呢 這些科學家 看到他們土著的生活方式 是很奇特的 那譬如說他們 這個不用 不用穿衣服 你看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土著 很原始的那些土著 他們幾乎都不穿衣服的 那他們稱我們現代的文明人 稱為變種人 就是因為 變種人已經弱化了 他們的能力已經弱化了 所以才需要穿衣服嘛 他說你們如果不相信的話 那麼我們現在就做個實驗 三天三夜在下雨天都不要穿衣服 我們可以活得自自在在的 那你們呢 你們有辦法活得自在嗎 不穿衣服喔 不可以躲在屋子裡面喔 你要在大自然之中生活 那麼這些西方的科學家 就跟他講沒有辦法 喔 不要說 三天啊 我看一個小時 就會出毛病了 這個就是我們現代 西的這種文明人 你看我們的 人的智慧 德能 還有向好 從釋迦摩尼佛 的視線之後啊 我們才知道說 人 人在智慧德能向好方面啊 完全的具足 那今天為什麼不具足了呢 今天不具足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變成變種人了 我們突變了 智慧缺乏了 能力缺乏了 德性缺乏了 向好也缺乏了 所有的一切呢 這個生活的能力啊 通通缺乏了 這一本書它還記載了很多事情 有一次 他們一行人 要出去打獵 結果一個土著呢 從山坡上 掉下去 掉到山谷了 掉到山谷 結果腿折斷了 這個腿折斷啊 還是那種 骨頭插出來的 那個可見性的那種骨折啊 在那裡不能動 那麼這些土著啊 趕快去請巫師 他們的醫生啊 請巫師來 巫師怎麼治療呢 也沒有用手去摸 也沒有用藥給他吃 任何工具都沒有 就是用手啊 停在他的上面 沒有摸喔 就在他的上面 就這樣安撫他 趕快回去吧 你們的這些細胞 趕快回到你們的工作崗位 就這樣一直安撫一直安撫 安撫了一兩個鐘頭之後啊 傷口不痛了 最奇怪的是 連那個凸出來的骨頭 也自動的收回去了 都沒有人拉喔 自動收回去 哇這個讓科學家 真的是 大感驚奇啊 現在還有這種醫術啊 連手碰擊到都沒有 那所以他們自身真人 真的是有他們的 的這種智慧德能 那他們說呢 如果說 他們要回去 我們說要回天去了 他們可以隨時 隨時跟天感應 喔 把他的生命的 的機能啊 把他關掉 有一個開關可以把他關掉 關掉呢 他就可以回去了 靈性就可以回去了 也就是說他們已經 生死自如了 他們可以來可以去 都是自己控制的 喔 不是業力在控制的 喔你看這種生死自在 一個人修修修修修修 修到後來還不曉得 能不能生死自在的 他們根本都沒有修 其實他們修的 才真正的是道家的功夫 無為而為的修 只是我們一般人不容易了解 那可真的是最高明的功夫 他們用感應的 每天呢透過祈禱 透過跳舞 透過唱歌 來跟天神的互相感應 互相溝通 所以他們的行為的流露 都是天神的指示 他們可以呢 心跟神已經合為一體了 人天合一了 從他們的這個視線 我們可以知道 他們真的是 就是所謂的 用古神來感應 無為而為的一個修法 我們這裡講 修心練性抱援手衣啊 修心練性 到家要怎麼樣修心 要怎麼樣練性 我們到家後來所發展的 那一套抽砍田裡 運河車的這個方式 那個是屬於作產 打坐的方式 那個是後來 一直到這個 元朝清朝 元朝明朝 才發展出來的一個修行方法 但是我們的祖師告訴我們 那個已經不是究竟之路了 也就是說現在的人 沒有辦法用作產 打坐的方式 來回歸到本來的面目 現代人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五一六成 他的這個煩惱過愛 比當時的人啊 雜亂太多了 所以現在只要修產的 只要修打坐的 一個回天的都沒有 這個是佛教的大德 他所講的 不要說 不要說沒有看到 連聽都沒有聽過 透過禪坐的回天的 聽都沒有聽過 可以知道說 現在道家 如果還是用這種方式 那麼 心法失傳了 祖師的指授也沒有了 那麼他們怎麼樣修心練性 抱援手衣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歸自然 就是呢 無為而為 修心 修心怎麼修 就是跟那個 剛才土著那個修法一樣 跟自然為一體 我們現在呢 跟自然為一體是什麼 跟自然為一體 就是跟人的自然為一體 人的自然 是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我們剛才說 道家不用強調孝道 不用強調尊師 那是因為孝道尊師都是自然 我們如果能夠回到那個自然 就自然可以孝道尊師 自然呢就可以做到三綱五常 從三綱五常 從這個五輪八德 孝親尊師之中啊 去練自己的性 眾生都是 我內在的脾氣毛病 我要把這個脾氣毛病 這些眾生把它練到 我跟他們都是一個 很圓滿的一個本體 修心是修 修我的心 修道呢跟我們的這個 古神 有互相有硬感 有感通 古神有感通 那是因為這個心呢 能夠清靜 能夠無為 然後呢通到 我們的自信佛性 自信的本體 自信的靈台 所以這是修心練心 練不是在 在你 搬氣 在你土納那邊練 我們要認清課題 所以叫做抱緣守衣 抱緣 緣就是我們的 我們那一份靈牌 我們那一份良知 抱著我們那一份良知 來守住這個一的道理 一的道理呢就是 我們在世間上的所有作為 所有的言行 通通都是從自信而發 從這個靈台 來做事 那麼靈台所做出來的事情 都是天事 都是佛心用事 那既然是這個真君真人在做事 就不會有錯誤 所做的都是天理的事情 這是抱緣守衣啊 緣是那個根本 根本的來源是什麼 我們的那個 古神啊 感應的古神啊 所以這是抱緣守衣啊 所以在道家呢 你會覺得說看他們的這個文章啊 哇你會覺得心情特別開朗 你會覺得說 哇整個那個心胸都 都打開了 好像沒有掛愛了 沒有執著了 好這個是一種 這個情境的迷藏 你要真正的去融入你才有辦法 那不是一種迷藏啊 那是真實的現象 你如果能夠像他們那麼做 那麼你可以達到那樣的境界 與天地為一體啊 喔 與整個大自然 為一規啊 這個是道家最究極的功夫啊 事實上我們說道家就是在講儒家 儒家最究極的功夫就是這樣子 喔 因為我們一直在強調 儒跟道是一體的 當你在講儒的時候 就是在講道 當你在講道的時候呢 同時又有儒的 那一份種子在裡面 喔 你不能夠離開儒家在講道 也不能夠離開道家在講儒 他們是互相作用 所以為什麼會有兩個聖人 同時出現在一個時段裡面 這個是這種原因啊 你看 佛陀在世的時候 不也是這樣嗎 喔 佛陀 釋迦牟尼佛 當時也有一個在家的佛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維摩姐居士 喔 維摩姐居士 他那個視線病體 喔 佛陀所派來的這些弟子 跟維摩姐居士行禮 都是用 對佛的行禮 喔 這個 繞佛山楂鼎禮而拜 都是用這種 行佛的禮在 這個維摩姐 可是呢 維摩姐很少人去講 大家都在稱誦 釋迦牟尼佛 很少人在稱誦 維摩姐 也是有啊 不過呢 沒有像釋迦牟尼佛 這麼普遍就是了 所以你才知道說 一個時代兩個聖人出現的用意 是在這種維妙的關係裡面 維摩姐就負責在家的居士 他就引頓起來 那佛呢 佛的根本是出世的 所以他就出來 教化眾生 你看跟中國剛好相反 孔子是出來教化眾生 老子是引在這個人群裡面 他提供五尾的這個方法 來教導世人 補足孔子在看不到這一面的 這個功夫啊 孔子到了這個 這個老子到了莊子 那更加不一樣 他更是呢 用盡各種巧思啊 也不能夠說巧思啊 就是他智慧的朗線 把他的智慧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讓世人更加的了解道家的道理 道家的那份傲子 那譬如說 老子曾經說 無所以有大患 為無有生 即無無生 無有 者無有何患 他說 我所以有大悠患 就是因為 我有這個肉體 這個肉體是我的大悠患 我自在的本性 我自在的這個動作 都被肉體限制住了 他說 即無無生 者無有何患 等到呢 我沒有這個肉體了 那麼我就再也沒有什麼悠患了 所以可見呢 老子 應該是個再來人 你看他講這句話是 佛經還沒有傳到中國 那麼佛這個老子有這樣的見知啊 那可見老子的這種智慧 已經可以說等同佛的智慧了 那麼他需要 他知道說中國人 需要用這樣的教法 用道家儒家這樣的教法 來教導 所以他講專講這個沒有人知道這一面 那肉體 肉體不是正好 就是我要在社會上 我要在這位這個國家 好好的這個立足 好好的奮鬥的一個工具嗎 但是老子卻說 這個工具啊 是我的大悠患 等到我沒有這個肉體的工具啊 我就沒有悠患了 沒有悠患了你就沒有肉體的束縛 你看我們肉體 我們這個肉體 又加了我們的四神的作用 我們呢 會 要享受 我們會做貪真吃 我們想要這個五一六成 我們會追逐明文利亞 好 那麼人跟人之間 為了眼前的利益在追逐 在鬥爭 甚至呢 互相戰爭 結果呢 人自己也被這個情緒所轉 那一份沒有憂患的自我 也被四神給拉去了 所以想想看 有時候我們的生活 我們本來是親近的 但是呢 境界線前的時候 人家不斷地攻擊的時候 你會受不了 受不了 你那個功德 就被你那個受不了 給泯滅住了 完全沒有了 結果你就去跟人家大塔住手 就迷失了真我 所以 道家講 人最大的憂患 就是因為有我啊 有我裡面 認為說這個肉體是我的啊 這個你看跟佛家講的 完全是一樣 認為這個肉體就是我 我要追逐這個功名利路 我要去追逐 欺恩子愛 追逐 五一六成的享受 追逐世間一切的榮華富貴 糟糕了 這個就是孔子的 老子的說的大憂患了 可是你如果沒有肉體 你還要想追逐什麼 你賺了這些錢要給誰花 你連花的對象都沒有了 你幹嘛要賺這些錢 那整個山兒大帝 整個天地不都是你的嗎 對啊 當人沒有這個肉體 我還要追逐什麼 所以 莊慈他用那個批語 更好笑 很有趣 有一台船 有一隻船啊 在河裡飄動 結果呢被一隻船 另外一隻船撞到 哇 那個被撞的主人就在那裡叫叫叫叫 叫那個船主人要出來 賠禮啊 賠錢啊 那船主人只好 只好做了相對的動作 該賠的就要賠 那結果這一隻船又走走走走走 走到第二次又被另外一隻船給撞到了 這個船主人非常生氣 就叫那個船主人趕快出來 結果叫了老半天 也不出來 他就開始罵 罵了老半天 也沒有人出來 沒有人出來 他就到了 把這個船靠岸 仔細看清楚 發現裡面一個人也沒有 這一條船是一隻空船啊 結果看到是一條空船 他所受的損傷 所受的這種打擊 完全都消失了 因為他根本沒有對象可以去 抒發嘛 沒有對象可以發 他只好了 自己消磨下來 你看這個預言非常好 如果說我們可以空掉 對於世間人的執著 對於世間的這種名譽 這個 各些公民富貴的執著 那麼你是不是也可以空掉你的思念 你的思想 空掉你的一切 這些追逐的動作 一切都是空嘛 一切都是無嘛 那麼你幹嘛放在心上呢 所以老莊認為 你要空掉你的思想 空掉你的頭腦 對方是沒有人的 你把所有的人當作是沒有人的 那麼你就自在了嘛 你幹嘛去跟人家爭呢 你因為有我才要跟人家爭啊 當你沒有我了 你怎麼跟人家爭呢 當對方沒有人了 你怎麼樣跟人家爭呢 沒有啊 所以 去其成心 存其真君啊 這個是奇悟論的話 去其成心啊 你原本認知的那個心啊 是錯誤的心 你要把它去掉 存其真君就是你的良知 你的本體 我們說子於自善 既然一切都是自善的 怎麼會有惡的分別呢 所以明師沒有傳到給你 你也沒有去創得這個道啊 因為道本來就在你的身上 本來就如如俱足 本來就圓滿一切 你跟大自然的沒有分別 都是這麼樣的逍遙自在啊 所以中子講逍遙有 講奇悟論 講大宗師 他講的這些標題啊 無非都是要我們回歸到那個真君 老子講古神不死 那個不生不死的那個就是我們的本體 也就是今天明師指授給我們的那一份 道體啊 如果沒有明師的指授啊 我們怎麼可以看得懂三教經典 五教聖人他們在講什麼道理啊 他們講的這麼 這麼迷惑這個 點到為止的說法 這這樣的一個 大而化之的說法 我們是看不懂啊 聽不懂啊 只有明師看得懂 那明師告訴我們 就是這裡啊 就是這個樣子啊 就是因為明師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呢 來看來印證 禍欄貫通 原來如此 那原來如此啊 這個不會嫌太晚 現代了解都還來得及 大家早安 到此從此 慘發五教聖人之奧子 我們繼續講到基督教 那基督教跟天主教 都是以同一部經典 所以他們的 所以他們的 旨意 他們的這個 上帝的 精神啊 可以說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 也試著從 新約 一部分的舊約 一部分的舊約 這個福音 來講述 有關基督教 聖人所傳下來的 奧子 跟教義 在約翰福音 在約翰福音裡面記載 他說呢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 不是借著他造的 那這句話呢 很明確的指出啊 太初有道 這個道呢 是先天之道 升天升地 升人升萬物之道 那這個道呢 是跟我們 古來的聖賢 佛菩薩所講的道 完全是一樣的 那麼也許他們用不同的 角度 不懂的言語 來切入 太初這個時間呢 就表示呢 在升天升地之前 那麼基督教 也是翻譯的經典 那當時的人 翻太初這個名字 那非常好 翻著很有道理 一切呢 都是有源頭的 有開始的 那麼那個開始的開始呢 那在每一個教義裡面 每一派的教義裡面都有講到 那個無始的根本 根本我們說 是老母 古德說道 那麼佛家當然 他講因緣 其實 所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他說道與神同在 那也就是說 升天升地之前呢 這個道呢 就是神 神跟道是在一起的 是融合在一起的 神就是道 道也就是神 那所以沒有 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所以他這個他呢 的意思很明顯 就是所謂的上帝 那他這個上帝呢 也不要去把他認為說 他這個就是基督教的上帝 或者是說他就是呢 哪一天 哪一個天的 這個天主 其實呢 不能夠這樣分 因為那個上帝呢 是一個代表的名字 那他這裡也沒有直接講上帝 他講說沒有一樣 不是藉著他造的 那可見呢 這個他呢 是指道 太初的道 這個道體啊 是升天升地 升萬物的本源 所以一切呢 都是由他而造成的 那麼基督教呢 很少講到這個 基督教的教義呢 主要都是講 神愛世人 神 博愛一切的世間 那麼很少人 基督教的精神很少在 在探究這種 根本的問題 那今天呢 我們從 這個道的理念 我們也必須去認清楚 基督教事實上呢 有他的天命存在 那麼道 變成這種肉身的樣子 來到世間 教化那個地方的眾生 那可見呢 道是無處不在的 道是 但是 對於每一個 時空的人 的眾生啊 通通都是需要 去照顧道 那麼其實如果沒有道的照顧 那也就沒有那個地方的眾生 那所以呢 今天 今天 某一個地方的民眾 他迷了 他不了解了 他不知道神的存在了 所以呢 上帝 派了他的獨生子 來到人世間 變成人的樣子 來告訴你們 你們的家 是在天堂 天堂那裡 有一個天主 有一個上帝的存在 你們都要依止上帝啊 那麼這是 基督 來到人間 所要告訴人們 一個最主要的 一個核心 那基督教在說 創人 他是怎麼創人 他說呢 在創世紀裡面講到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那我這句話呢 細細思索 真的是裡面 有特別的味道 這個土啊 神用土來造人 可是造的人呢 他是還不是人 因為他裡面呢 沒有那個靈的存在 沒有上帝的分身啊 所以他就把 上帝的這個氣啊 吹入他的鼻孔 他就成了有靈的人 你看吹入他的鼻孔 那是不是跟我們今天 明師所傳給我們的道 是很類似的 那麼如果人 也有這個上帝的分靈 那麼這個靈 出入的地方 應該就是他所說的 鼻孔 鼻孔的位置 那是不是真的鼻孔呢 那我們求過道的人 自然就知道 那經過鼻孔之後 他就成了有靈的人 所以有靈 不是靈在 你會講會動 那個靈在呢 他內在有一個靈性 這個靈性呢 是上帝的化身 那所以他說 眼睛 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如果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如果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裡頭的光肉黑暗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所以他這裡講到 內在的黑暗 一切都黑暗了 當人的心 是處於污佐的 是處於這種迷惘的 那麼他的這個 看到的這個世界 也就是這樣子 就是污佐不堪 就是呢 黑暗無光啊 那麼這有點像呢 這個現代的人心啊 當他處在 貪嗔痴 處在貪這個沙盜影的環境 環境裡面啊 他所看到的整個世間 就是這樣子 互相仇視 互相鬥爭 互相呢 這個 謀取對方的利益 人人以利為主要的訴求 那這就是 這個就是 那麼想想我們 現在的社會 那最近因為 莫拉克颱風的影響 那麼造成了中南部 很多這個山區的部落 生命財產嚴重的這個回損 那到現在呢 到底有多少條人命 這個損 傷亡 死亡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這可見呢 他這個力量是可怕 那麼 那麼 在這個災區 我們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一個真相 那就是呢 民間的力量非常的大 我們今天呢 有了這個災難 民間的這個救助 救資的這個物資啊 救助的人員就馬上進駐 甚至呢那個財力呢 也馬上呢 匯集進來 多到呢 還不曉得什麼統籌分配 那你看民間的這個 善心人士啊 那是非常的多 那麼看到這樣的一個 景象啊 我們會發現到說 台灣是很有希望的 台灣呢 的前途啊 是美好的 雖然說 在政府 救災上面呢 很多的民眾 有所抱怨 可是呢 其他地方的人 卻補足了 政府這一方面的不足 那如果說 民間的這個民眾的力量 給予 各種的關懷 那麼我們災區的民眾啊 就應該呢 存著感恩 存著一個 感謝天地 感謝 百姓人民 這樣的一個心啊 來繼續他們未來的生活 那麼這個才叫做 光明的 那如果 如果你今天 還身處在 那種 土石流的陰影 那種風災的 破壞之中啊 家人的死亡之中啊 那麼你就是黑暗的 你的眼睛就沒有亮 也就是說你還在 在 米的狀態 那麼 這個光明的狀態是 瞭解到 一切的事項啊 都是 自己的夜陰果爆所造成的 不要向外面去找拿 一切呢 都是自己造成的 所謂的自作自壽 那麼自作自壽的道理呢 不能夠透過別人來講 必須自己去悟 因為別人講這種道理 肯定呢 災民聽不進去 而且呢 災民呢會以為你幸災樂禍 會以為你沒有愛心 但是如果想想 在這個山區部落裡面 很多人是信奉基督教的 那基督教的精神裡面 他的教育裡面 就有很多這樣的指示 那所以眼睛是身上的燈 你必須把眼睛點亮 但是呢 我們必須說啊 基督教裡面 他沒有迷思 在點燈啊 那沒有迷思怎麼辦呢 那也沒關係啊 你只要好好的在基督教的教育裡面 用心的羞恥 就是 你最後還是會找到迷思 甚至說 迷思還是會找到你 你會點上 你的這個身上的燈 你那一份這個 光明的靈性啊 會從眼睛 這樣透發出來 所以你的眼睛是亮亮的 全身就光明 我們知道眼睛 並不是看的 我們看到東西 並不是用眼睛來看 而是用什麼呢 用我們的大腦 這個是解剖學上的一個理論 那眼睛只是工具 就好像我們拿著望眼鏡 看到遠的地方 那個可以看到遠的地方的那個看 是從望眼鏡 但是呢 看到的那個看 卻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人 人在看 不是望眼鏡在看 那同樣的道理 也不是眼鏡在看 是大腦在看 那真正的了解了 其實也不是大腦在看 是我們的這個靈 靈在看 我們剛才講 他就成為有靈的人 有靈的人 他才可以看 有這個靈之後呢 你才能夠分別 你才能夠射受 你才能夠知道 你所看到的一切 所以這個看呢 如果悟到看了根性的話 其實呢 眼根的根性 就是我們的靈性 靈性使你看了 那個上帝使你看了 不是你眼睛在看 這一點呢 我們必須呢 慢慢的來體正它 去了解它 你悟了 那麼你眼睛瞭亮了 全世界就光明了 天堂就在你眼前 那所以說 我們呼籲啊 所有的人 不要再謾罵了 不要再批評了 也不要再要求了 一切呢 就是默默的做 默默的做就對了 你說政府就在不利 那麼從以前到現在 政府都是就在不利 從這個封建時代 皇帝就在立了嗎 也不見了 那皇帝那個那個時代 更是呢 就在不利啊 他沒有重型機具 他沒有現代的資訊 更不可能的照顧到每一個 村落的百姓 那你想想 那你想想 我們以前 古時候 面對這種天災地變 那麼皇帝是怎麼處理的 政府單位是怎麼處理的 其實啊 一仔細對照之下 才知道 他們以前 的處理方式 就是呢 視萬物為除狗 這個是老子道德經裡面的話 把萬物當作除狗一樣 那麼除狗當然就是 路邊的野狗也可以 沒有用的狗也可以 只做的狗也可以 反正呢 就是不值得 我重視了一個生命 那麼天地為什麼 以萬物為除狗呢 那其實呢 就是 人心自作自獸的結果 在那個時候的人民 他能夠運政府嗎 他能夠 有一個兇手 可以來代替他的子獸嗎 沒有 那以前的政府官員 難道都沒有責任嗎 政府官員有責任 但是呢 人們知道政府官員 他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制 儘管到現在科技發達 可是呢 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有他的一個體制 有他的一個救災的層次啊 他也沒有辦法 時時顧及到每一個時刻 每一個人 那你怎麼 怎麼要怪政府呢 那麼 為什麼別人呢 不會受到這種天災地變 而我們這些人 這些住在山區的人 特別容易受到這種天災地變 其實想一想這一切呢 都是有他的一個因果現象 那我 支柱在牽絲啊 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啊 一切呢 都是有那條線在牽引著 那今天受到了夜報 我們就不能夠再迷惑了 就應該覺醒起來 覺醒起來就是 點亮你眼睛那個燈 把你發 全身啊發放光明 只有你自己發放光明了 那麼你的這個世界 你的前途 你的部落 才有可能光明 這個是基督教 教義裡面要告訴我們 所以不是等你呢 吃得飽睡得足 穿得暖 你才有 所謂的愛心去愛護別人 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隨時處在 那種受災受苦的狀態啊 來發出那一份 博愛的心啊 那這個呢 才是基督教愛的真意 所以基督教講博愛 博愛是沒有對待的 沒有是非耶 也沒有對錯 博愛裡面沒有任何個人的感情 也就是說沒有個人的起心動念 沒有自私自利 沒有明文立揚 一切呢 一切呢 都不是為了我個人 而愛的 那麼這一份愛呢 基督教就稱為博愛 那佛家呢 稱為慈悲 那儒家呢 就稱為仁愛 親愛 所以這個愛的定義 他的精神都是一樣的 當這個愛呢 有了起心動念 有了自私自利 那麼這個愛呢 就變成狭隘的一種小愛 那不是基督的精神 也不是聖賢人的精神 所以今天我們要找基督 希望他趕快來救度世間的苦難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 去到神的國度 得到永恆的勒受 但是你必須想想 你的心調整好了嗎 我們要去一個國家 不管說旅遊也好 不管說 談生意也好 做什麼目的都好 你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 你事先要做準備 你不可能說要去就去了 那麼我們要到神的國度 必然呢 要做呢 神指示的準備 那神指示的是什麼 神指示了 他說呢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子 斷不能夠進天國之門 這個是耶穌基督的指示 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 要回轉 回轉 回轉是什麼 我們說回頭諸惡莫作 勉勵眾善奉行 要斷惡修善 要從呢 要從呢 這個改過 向善 做起 如果還繼續的造惡 那就是迷 迷媚 繼續的迷媚 就是繼續的黑暗 繼續的沉淪 那所以我們是世間 現代的現象 天災地變頻繁 這個 人禍 搶劫 詐騙的 每天都有 殺人 自殺的 每天都在上演 這個呢 就是 人性不知道回轉 回轉 是要從 斷惡修善 來開始做起 從破米開悟 來做起 從轉凡成聖來做起 這個才是回轉 所以我們 上次講過改惡向善 改惡向善的道理 就是要我們回轉 那馬太福音 他這裡告訴我們 你們如果不回轉 變成小孩子那個樣子 你看 他說要我們回轉到 小孩子那個樣子 小孩子是什麼樣子 這相信我們都很清楚 他所說的小孩子 是在沒有分別執著 沒有對待 沒有妄想的那個狀態 所以你看我們的赤子之心 那個小孩子 他跟 這個父母親的關係 是不是這樣子 那麼在他的眼中 他所看到的一切 大家都是良善的 大家都是慈愛的 大家都對他非常好 那麼他依戀的對象 父母親 尤其是母親 很怕了母親不要他 所以不管母親 怎麼樣指責他 他都呢 要黏著母親 那麼在他那種沒有 這個對待 沒有是非人物的狀態之下 那個就是小孩子的心 就是赤子之心 所以耶穌基督這裡告訴我們 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子 你看這句話 是多麼充滿玄機啊 所以基督教裡面有很多天機啊 必須透過人來悟 必須透過人來講 我們才會知道 我們怎麼可能變成小孩子的樣子呢 那麼要進天國之門 要變成小孩子的那個樣子 那麼小孩子不是在這個 形象上的小孩子 我們儒家講赤子之心啊 佛家講呢 沒有是非人物 那個狀態 那個狀態呢 那屬於純然至善 所以天堂 是至善的人 那佛經講 善男子善女人 這樣的人啊 他才有資格 進入天堂的國度 那他又講 不背著十字架跟著 跟從我著 不配做我的門徒 你看我們都知道 耶穌基督被定死在十字架 那麼被定死之後啊 他又視現重生的樣子 然後再回去 那他這個 到底裡面有什麼含義呢 當時啊 耶穌在背著十字架的時候 羅馬人要處置他的時候 叫他自己背著十字架 然後呢沿途 經過城鎮 經過人民所住的街道 那麼每一個人 都知道耶穌基督 要被 處置了 要受刑了 所以呢 每一個人都 夾案來 來相送啊 看著耶穌基督的樣子 有的人呢 希望耶穌基督的影子啊 能夠呢 披印到自己的身體 所以就躲在耶穌基督的影子之下 就好像我們今天 馬祖在繞境 希望呢 能夠 在馬祖的這個教下 被照過一樣 那當時呢 耶穌顯了一個大神基啊 凡是在他的 與你辟印之下的人 他的病情都好了 尤其是當時的麻風病啊 是不治之症 麻風病也好了 沒有信心的人 也有信心的 那所以他陪著十字架跟從我 那麼你今天 也要陪著十字架跟從 耶穌基督 那十字架 的解釋啊 只有 真正悟道的人啊 才可以解釋得清楚 耶穌基督在 受刑的時候 同時有兩個犯人 也被盯上了十字架 那麼中間呢 剛好就是耶穌基督 你看這個丁基的顯示啊 這個已經很明顯的告訴世人 那麼真主 是耶穌基督 那旁邊呢 這兩個盜賊啊 兩個犯人 就是小人的代表 那三個人同時被盯上十字架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這個真主人啊 跟這兩個小人 同時死掉了 同時被盯上十字架了 但是真主人啊 又立刻復生了 這可見真主人是不會死的 喔 耶穌的重生 他的意義呢 代表了一個很深層的 一個現象 那就是生命不死 靈性不死 喔 真主人被 這個小人害死了 那小人呢 也跟著死了 但是呢 真主人 後來又復活了 復活 所以你看 我們的這個十字架 人身上的十字架 那就是 中間的那個就是真主人 就是我們的真神 我們唯一的真神 這個神呢 是通 通天通地通萬物 跟上帝是感通的 跟老母是感通的 跟所有的萬物都是感通的 那麼你不背起這個十字架 你怎麼認識你身上的真主人呢 所以耶穌這個真主人的意思啊 是表示我們內在的那個神性 我們剛才講道與神同在 那麼我內在的那個 所以 的基督 就是神 就是道 所以我也有道 那雖然呢 基督教他本身 並不同意這種說法 甚至呢 他們根本 不認為有這樣的說法 可是真正物 了解的人 我們知道十字架 那絕對不是他們手中 所畫出來的 所做出來的那個十字架 而是內在的十字架 那麼這個內在的十字架呢 並不是代表一切的罪惡 一切的負擔 與一切的苦難 不是啊 而是什麼 而是呢 永恆的生命 那個永恆的生命啊 才是真正十字架的價值 永恆的生命呢 你必須呢 把旁邊兩個小人 先把它去除掉 旁邊的小人去除了 那麼我們才有機會啊 說我們能夠得到真的主人 因為小人佔據了十字架的位置 真正十字架的位置 只有真神 只有真主人 在住了 那麼想想我們內在的那個十字架 是不是我們唯一的真神 住在裡面 我們唯一的真神 他是通天通地通萬物 與一切性格呢 無所不通 所以呢 他寥寥分明 他可以來去自如 所以耶穌基督呢 他呢 很自在的上了十字架 很甘心的上了十字架 他用他的寶血 來洗淨人 人世間的成功 誤會 他希望呢 藉著他的犧牲 來喚醒大家的覺知 那麼我們知道耶穌 耶穌並沒有死 神 他的復活呢 是一種 表法 這種表法呢 讓我們知道說 靈性是不死的 他隨時會 會 再活過來 會存在我們的身邊 甚至呢 耶穌基督呢 一直都在人民的身邊 只是呢 我們沒有看到他的形象 沒有看到他的肉體 那麼總認為呢 耶穌基督已經 離我們而去 那麼如果說 神也住在我的裡面的話 那麼耶穌基督 他怎麼可能離我而走呢 你看有一個人 對於耶穌基督 非常的信仰 非常的祈求 能夠見耶穌基督一面 那他就呢 每天不斷的禱告 希望呢耶穌基督呢 能夠呢清理 顯像的讓他見一面 跟他談談話 那後來 不曉得用什麼方式 就是耶穌基督答應他了 答應他 那他就說 要請耶穌基督吃中餐 特地呢在他們家呢 辦宴席 恭請耶穌基督的大家 來光臨啊 你看說我們說歡迎光臨 歡迎這個光來臨 這個光是誰 光就是我們內在的真主人 光是耶穌基督啊 光是神啊 光是道啊 所以我們內在的那個神與道啊 具足在我們身邊啊 大家在說歡迎光臨的時候 是歡迎我這個主人 我這個真主人 來到啊 那麼這個人呢 也是歡迎光臨 大白宴席啊 來邀請耶穌基督 那那一天的中餐啊 十二點快到了 還沒有看到耶穌基督的人影 這個主人呢 很擔心啊 因為他也請了 各地方的 名人啊 這些富商啊 他說耶穌基督答應我 今天要來復宴啊 結果呢 他是不是 忘記了 那耶穌基督如果沒有來 他不就 好像是騙大家了 他就很擔心啊 結果十二點還沒有到的時候啊 有一隻狗 出現在他們的宴席之中 但是沒有人理會這隻狗 那麼這隻狗呢 走到了宴席啊 看到呢 時間已經快到了 大家也沒有理會他 他就呢 把宴席上的東西呢 大口大口的吃起來了 他跳上宴席桌啊 吃著他喜歡的東西啊 不斷的吃啊 結果呢 這個 復人看到了 看到一隻狗 在吃這個宴席啊 哇 就非常生氣 拿了掃帚啊 就打那隻狗 那狗就趕快跑啊 但是趕快跑 還是沒有 跑得過 復人的掃帚 被打斷了左腿 被打斷了左腿啊 結果呢 這個婦人呢 這個人呢 這個人就一直等耶穌基督 到底什麼時候來 十二點鐘已經超過去了 耶穌基督還是沒有來 怎麼辦 只好 只好散會啊 因為宴席也被這隻狗 搞得亂七八糟了 那這個人呢 就非常失望 再去跟耶穌基督 禀報啊 哎呀 說神啊 你老人家 答應我了 怎麼沒有來啊 讓我很失望啊 那這個 耶穌基督呢 又不曉得用什麼方式跟他講 說 有啊 我有去啊 我有去參加你的宴會啊 那個人說 沒有啊 我根本就沒有看到你 怎麼沒有看到我 你不但看到我 還叫人家拿掃帚把我的腿打斷了 把我趕走 這個人一天就非常的驚訝說 沒有啊 我們只有打了一隻狗 從來沒有看到耶穌真神啊 那個耶穌才說啊 那隻狗就是我啊 這個這個人啊 一聽啊 大驚失色 怎麼耶穌會變成狗的模樣來參加宴會呢 這個神才跟他講啊 神在萬物之中 神無所不在啊 你要把那隻狗 當作像神一樣服侍我 那就對了 那麼這可能是一個預言故事 我們從這個預言故事啊 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耶穌基督不是那個肉體 不是那個形象啊 而是呢 那一份精神 那一份大愛 所以在耶穌的教育裡面啊 他呢 無所不在的 這個耳敵面命的教導我們 一定要呢 愛一切的人 所以說神愛世人 那麼這句話呢 就成了基督教最經典的話了 神愛世人 但是呢 這個 這個牧師啊 基督教徒啊 知道說 神會愛他們 所以呢 他們呢 在他們的觀念裡面呢 非常的固執 非常的堅持 神會愛他們 但是呢 他們把這句話呢 完全理解錯了 因為呢 神愛世人 並不是說神愛基督徒啊 神當然也愛基督徒啊 可是呢 基督徒不愛世人 基督徒只愛神啊 所以世人都不愛基督徒 那世人不愛基督徒 神愛世人啊 所以變成說呢 世人愛神 神愛世人 不愛基督徒 這中間呢 跟基督徒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所以我們知道 基督教啊 在耶穌過後啊 他的這個 所謂的正法 相法 所謂的末法 就是非常的快速 你看基督教 也有演變成這個宗教的戰爭 也有演變成這種 自己的 自己的宗教 所以變成說呢 在這個神 的教化之中啊 已經完全扭曲了這個神的旨意啊 基督教徒啊 自己扭曲了神的旨意啊 所以彼此互相不能夠相容 那麼 對於世人啊 他更是呢 沒有辦法用博愛的心 來寬容 來關懷他們 因為呢 他們只為神做事 神叫他們做了 他才做 神不叫他們做了 他們就不會做 那麼他們 神的旨意呢 是自己解釋的 完全沒有了解神的旨意 譬如說 這個耶穌他講到 你們要進窄門 因為呢 引到滅亡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窄的人也少 那麼這句話呢 他的天機是什麼 那一般人的理解 就是說要上天堂 比較難 那要進地獄呢 比較快 那麼 造善的人 少 作惡的人多 所以上天堂的人少 其實這個解釋呢 應該不是上 上帝的旨意 不是耶穌的精神 那麼我們 得到明師的指授 我們知道 明師的指授 就是在講這個 他這句話呢 就是印證 明師的這個 一指 你看你要進窄門 要進窄門 你才能夠得到永生啊 你要登堂入世啊 你看登堂入世這條路 是很窄的 我們古大德 赤獻給我們的 要知道 祖師西來義啊 那都是單傳毒獸啊 哪有那麼簡單 所以 要得到這個 耶穌基督的真傳啊 沒有那麼簡單啊 所以你看在 基督教的新約 聖經裡面 有所謂的聖保羅 那麼聖保羅 他可以 他雖然沒有跟過 耶穌啊 但是他從耶穌的這個教義啊 了解到 這個耶穌的精神 所以他留下來了 這些書啊 也變成 這個聖經裡面的一部分 那他這個是真實圖啊 然後他說呢 要進窄門 要進窄門 就是 你要真正的體悟到 耶穌 他所傳的這個奧子 他這個奧子是什麼 奧子就是 對待每一個 眾生 每一個萬物 那麼你都是用不愛的 你不是只有神愛世人 這個基督教愛神 基督教愛神沒有 沒有意義 你只愛耶穌 可是呢 你不愛世人 所以 世人呢 你不是 批評 你不是呢 指責 不然呢 就是不關心他 但是呢 這不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要你愛世人 不是叫你愛耶穌 那麼我們愛世人 所以耶穌基督也愛我 耶穌基督愛我 他不愛基督教徒 所以基督教的這個發展 總是呢 在我們台灣地區 或者是華人地區呢 總是呢有他的限制 限制在哪裡 限制就在這裡 就是他們只愛神 他不愛世人 他愛世人是用有標準的 有對待的愛 那是世間的明文立揚的愛 自私自利的愛 所以耶穌的這個不愛的精神 他是何其的寬廣 何其的無限 你對於 整個天地的 一草一木 一隻蟑螂一隻螞蟻 你都要愛 這個才是神的精神 那這個精神呢 非常的精細 非常的微妙 你必須真正落實了 你才有辦法了解 耶穌基督的一個教義 那所以說 神的果在哪裡 路加福音裡面 他說呢 神的果到來 不是眼睛所能見到的 人也沒有辦法說 人也說不得 看哪在這裡 看哪在那裡 那都不對 因為神的果就在你們的中間 他說神的果 不是你說的那個樣子 也不是你眼睛看得到了 在那裡在那裡 在這裡 都不是 神的果就在你們的中間 那你們的中間在哪裡 這個我們求過道的就很知道 就很清楚 我們接受聖靈與火施洗的人 就很清楚 那你會說 耶穌基督用水跟我們施洗啊 是 耶穌基督當時是為 用水跟人家施洗 但是 是 末法施洗的耶穌基督 他現在是用聖靈跟火 來施洗 他真正的指出 神的 國度在我們裡面 神就在我們的裡面 喔 就在我們人的中間 中間他不是說 你跟我的中間 而是人 人的中間 靈的裡面啊 他的意思是這個 所以耶穌基督 他要不斷的告訴世人 神在你的裡面 所以 神 他愛世人 你必須呢 聽從神的旨意來愛世人 你必須把神的這個愛啊 把它擴及到無量無邊 那麼我們知道 在基督教 天主教 他們在世界各地 天遠的地區啊 做到了慈善的事業 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所有的宗教裡面 大概也是只有基督教 天主教做得最好 那麼為什麼我們這個最近 莫拉克颱風 受難的這些原住民 他們信奉的大 大都是 基督教 天主教 那因為我們自己 也不曉得 基督教跟天主教 為什麼要這樣分 當然我 當然是有他的 時間因有啊 可是呢 一般的人並不了解 其實呢 在我們說來 武教聖人的奧子 武教的這個 這個基督教 天主教是 就是同一個教義 那麼這些原住民呢 他們受到神的關懷 受到神的旨意 藉由這些教士啊 傳教士 這些牧師啊 來傳導神的旨意 但是呢 畢竟呢 他們是做一種教化的功夫啊 他們已經沒有道的精髓在裡面 所以神就是道的精神 已經看不到了 那麼他們聽從神的旨意 來到這個偏遠的地區 來愛護這些偏遠的地區的人民 凡是相信了就 相信了就給他各種生活資料 不相信了呢 當然就沒有辦法照顧 所以這樣的精神呢 就沒有辦法廣集 沒有辦法擴充 所以呢 基督教在這個台灣地區 在漢人的世界裡面啊 他的這個普及度啊 是有限的 有限的原因呢 是因為教徒呢 自己把神的意識呢 把它局限住了 這個局限呢 造成神的旨意啊 沒有辦法 落實到每一個地方 那他說神的國度 就在這裡 就在你們中間 這個在你們中間 誰會曉得啊 到底是在誰的中間呢 那麼如果說今天不是民事 來傳道給我們 我們真的也沒有辦法了解 耶穌基督所講的這些話 他裡面的一些天機 要怎麼樣去 去詮釋他 神愛是人 神是博愛的 你看這個愛 各家各派都講愛 那各家各派的愛呢 他有不同的切入點 那基督教所講的博愛 那就是一種 沒有範圍的愛 這個佛家講的慈悲 慈悲也是 沒有範圍的愛 儒家是入世間的愛 他講親愛 那儒家呢 因為呢他體積到 人的那個有限性 所以他必須呢 從親親而人民 人民而愛物 這樣的一個方法做起 那這個是也是很實在的做法 那畢竟別人的小孩 跟自己的小孩 如果兩相對照之下 你還是會先照顧自己的小孩 再擴起到別人的小孩 這個是人性 那麽 耶穌基督的博愛 他雖然講到每一個人都要愛 但是呢 透過做法 透過做法你必須 遵從這種世間人的愛的做法 當然這個外國人 來到本國傳教 那他就可以不必這樣子 這個就是博愛 那當有一天我們也變成傳教士 我們也變成了這個傳道徒 那麽我們對於世間的小孩 也是沒有差別的愛 可是呢 對於自己生的小孩 那一方 這個血濃於水的那種愛 你畢竟呢 還是區別的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人 但是那個沒關係 基督教講的 這個博愛跟這個愛 跟這個親愛的愛 它是一點也不違背 一點也不衝突 我們盡神的旨意把這種博愛的愛把它做好 所以神愛世人 我們就需要去愛世人 沒有貧富貴賤 任何人都可以受到神的關愛 神的關愛是要透過神 透過人的這個關懷 透過人的關心 透過人的這個問候 領受到神的那份愛就在裡面 這個是基督教要教我們的 所以基督教裡面 這個聖經裡面 如果你有心去看 你會發覺到說 哇裡面的這個內容 可以說與我心有七七焉啊 那浩雪有幸啊 在工作期間呢 因為先前做過那個 所謂的工作 那所謂的工作沒有事的時候 就坐在那裡看 就選擇看到聖經 看著聖經啊 從第一個字看到這個字啊 才知道基督教的精神 他真的是 跟武教的這個教主的精神啊 沒有差別 雖然他用的言語 他用的這個方式啊 他用的這個方式啊 跟其他教的不同 可是他的哀能 通通都是一樣的 那麼在啟示錄裡面 他講到了一段話 他說呢 聖靈向眾教會 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聖的我必將那 引成的Mana 賜給他 並賜給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著新名 新的名字 除了他領受的以外 沒有人 能認識 你看啟示錄 他裡面就有很多 不可解的天機啊 那這個真的有點像神話 那他這段話呢 那更是沒有人聽得懂 那求過三寶的人 這句話呢 就深有同感 有耳朵的就應當聽 聽什麼 聽那個老師 聽那個神啊 所傳給你的那個 密宗 的密語是什麼 他的密語是Mana Mana 那Mana是什麼意思 我們大概也不得得 不可而得知 那就這個 不能得知的就是一句密語啊 從這個密語裡面啊 你就好好的去參入 好好的去修正 有一天你就懂了 就好像明師傳給我們的 無字真經 無字真經 你慢慢去體會 當你的真人驚錯的時候 無字真經你就可以了 隨時提起來 那麼用到呢 你用而不用 不用而用 也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 行住作物 你都能夠朗現出 那個無字真經的真意啊 會發覺到說 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無所不包的那個 無所不包的那個 永恆的存在 自信迷樂 迷樂的精神 我們知道迷樂是未來 要長教的未來佛 那麼迷樂呢 他本身的意思 就是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無所不包啊 那麼沒有時空 沒有限制 所有的一切 通通包括在裡面 那麼你怎麼樣跟迷樂溝通呢 那基督教講 Mana 透過Mana來溝通 Mana就是無字真經 他們當時 所傳的無字真經 那麼其實 通了之後什麼都通了 我們雖然不曉得 當時他們的這些教徒 有多少人通了 但是呢 回歸到那個根源處啊 發現到說通通都是一樣的 法法相通啊 所謂法爾如釋 那他說呢 會釋給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的新名字 除了領受的以外 沒有人能認識 除了拿了那塊白石 寫新名字的人 沒有人能夠認識 那新名字是誰 Mana又是什麼意思 那這裡面的天基啊 我相信我們求過道的人 會體悟出來 那可見呢 基督教裡面也有三寶 你看耶穌基督 他在傳合同的時候 是按手印的 你要在額頭上有蓋章的人 額頭上有蓋章的人 那這個人呢 他可以躲過這個天災地變 躲過災節 沒有蓋手印的 他會遭受到災節 那麼可見蓋手印的人啊 你又必須知道十字架的精神 你就必須去實踐神愛世人 他的一個教義 他的一個實質的精神 所以基督教裡面 重實質 不重外在 那實質才是基督的精神 那實質就是表現在 我們這些傳教士裡面 他們的言行之中 所以你們要不斷地去研究 研究到後面 你才知道說 基督教的精神 佛教的精神 跟其他各家各派的精神 通通沒有分別 他說呢 誰受洗就能夠逃 誰說受洗就能夠逃避上帝的憤怒 你們該以行動 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悔改 這句話講得好啊 不是受洗就能夠 逃避上帝的憤怒 上帝的憤怒是指 天災地變的來臨 那不是受洗的人就可以逃避了 所以要用行動證明 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悔改 悔改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斷惡修戰 破米開悟 要轉凡成聖 這才是真正的悔改 從今天以後 你不會再做不義的事情 你不會再說不該說的話 你要完全的接受 上帝的洗禮 讓上帝的靈 跟你的靈合而為一 用火把你過去的罪業通通 燒除掉 所以你這個才叫真正的悔改 基督教 天主教透過祈禱的方式 跟神溝通 那麼祈禱呢 就是一種心靈的修煉 我們也希望 每一個人 能夠常常用祈禱 來跟天地溝通 跟神明溝通 跟我們的自信 溝通 如果說自信 本質具足 至今能生萬法的話 那麼一切的問題 都在自信裡面找到答案 這個就是 基督教要告訴我們的 所以 把以前的過錯 把以前的無知 通通通拋捨掉 從今天起 開始做神的傳人 基督的傳人 那麼你就真正的落實 基督教的教義 大家早安 今天呢 我們 試著 來解釋 伊斯蘭教 回教的教義 回教的聖人 穆罕默德 他創立的 回教了這樣的一個 體系 跟文化環境 那成為 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大教 那回教現在呢 有越來越多人信仰的趨勢 所以可見呢 穆罕默德的信仰 那在全世界 是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那回教的教義呢 也得到很多人的肯定 繼續呢 要信守奉行 那如果說 回教 那是五教之一的 的話呢 那麼他就是道的一個支流 五教的聖人 來將道 配合著各地的文化環境 生活方式 以及呢 民主情感 來創立 他們的宗教 來讓他們呢 接受神的旨意 接受神的指導 最後呢 進入神的國度 那這個呢 是 五教啊 他們會各自發展成 一個宗派的道理 那伊斯蘭教 它的翻譯的名詞 就是叫伊斯蘭 那伊斯蘭呢 這個是阿拉伯的文詞啊 阿拉伯話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順從 歸順 這個安寧 和平 等等呢 完全服從真主的旨意啊 那回教的信仰呢 非常的堅定 他們只相信一位神 那這一位神呢 是獨一無二的 是萬能主宰 那麼這樣的一個信仰啊 就形成他們內在 一股很大的動力 那 我們如果印證其他的教 他會跟其他的教派 有異曲同工之廟 那所以回教呢 成為一個大教 也是有他的這個必然的原因啊 那我們說伊斯蘭教 為什麼我們又叫回教呢 這回教大概是只有中國人 在叫回教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伊斯蘭教 在唐朝 大概是玄宗那個年代 因為安史之亂啊 傳到了中國西北方的一個民族 叫做回和 那麼回和這個民族啊 堅定的信仰 那所以後來呢 那所以後來呢 伊斯蘭教又把他稱為 回教 那麼這個是有他的歷史淵源 那伊斯蘭的信徒 統稱叫做穆斯林啊 所以穆斯林 這個字呢也是出自於阿拉伯文 代表的歸信 這個順從真主命令的人 所以如果沒有信從 沒有歸順 真主命令的人啊 那他雖然加入回教 但是呢也不能夠叫做穆斯林 那意思就是說 他也不是真正的信徒 那所以你看世間 各家各派的宗教 其實那個信是很重要 信仰真主啊 信仰你那個心中 你所最渴望最嚮往的 那個唯一的真神 那麼如果說這個真神的信仰 已經監禁到這種牢不可破 監禁到呢 你充滿信願 那麼這個真神呢 就會在我們內在 產現出無比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呢 會跟我們內在的這個信念 喔 生生相通啊 這個相通呢 其實就是我們內在的自信 被喚醒的 那內在自信喚醒的呢 那麼神性就同時 產生在我們的內在裡面 我們是神的一個化身 那因為神創造了天地萬物 所以我們也是神的一個部分 那可以見呢 回教 他們只要一信啊 他們都非常虔誠 那伊斯蘭教 他們的寺廟 在歷史上 叫做清真寺 那清真 清真這個字啊 就有很深的意義 你看清是屬於清淨心 我們一切呢 這個自信的源頭啊 都是清清淨淨的 都是呢 存染無瑕的 所以叫清真 真就是不違 毫無作作 所以當我們自信流露的時候呢 那一份清淨無染的作用 那是可以 可以 迫及到 所謂的羽界 這個三界十方 那麼這個三界十方的 所有的一切 被神所創造的 這些萬事萬物啊 那既然都是有神性在裡面 那麼我們也自然可以跟它感通 透過這個 我們內在的神性啊 我們感通到所有的神 這個物質上的神性啊 原來跟我都是同一個來源 那同一個來源 當然就是阿拉 這個真主 所以阿拉呢是至高無上的 獨一無二的 這樣的一個真主 那包括穆罕默德 他也是阿拉的一個使者 來傳遞阿拉的訊息 這個我們會陸續講到 我們來說 這個回教的六大信條 那他的 六大信條 就是第一個 信真主 獨一無二 第二個信天使 第三個信經典 第四個呢 信使者 第五個信復生日 第六個信乾定 想要做一個信仰完美的牧師裡 就必須遵從這六條信信念 那麼他們回教的基本的信念 就在這六條裡面 首先第一條呢 信真主獨一無二 那這個信呢 一定是非常的堅信 只有非常的堅信 才能夠產生 真正的真主 真正的獨一無二 那麼我們講 所謂的不二法門 我們講本來面目 這個 雖然各家各派呢 雖有他不同的講法 但是呢 我們把它匯通起來 發覺到說 其實呢 在講的都是同一個東西 雖然用東西來形容也不對 但是呢 勉強來稱為 我們中國人 歷來就把它稱為叫做道 那基督教呢 天主教呢 還有這個回教呢 通通把它稱為 這個主 這個主呢 是真主 所以是獨一無二 那這個獨一無二的 就是我們的道體 當我們道體流露的時候 你看 遍虛攻進法界 那這個遍虛攻進法界的這個境界 必須是我們的心 是處在覺悟的狀態 是處在明朗的狀態 處在那個清淨的狀態 處在那個清淨的狀態 無瑕無染 那不偏不邪 對呀 那麼這樣的一個親民的一個覺知啊 可以透達到三界十方 那麼當真主 他的神性需要透過人來完成的時候 我們會馬上感受到真主的力量 然後呢 將他付諸實踐 那麼神 他是不需要 不需要做任何的指揮 神只要一刀命令下來 那麼所有的這些死者 這些信徒 這些天地萬物 都要依循神的旨意來做事 那所以阿拉他有絕對的權威 這樣的一個絕對的權威呢 產生絕對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呢 會讓人 毫無疑惑 他會讓人呢 精進不信 來走進神的國度 那這個是一種很好的 一種信仰 那這樣的信仰呢 難怪會 有越來越多的人 堅信他 也有越來越多的人 來禮拜他 那我們看第二條 他說信天仙 或者是說信天使 這個天使 他的面貌 他是 是無形的 所以天使在我們人世間出現 都只是一個化身而已 那他來人世間做什麼呢 當然人世間來指導世人 來點話世人 或者是來教導世人 應該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呢他們是無形的 所以呢他們 做了這個指示之後呢 馬上就要回去了 那他們代表阿拉真神 阿拉真主來傳達旨意 所以我們說 阿拉的信念是透過天使來傳達 傳達到這個人世間 那麼人世間呢 這個聽從阿拉的旨意啊 聽從這個天使所傳傳達下來的 這樣的一個信念啊 然後付諸實踐 所以 這個第二條信條裡面 信天使 那就是 你不用懷疑 他就是代表阿拉來的 第三個呢 就是信經典 經典它 它主要的就是 古蘭經 也說可蘭經 那麼古蘭經裡面呢 都是以聖訓的方式 類似我們道場 先佛聖訓這種方式呢 記錄下來 那 他說呢 這個經典呢 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經典呢 必須 讓每一個信徒啊 都能夠 來信奉他 當每一個這個天使啊 來到人世間的時候 他都會指示 一個先知 然後呢 會送 誓給他一本書 這本書呢就是聖書 那這個書呢 就是記載著 你在人世間 所要執行的 使命與任務 所以我們這裡 信經典之後 接著要信使者 哦 信使者呢 跟剛才說的天使 有點不一樣 那麼信使者 使者的意思就是聖人 他是成為人的模樣 然後呢 活在人世間 跟人群相處在一起 但是呢 他也是天使 因為他同時傳達 真主的旨意 那麼因為天使呢 是無形的 他沒有辦法 二六時鐘 生活時時刻刻 來跟我們在一起 可是呢 使者不一樣 使者呢 他變成 這個人的模樣 生活在這個地球 然後呢來傳達 阿拉的旨意啊 所以這個聖者啊 每一個人都有一本書 聖書啊 這個經訓啊 透過他來弘揚神的旨意 那他這個聖書怎麼來的呢 這個聖書呢 的由來啊 大概是天使傳授給他的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有一點像我們現在呢 先佛戒竅的方式 不管透過這個託夢 或者是說戒竅 或者是說開殺 等等方式呢 都把它記錄下來 成為一本 成為一本經書 就是他們說的聖訓 那麼 死者 這個聖人啊 這個莫漢莫德 就是聖人之一 莫漢莫德之前 也有很多聖人 来到世间来传达阿拉的旨意 但是真正的 把这个可兰经 把它发扬成一个教派 把它形成一个组织 却是在莫汉默德的时代来完成 那么可见呢 莫汉默德 他的这个使命 跟其他的使者的使命 又不一样了 他肩负的这个教主的作用 来弘扬教义 让回教的精神 成为一个地方上的文化特色 那所以说 信使者这个信条 他们对于莫汉默德 这样的使者是完全的信服 那么跟信奉真主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 我们说天命名师 在道场讲 天命名师 我们道场注重天命 那天命呢 是唯一的仪归 那我们道场讲的天命呢 那有点类似这个回教他们所讲的信奉真主 那个信奉真主的那个观念呢 这个就是有一点雷同啊 我们对于天命的信仰 那么没有天命呢 我们就没有这么样虔诚的信仰的力量 那他们呢 如果说真主把他抽离的话 那么他们的信仰的力量 也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贯道呢 是有一点类似 那他 他说圣人 在末汉末德这个时代 他把这个整个教义 把他落实 把他有组织 把他成为一个系统 然后呢 推广到 中东地区 这个阿拉伯世界 那其实我们知道 回教不只是在中东 全世界 各个国家 他这里说呢 有88个国家 都有 都有回教徒 所以 这个回教徒 他们不信则已啊 一信呢 就非常的坚信 那么回教呢 他们有一些教义啊 成为现代人 现代的回教徒啊 一种 激烈的手段 这个我们在新闻 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我们等一下 陆续再讲 那再来就 第五个信条 就是信 复生日 复生日就是 这个再生 也就是说 真主会再生 当真主来临的那一天 那就是呢 是一个大审判的日子 审判过后呢 世界和平 那么这些造罪造恶的人 就要永受地狱之苦 所以这个 他们坚信啊 这个真主有一天 一定 要来到人世间 来做这个大审判 第六个信条 就是信 前定 前定是什么意思呢 前定就是 命中注定 你以前造了什么因 那么现在呢 得偿什么果 这一切呢 都有前因后果 所以这 这个呢 有点像佛家所说的 因果的观念 那信 信前定的 你就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你也没有什么好贪恋的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抱怨了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 这个消弭 人的那一股冲动 人的那一份妄想 以及呢 人的那一种烦恼啊 既然相信前定的话 那么我们对于真主的指示 是唯一的尊崇 真主怎么教我们 我们就做什么 那至于 不是我所拥有的事情 所拥有的这个钱财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 太努力去执着他 所以他这个信前定啊 是很有生意的 其实呢 就是叫我们相信英国 所以阿拉伯人 他在英国方面呢 也可以说做的是 非常的虔诚 非常的赌进 那比如说他们 他们要奉献 要做每个月要做财师 那他们这个财师的部分呢 就做得非常的实际 那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果报就是 阿拉伯人就很有钱 以前没有听过杜拜这个国家 到现在呢 杜拜竟然成为 我们现在国际社会上 一个相当轰动的 的一个国度 这个休闲的圣地 这个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条 那他说呢 阿拉是真实的 是独一的 是主宰于造化 宇宙万物的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阿拉 服从阿拉 崇拜阿拉 阿拉说 世人啊 你们应当记住 阿拉对你们的恩惠 在阿拉之外 还有任何造物主 从天上与地下 供给你们生活来源吗 除了阿拉外 绝无因受崇拜的 你们还要转向何方呢 那这个 这个说法 就很明确的指出啊 你就是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就是阿拉这条路 就是真主信奉真主 服从真主 归顺真主这条路 那么如果说 我们把它理解成 是我们的自信真主的话 那么其实 我们对于这个自信真主的 相信 服从与归顺 那是不是呢 就是了 服从阿拉 那可见阿拉不是外在的神 那他虽然视线 这个神的力量 但是呢 他有一个自信阿拉 自信阿拉 他呢 教我们要真正的放下 你外在的一些执着 外在的一些妄想分别 你去信从你内在的那个阿拉 他那个阿拉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到底 是唯一的这个创造万物的来源 那么我们说 生天生地 生万物的根源 我们把它称为道 把它称为老母 那个根源 事实上他们用不同的名词来解释 那那个就是阿拉 那如果这样想的话 阿拉 跟所谓的道 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老母 他那个根源 根源处不就是一样的吗 那么其实所有的宗教 都是在讲我们内在的这个自信 当这个自信呢 他已经没有真主的时候 他就会被各种的 这个烦恼妄想给染着了 所以就不信从阿拉了 当他要信从阿拉的时候呢 你就要相信阿拉的指示 听从阿拉的指示 把外在的这一些享受 把外在的这些贪欲 通通给他放下 然后回归到信仰之路 那因为呢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有一点像我们说的 明心献性 顿路成佛 那这条路呢 由于太过遥远了 对于一般的人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达成 所以在回教里面 他们有所谓的五种功课 那么这个五种功课 信徒们必须不断的来执行 这五种功课呢 第一个就是念错正直 就是念清真的这种规条 那清真的规条 就是不管它里面呢 有多少的这种条规啊 无一不是要让我们返回到清真的模样 清静静静 真实无望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么这个境界呢 就是阿拉的境界 那阿拉的境界呢 就是道的境界 事实上呢 都是 都是相通的 所以透过我们 这个念正直的这个动作 让我们更清楚 更了解阿拉 我们要得到阿拉的 这样的一个指示 或者是加持啊 也必须透过念清真词 这样的一个动作 来跟阿拉感应 所以念错正词啊 是他们每天的功课 那也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念经啊 这个动作 那第二个呢 就是礼拜 礼拜呢 要每天都要拜 每天有五个时段啊 必须呢 向阿拉朝拜 一个宗室的这个回教徒啊 每天的这个礼拜啊 要有五次啊 那礼拜的时候呢 要祷告啊 要祈祷啊 所以透过这个时段 来让自己达到清真 来回归到神 那个国度啊 神的那个心态啊 那祷告是在天亮之前 也就是说 你刚起床之后 天还没有亮之前 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向阿拉祷告一次 那中午 要祷告一次 下午 要祷告一次 那日落的时候呢 祷告一次 睡前呢 又祷告一次 那这五次的祷告啊 在生活之中 你必须特别 空出时间来 来做这个功课 那这个功课呢 很好 也可以说呢 在所有的这个宗教之中啊 大概这个回教徒 他们做祷告啊 次数是最多的 做礼拜 次数是最多的 那么我们都说啊 我们回到自信本体 要常常透过各种的戒律 那透过戒律呢 才能够产生定力 才能够产生智慧 那所以 这个就是戒定慧的功夫啊 那他们这个 虽然没有用戒定慧这个名词 但是呢 他们已经在做 戒定慧的功夫啊 那透过这个祈祷 透过念经 让自己呢 身心稳定下来 让自己随时呢 能够跟真主感通 那也让自己呢 常常生活在 感恩跟忏悔之中 随时跟阿拉呢 的神性呢 保持互通 那阿拉呢 住在我的里面 所以呢 我要依止阿拉的这个旨意 来从事生活上的 各种言行 这个就是透过 读经 透过礼拜 祈祷 所产生的一种定力 那事实上 我们看那个 基督教 他们也有祈祷 那么 我们到场 也有早晚的 早晚献香礼 但是呢 真正的能够像他们这样子 做到祷告 每天五次 那么如果没有在佛堂了 也要向的 这个圣诚的位置 来做祷告 向的圣诚的方向呢 来祈祷膜拜 来做祷告 那所以 因为这样的一个 前性的力量 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落实下来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祈祷 跟念证词 我们说念经 并没有 跟生活上有所冲突 它就是成了 生活上的一部分 那生活上的一部分呢 就变成道的一部分 我们说二六十宗啊 那所以我们看到 电视上在播导 播报这些穆斯林 这些回教徒 哇他们怎么都这么虔诚 每年的这个 朝圣啊 哇都好多人 数以千 百万千万这样再算了 那这种力量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呢 他们在生活之中呢 已经落实到 阿拉的这个教规 实实在在的把他做出来 已经做习惯了 做习惯了 所以呢 你要他们 这个 不接受神的旨意 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 那所以 回教徒才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作用 那他说呢 阿拉说啊 你们当崇拜的是唯一的真主 唯一的主宰 除他之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朴实的 他是特辞的 那所以 阿拉是唯一的真主 除了阿拉之外呢 没有人可以受崇拜的 他是特别慈悲的 他是普遍的 慈想的 那如果说 从这句话呢 来印证心性的道理 其实就是这样子 唯一的真主 那想想看 我们自信 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真主 那么 我们这个唯一的真主 除了自信的这个真主人之外 你还要相信谁呢 谁都不是啊 所以除了明师之一子之外呢 什么其他的通通 只是印证明师这一子 那如果没有 没有印证到 这个真主啊 那么你所做的功夫 你所做的修行啊 都只是 这个化舍天主 或者是要舍本足末 都没有 落实了 所以功夫就不得力了 那所以你看回教徒的 他们的那个功夫 真的很得力 他们让自己 在透过礼拜 祈祷 这样的过程啊 让自己达到 这种安详 稳定 安居乐业 而且呢 自在快乐 这样的一个生活 你看我们回教徒 我们所看到的回教徒 他们的那个生活样子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 尤其在波 新疆 维吾尔族 他们那些 种族啊 回教徒 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啊 就感觉到说 他们好像 自身在自己的 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虽然 属在这个地球的世界当中啊 可是呢 他们却可以呢 过得悠哉 自然啊 所以可见 他们对于真主的信赖啊 是唯一的尊重 那只有那个信啊 那个绝对的信啊 才有办法达到这种力量 那 他说阿拉是慈悲的 那我们的心是至善 至善就是慈悲 至善就是博爱 那么至善呢 就是清真 所以他说的慈悲 是从清静心所发出来 如果你还有分别对待 还有是非人我 那么你不是慈悲的 你还带有感情 那么人的感情 是一种烦恼 人的感情 会给人的千惨挂爱 那这样的千惨挂爱呢 让我们对于真主的信赖 就会失去一分的信心 所以一分的诚信啊 就有一分的力量 十分的诚信啊 就有十分的力量 这个是绝对真实的 那所以 信奉阿拉 要有绝对的这个信心啊 来相信他 那么我们是不是相信呢 我们当然相信 因为呢 我们的道体 所 所 所向往的 所追求的 跟他们所说的完全一样 五教真人所追求的事实上都是同样一个 我们做过比喻 五个手指头代表五个宗教 五个宗教 所追求的到他的根本 原来就是同一个根源 那么他讲到阿拉这个真神 看起来呢 好像呢 很独裁很霸道 其实不是真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宗教 都是叫我们信唯一的真神 那么唯一的真神 就在我们的里面 他不从外面去求 他就从内在 去求 那要怎么求得到呢 你要达到 清净无染 你要达到这个 本来至善 真实无为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就能够跟阿拉有所感通 这是阿拉他们 第二个功夫啊 就是礼拜 那第三个呢 就是灾戒 风灾啊 那灾戒日呢 事实上不是灾戒日 是灾戒月 他们这个农历的 这个灾戒月啊 举行进食 进食就是不吃东西啊 从 这个早上 天亮的时候 到 太阳落下的时候 这段时间呢 不吃东西 不吃东西呢 所以 这个 从这个不吃东西啊 来表达出 一种意义啊 这个意义就是说 灾戒 是对于真神的 一种 一种恭敬的态度 也就是说 我这一年来 可能从我身体上 产生很多 不好的 这些讯息啊 跟阿拉的旨意 是有所违背的 所以呢 我必须透过 这一个月的灾戒 让自己得到 一个舒缓 一个赎罪的机会 也让自己的 的这种信仰啊 达到一种亲近 所以呢 禁止这个 外在的 这种口实之样啊 那透过这个灾戒 来跟神 达到一种 忏悔 感恩的目的啊 那他 他说呢 天亮 天亮到日落 不吃东西 可是日落到天亮 就是晚上这段期间啊 他是可以吃东西的 所以他也不是 完全不吃东西 那他只是 透过这个戒律啊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清楚 我们必须呢 有这样的一个规戒 来致死的警醒 世人 然后呢 透过灾戒的动作啊 然后对神 有所表白啊 这是第四个 第三个 第四个呢 就是捐克 捐天克 我们说克岁啊 你必须呢 要捐献这个克税 那他这个克税呢 是 每个人 每个人收入的四十分之一 透过呢 这个捐献啊 来缴你的税 事实上他这个观念是很好的 我们说 缴天克 缴天克这种观念啊 对于世间人 对于稳定这个世间的和平啊 那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 你看我们每个月 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 我们受到的这种天地的恩惠 这种国家的养育之恩 保护之恩 还有众生 互通有无 这样的一个恩德 我们都要感谢 那么感谢呢 除了透过这种口语上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之外 你还要真正的实际的动作 就是把你所获得的 把它捐出来一部分 事实上也不多了 四十分之一 把它捐出来一部分 作为 这个向天地缴税 向国家 向人民 行你的责任跟义务啊 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财布施 缴天客 缴天客 这个缴 客捐啊 客捐就是缴天客 我们说的缴税 所以他们的布施啊 不是说拿钱出来 做回馈啊 事实上他们是在 客捐啊 那客捐就是捐这个缴税啊 那缴税是每一个人都要缴的 不是你自由布施啊 当然他们也喜欢 欢迎自由布施 但是呢 你只要有收入 你就要有客捐 你就要有这个捐税的这个动作 也就是规定你一定要行财师 所以行财师的这个动作啊 让 这个回教徒啊 他们的生活都非常地优温 至少呢 不愁吃穿 你看他们讲这个天客 让自己的所得 一部分跟人家分享 然后呢 那个反馈的机制啊 就让自己啊 生生世世的都有 有饭可以吃 有房子可以住 有衣服可以穿 甚至呢 还可以 还让自己呢 拥有很大的福报 就好像这些阿拉伯的国家 因为呢 他们呢 在卖石油 所以呢 都赚了大钱 那赚大钱 在我们的 佛教的理论来讲 这个都是有前因后果 所以一个人会赚大钱 那他一定呢 以前做过财布师 做很大的财布师 那这个财布师呢 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那所以 他今天呢 能够得到财富 事实上呢 如果懂得 这个客捐的道理 那么我们呢 早晚 也是会成为这样的人 但是那个 不是我们所寄望的 我们回天之后 所享受的福报啊 比人世间的福报大太多了 那所以 他这里说的这个客捐啊 所累积的福报啊 也是 是希望我们回到天堂之后 再去享受 那他说的天堂 当然也有他的定义啊 这个我们 事后再讲 再来我们讲 第五项的基本功课 就是朝圣 朝圣 他们的圣地 就是麦加 这个阿拉伯的这个麦加圣城 是回教的圣地 那么他们每年 一生啊 至少要去 朝圣一次 不是每年 一生至少 朝圣一次 那所以你看 全 全球 到了这个朝圣日 涌到麦加 涌到这个圣城的 哇 这个人啊 数万计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啊 那这些人呢都不是 都不是很富有 他们都是呢一步一脚印走来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虔诚的力量啊 实在是令人非常的动容 这个是回教徒他们这个五个功课 用这个功课的实际行动啊 来表白自己的信仰 那如果说 这些基本功课 每天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么 回教徒 哪有不回天堂的道理 那所以回教徒 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宗教 人数也这么多 那么信仰的人也这么虔诚 那可以想见呢 他们那个教义啊 他们的那个民心啊 是 真的是很淳朴 很清真的状态 那当然如果说在城市里面的 这些回教徒 是不是也达到这样 我们就不得而知啊 至少我们看到了这个回教徒啊 哇 他们都非常的虔诚啊 那么古兰经 他里面讲到 他说呢 不孝敬父母的穆斯林 他向安拉所做的祈祷 是不被接受的 那么可以 可见呢 他们也强调孝父母 那么 各家各派 所有的这个宗教 没有不强调孝父母的 那么基本的 基本的人的道理 都没有办法做了 那他怎么做教徒呢 所以穆斯林的教徒 最基本的就是要孝顺父母 如果不孝顺父母 他的祈祷 是不被安拉所接受 也就是说 神呢 是不会保佑你了 那可见呢 这个回教徒里面 对于孝父母 孝顺尊师这个动作 他们是做得 非常的落实 他们的尊师 尊师就是对于 这个使者 这个天使 或者是对于 这个教堂里面的长老 都非常的恭敬 对于阿拉的恭敬 反射在这些教 这些长老的身上 那就是尊师啊 那尊师孝顷 才能够得到 安拉的一个加持 古兰经说 使者确信真主 所降世他的经典 信士们也确信那部经典 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 和他的众天使 即一切经典和众使者 因此这一条 这个信条 来自阿拉的指示 只有完全接受 阿拉指示的人 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信徒 所以这句古兰经的话 讲得非常好 我们说一个人的崇敬 那是一股很大的内在的力量 那这个成绩呢 就是要信 信我内在的那个真神 信真神所代表的使者 所代表的这个圣人 信真主所说的话 信真主 他 的一切 你看这个信 那不是一种迷信 那已经成了一种修道的功夫了 那如果真神 因为逻辑都是神的一切 那么你讲神的话 你做神的事情 你当然就变成神嘛 所以你自然就会回天堂 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你看回教徒 他们的信 是多么样的坚定 那如果讲到这里 我们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 一贯道 是一个 这个普渡收远的一个道的话 那么对于一贯 对于这个回教的教徒 我们要怎么渡化它 我们事实上呢 不能够说渡化它 而是希望说了 他们接受明示指点 如果说每一个众生 都必须接受明示指点 才能够回到本来面目的话 在这个真理的确认之下呢 那么回教徒 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在我们道场 对于回教 这块领域啊 一向是很陌生 也没有看到课堂上在讲 也没有听到人 在弘扬 回教的精神 那么我们平常生活 所接触的 这些回教的人民啊 几乎呢 是完全是 没有机会见到的 那所以 如果大道 要平受万教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样 让这些 伊斯兰教的人 成为大道的信徒呢 事实上啊 如果想到 当时 佛教 传到中国 那个模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反省 事实上呢 道也可以深入到 回教里面去 那当时 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 已经是到 佛陀 一千年之后的事情 一千年之后 这个汉朝 东汉的时候 才有 使者 来到我们中国 然后呢 推养佛教的精神 到了 魏晋南北朝的酝酿 在唐朝呢 才 这个大大的 红展 那 他们当时 为什么有办法 将佛教的 这个教义啊 推到中国来 而且呢 所有的 旁支 旁限啊 也就是说 所有推动 佛教理念呢 佛陀 佛陀教化的人 通通没有成功啊 通通呢 没有大成就 那只有在中国这一支呢 有大大的 推动 大大的 这个成果 甚至开花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 深究它的历史原因啊 我们可以 大概的 剖析几个原因 那第一个呢 就是 他们 来到中国 要开创佛教的教化 他们呢 的寺庙 所盖的呢 是用中国 中国造型的寺庙 那么中国人 以什么建筑 以什么建筑 作为被尊宠呢 当然就是皇宫啊 皇宫那个建筑 是对人民 被人民 所尊宠的 那所以他们的庙的样子 就盖成皇宫 那个样子 当他们看到这个皇宫 样子的这个建筑啊 走进里面一看 哇 原来 这里面呢 这么样的庄严啊 那里面的 供奉的神呢 不是印度人的神 而是呢 中国人的样子的神 他把他造 把佛啊 把这些菩萨 做成中国人的样子 那所以 中国人 很快就可以接受 因为呢 我们来到自己 最尊贵的地方 我们来到这里 敬奉 最尊敬的神 所以呢 佛教呢 很快融入中国的 这个生活圈里面 而且呢 跟中国 这种孝道的思想 结合在一起 对于这种 圣宗追缘 纪念祖先 这种观念啊 佛教呢 也是呢 推展不移啊 所以 两种文化 就这样融合在一起 一直到了唐朝 酝酿之后啊 在整个中国 辱世道三家 他已经没有 没有特别的分 分别了 你看一般的寺庙 很难看出 你到底是佛教的 道教的 或者是儒教的 儒家虽然没有庙 但是呢 现在一般的 现在一般的 庙堂里面 也有拜孔子的 拜这些 这个儒家的 这些神 都有啊 那所以呢 在中国已经融合起来 打破建制 整个融合在一起 那如果想到说 佛教 传到中国的样子 那么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想到说 当我们到 白羊的天道 要传到 回教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盖的是 清真寺 我们这个清真寺 里面拜的主神 是默罕默德 默罕默德 就照他们的 心中的形象 来 来雕刻 那么默罕默德 我们 变成清真寺的 这种主神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 放母灯呢 当然可以啊 放两宜灯 我们可不可以请谈 我们可以点到呢 我相信呢 这个 这不是问题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在很多地方 这个外国的地区啊 在点到啊 有时候是借教堂 有时候是借学校 借祠堂 等等呢 既然这些都可以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 不能够再清真寺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在 清真寺里面 我们信奉 回教的教规 我们遵行 佛教 这个回教的信条 我们做 回教的祷告 说回教人 所说的话 好 我们呢 只是把道 传到回教里面去 那么跟他们的信仰 完全不冲突 这个道理呢 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 佛教在中国 要等到开花结果 其实也酝酿了 一千多年 那酝酿这一千多年啊 我们今天 要把大道 深入到 回教的地区啊 其实也是 必须要这样子 也就是说 你必须呢 生活在回教的 这个使徒 回教的信徒的 生活圈里面 了解他们的生活 了解他们的语言 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然后呢 你才有办法说 把他们的一些 对于阿拉的信仰 透过这种 明师的指引的方式 来传给他 那明师 只受给他的话 那么他们当然 可以回到 本来的生活 继续他们的 这种信条 做他们的 这种修行的工作 事实上是 生活的工作 那他们生活之中 还是阿拉 他们虽然讲阿拉 我们虽然讲老母 可是呢 都是同样的东西啊 只是换个名词而已嘛 这有何不可能 所以在清真寺里面 点到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突破 那么 如果有心人 我们希望 真的有心人 好好的在这个回教地区 生根 扎根 然后呢 把道传进去 回到了世界里面 那这个没有十年 二十年的功夫啊 是很难看到成果的 那你不能说 回教的人 很难度哦 回教的人 不是很难度 因为他修的 比你还好 他更虔诚 他对于他的真主 更加有信念啊 所以他的这个认知啊 是比你清楚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要反攻自行啊 我们对于 道跟 这个回教 为什么不能融通的道理 一想通了 就可以融通了 一想到这个 根本的道理啊 回归到这个 本来的根源处啊 原来都是一体的 那一体的 为什么 我们不能接受他呢 或者是 他们不能接受我们呢 我们一定要用 我们台湾道场 这个模式 强加在 回教徒的身上 那他们当然不接受 他们怎么愿意来求道呢 那他们不愿意求道 你哪有 平受万教的可能 那所以 要平受万教 你还必须真的 好好地下功夫啊 在这个地方呢 好好地生根扎云 扎根啊 耕耘啊 所以回教是一个 很庞大 很复杂的一个组织体系 一个文化背景 不是说你 你这个 道是至高无上的 你就要回教的 这些信仆 来听你的 不是啊 因为他们也是道的一部分 那他们既然是道的一部分 他们只是还没有求道而已 那他们修得 不见得比我们差 那所以呢 要让他们了解到 只有透过可兰经 透过他们这些仪轨 透过他们的生活方式 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了解 今天的回教 事实上呢 是可以被 被道 融合的 弥勒祖师的宏愿 平受万教 他是可以到 在道里面的 那我们今天 今天听到了很多 回教基金派的分子 他们为了他们的教义 为了宣扬他们的理念 不惜用战争 不惜呢 用暴力的手段 或者是说 用经济的威 诱惑 各种压力 来使人们屈服 这个是错误的做法 这是不对的 这绝对不是 穆罕默德的意思 这一定是后来的 这个教徒啊 曲解了圣意 曲解 古兰经里面的经文 才会造成这样子 才有所谓的 这个什么 回教基金组织 各种 各种 暴力教派啊 那所以我们看着 回教的这个 种类里面啊 有很多的 的派别 那这些派别呢 在于 可兰经的尊手上 以及 穆罕默德的崇拜上 阿拉的信仰上啊 都非常的 纯熟 只是有一些人呢 太过于坚持 那因为 太过坚持呢 容不下别人 那容不下 其他的教派 所以这个 这个现象啊 不只是在 回教 其实在 基督教 天主教 在佛教 都有这种现象 那么一贯到 普遍被人 所排斥的 因为一贯道是 融合所有的宗教 但是所有的宗教呢 都不承认一贯道 那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有待于 我们 一贯道的 道清啊 好好的 来努力的地方 大家早安 道之宗旨 讲道 客尊 四维 钢厂之 古礼 那客尊 就是 仅尊 用很恭敬 用谨慎的态度 来行持 四维 钢厂 那他讲到 这个 古礼啊 可见了 四维 钢厂 这个并不是 现代人发明的 也不是 孔子那个时代 发明的 所谓的古礼 就是 自古以来 都在遵行的 这样的一个 规范 那这个古呢 古到底是 多古啊 那我们 必须清楚 所谓的古啊 用佛经 的话来讲 就是呢 无始节以来 那无始节以来 到底多久呢 那就是 没有开始的开始 这个叫古 所以古礼呢 古礼就是 没有开始的开始 就已经有的 这样的一个规矩 所以 古礼 讲到最后 那就是一种 信德的 发端 只要是人 只要是 这个众生啊 他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 信德的流露 那就是一种 古礼 那四围 钢厂 就是把整个 天地的秩序 把它架构 起来的 一种 最基本的 礼仪啊 那所以我们讲 人 要顶天立地 那么人 凭什么可以 顶天立地呢 那么天 在这么高远 地是这么薄厚 它可以让人 在其中 悠有 自得 自然的生活 那么把天地 撑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 支架 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 讲的 四围钢厂 那他讲到 这个钢厂 钢就是一种 钢领 钢就是一种 骨架 那就是我们 先前讲过的 事实上就是一种 规则 人 回归到 这种自然的 规则 自然的法则 那就是 最健康的生活 接近于 这种 本心 本性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本心 本性的生活呢 就是 圣人 佛菩萨 他们的 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 本来就是 圣佛 我们本来就是 这个 先佛 那所以我们 本来的生活 就是呢 四围钢厂 就是五轮八德 那么今天 这个本来的生活 我们却 需要去发扬它 因为它已经 不见了 我们需要去 发扬它 让它了解 这个是我们 人本来的生活 那只有 回归 本来的生活 那个才是 对我们 整个 人生 对我们的 整个 众生 最好的一种方式 那所以说 我们古时候 把这种 钢厂 叫做 道 道就是一种 自然的法则 那这个 自然的法则 不是谁 发明的 是先天地生的 那这个 先天地生呢 也不是 谁生的 它就是呢 这是我们说的 本性具足 本来圆满 它就是 如辱不动的 道体 那所以呢 当天地 生成之后呢 需要人 来主持 这个天地 所以人 秉持着 这种天地的法则 来到 这个天地之中 治理天地 治理万物 所以讲到 四维钢厂 这个就是 这个架构 天地人 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是不是 不是说 你要遵守 这个标准 才会在 你不遵守呢 这个标准 就不会在 那么这个 跟你有没有遵守 是没有关系的 你 如果说 能够 合乎自然之道 来行持的话 那么整个 天地的秩序 就是 和谐 又 安泰的状态 那么如果 众生 不接近 这种自然的生活 不向往 这种自然的生活 那 违背 信德 来 行持的话 那么 天地 秩序 大乱 那么 整个 天地的 这个 支架 很快 就会崩塌 天下大乱 人心 紊乱 这个 天灾地 变贫传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天地都已经 没有了 那么人 还有办法 生存在其中吗 所以今天 是讲到 四伪 钢厂 我们必须 知道这个道理 人如果 没有这个 四伪 钢厂 整个天地就已经不见了 那么 还有什么意义 来谈什么 做人的道理呢 那所以 最基本的 这个 规矩 就是 四伪 钢厂 让我们知道 我们从小学的课本里面 就读到一句话 四伪 就是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 国之四伪 四伪不章 国乃灭亡 所以礼义廉耻 这四个字 是代表的 一个 天地的支架 整个国家的 一个体系 那这个体系呢 是 自然 产生的 自然赋予的 人在这里面呢 能够核无自然之道 那就呢 生活了健康 生活了自在 那么如果这个 这个体系呢 它没有办法维持 运作 那说呢 国乃灭亡 国家就会灭亡 乃至呢 世界就会灭亡 所以可见 这个礼义廉耻 在我们现今的社会 尤其的需要 那我们知道 今天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世界 充满的 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 来自于人心的紊乱 所以呢 感应的天地的灾结 天灾地变 就特别的多 你看现在呢 不断 有发生洪水 发生地震 发生这个 森林大火 或者是说 预风 台风 那么所影响的 范围 它的支大 都是超乎以前的记录 那么对于伤亡的人数 生命啊 那又是 比先以前的记录了 还要多更多 所以科学家 都不断地 在想尽办法 那么科学家认为呢 今天的科学技术 还是有办法 克服这些难题 但是呢 有一个层面 必须是 人来配合的 那这个层面呢 就是政治的因素 政治的因素呢 如果能够 配合科学的技术 人的这个 面对天灾地变的考验 那是可以安然过关的 那从科学家 这样的一个论断 其实我们知道 如果从佛 佛经 他所说的道理 这个天灾地变 他不是从根本 来解决的话 那么科学家所说的 这些呢 都是 自末的方法 不是自本之道 那自末的方法 你的表象 事项上 好像解决了 可是呢 你的本 没有解决 本是我们的 心性的变化 你的心没有解决 你对于这个 伦理刚长 你对于理义廉耻 你没有去提倡 没有去落实 那所以呢 解决了表象的问题 问这个天灾地变 整个世界的温乱 它还会继续不断的发生 气候升高 天这个地球越来越热 南北极的冰融化 我们的这个海平面 越来越升高 那海水倒灌的问题呢 日益的严重 那这个都是呢 我们今天 所看得到的整个 社会世界的现象 听说南太平 南太平洋 这些 岛国啊 有些已经成为气候的难民 那他们的土地升高了 国土浸泡在大海之中 他们没有办法生活 那只好呢 向大陆地区 向其他高地的国家 去买土地 来架构他们的国家 那么整个问题呢 事实上已经是非常严重 那这个问题虽然严重 我们今天呢 还是看到了一点希望 那这一点希望呢 就是有人 希望从根本就起 根本来挽救 整个世界的灾局 那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就是 我们的心 真正的能够断恶修散 真正的能够呢 破迷开悟 然后呢 大家都能够转凡成圣 这个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大家 都能够熄灭贪嗔痴 都能够勤修戒定慧 那么这个世间呢 必然是 和祥安康的 也没有灾结会产生了 如果大家都能够 像儒家的君子这样子 来和平共处的话 那么这个世间呢 是没有天在地变的 那么怎么样达到一个君子 的修为呢 最起码的 这样的一个 定义啊 就是在礼仪廉耻 你至少你这个国家 你要把它支撑起来 这个国家呢 你要让它运作的顺畅 那么国人 在这个国家的保护之下 他才有办法 安然的生活 所以国之思维 礼仪廉耻 我们就必须好好地来讨论 这个是人的根本 人的这个自信 是信德的流露 只有这个信德的流露 能够在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的话域之下 能够在每一个大街小巷上 落实 那么这个国家呢 才有办法 能够在天地之中 被运作起来 那么也就是说 人才有办法 在这个天地之中 来生活 这个道理呢 事实上呢 说起来是很简单 事项上是很简单 那把道理分析清楚啊 这个理呢 又很深 那么谁能够知道说 现在整个天灾地变的局势 是人心所变化呢 佛经讲 依报谁的正报再转 那么依报呢 就是我们 依附在人身上的这些大环境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 天地的现象 都是我们的依报 那正报呢 正报就是我个人 所应该受到的 这样的一个果报 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内心 的呈现 那么我今天 能够生活的 很富裕 很自在 很健康 那这个就是我的正报 那我面对了整个大环境 也是呢 很自然 很自在的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那这个就是我的依报 那我们知道 现在整个依报的环境 那是 非常的动乱 我们呢 生活在戒胜恐惧之中 那什么时候发生地震 什么时候发生土石流 发生台风 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我们可以安心地住下来的地方呢 你说 你说住在山里面 随时担心土石流 整个土石流 把村庄灭掉 毁掉了 那山区里面 也有山林大火 这个山林大火 让你 无处可逃 那住在平地的人呢 又怕呢 这个 台风 又怕淹水 又怕地震 住在海边的人 又怕海水倒灌 水位上升 所以到底哪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安心地生活呢 想起来好像已经没有了 没有让我们可以长治久安的地方 那么我们只有自求多福 但是呢 在这个自求多福的宿命之下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智慧的觉知 去面对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看到 现在整个天灾地变的产生 是从人的内心 所变化出来的 这个问题呢 佛经里面讲的最彻底 所以我们用佛经的道理 来解释整个世界的现象 那是非常得体的 那么佛经的道理 虽然讲得很圆满 但是呢 在现今的社会人心 要把它落实 要把它实现出来 却不得不呢 却不得不呢 去依据呢 依据呢 儒家的道理 来把它落实 那所以呢 我们中国 虞世道合一 甚至呢 武教合一 它的这个原理原则 是有其相互依存的关系 事实上在中国 佛教虽然是外来的宗教 可是呢 它早就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那么儒家跟道家 虽然没有讲得像佛家 这么样的高远 可是呢 它实实在在的 教导人民 从了无极 从太极 返为无极的 这一条圣贤之道 那所以主知大德 告诉我们 今天 21世纪的世界课题 就是呢 儒家为主的 一个修行鬼伴 所以儒家告诉我们 礼义廉耻 就是呢 国家的钢厂 那么礼义廉耻 把它做到了 那么这个国家呢 至少不会灭亡 那所以 我们今天呢 要把礼义廉耻 把它分析得清楚 当然我们之前 类似相关的德牧 也有分析到 那这里呢 特别强调 叫客尊式为钢厂之谷礼 所以谷礼 是本来就有的 我们今天呢 是把它恢复 本来就有的 这种文化 这种道体的流露 所以礼 礼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规矩 那么人 没有礼 这个社会呢 就会发生动乱 那么这个 国家呢 没有礼 上下就乱 礼有点像呢 我们现在所讲的 法 人人要守法 佛家讲的戒 人人要守戒 那么守戒跟守法 他跟礼的精神是很类似的 在我们人 这个后天的环境 只要有这个肉体 那么我们必须呢 依循着这个肉体 来行持 但是呢 我们今天不去论述 肉体从哪里来 整个宇宙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要跑来这里 今天都不去想那些 虚无缥缈的问题 我们今天呢 实实在在来讨论 我如何面对世界的灾难 我如何解决天灾地变 那如何呢 安处在这个天地之中 那么主师大德 告诉我们 你就是儒家的道理 你就是把它好好的落实 好好的去把它付出 去把它实践 所以礼仪廉耻 你把它讲出来 你把它做到 那么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我们讲到 礼 先前我们也有讲到 礼 的这个德目 但是今天讲到 礼仪廉耻国之四维 这个礼呢 它的范围呢 又是一种 大范围的礼 国家的 整个世界的礼 那这个礼呢 是在整个天地之中啊 我们在任何的时间空间之下 都必须去行持的 也就是说 没有国家 没有时空的限制 没有这些限制呢 我一个人 还是能够顶天立地 行持的这个礼的法则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礼的 这种精神啊 可是呢 你教导 这个世界的众生 我们天地的人民 你要怎么样教他这些事情呢 他们怎么可能懂得这个道理呢 那事实上呢 每一个人的内心啊 都有一把尺 都有一个天秤 那么这个天秤 他会衡量 做人的一个标准 他会知道呢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做了这个事情 他会让他 有什么样的后果 事实上呢 人都有这个尺度 那但是呢 因为现代的人 被科技所迷惑 那所以 对于因果的现象 他比较 不会去在意 他认为说 这个因果 只是呢 佛 或者是说这些圣人 他为了劝化人心 所编出来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可以不用相信因果 但是我们想想 如果不相信因果 你就可以不受因果的报应吗 仔细想想 好像也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今天 不相信因果 就可以不用受因果的报应 那么我今天 不相信法律 我可以不用受法律的制裁 你说这样对吗 这样说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因果 自然的法则 圣人的教化 等等是不在乎你信不信 因为那是我们本性具足的东西 那本性具足的东西呢 就不是什么人发明的 那就是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那所以 只要我们成了肉身的样子 来到人世间 我们这个灵 用生命的形态 回到这个人世间来 那么我们就必须遵守 人世间的这个规矩 我们常常说游戏规则 那么人世间的游戏规则 就是理 这个理呢 我们必须在儒家里面 看得清楚 儒家自汉努帝以来 一直教导 中国人民 把这个理呢 落实在生活上 所以理 在我们的人 人文钢厂之中呢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儒家的教化里面 理也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原则 那么任何时段 任何的这个空间 任何的地方 你都需要理 你看君臣之间需要理 那么国家的这个理 繁复而绵密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在社会之中 你要有理 你跟人相处 你今天到餐厅吃一顿饭 你都要用理捷来对待 虽然你是付钱 去吃这顿饭 但是你也要有你的理 如果你想想看 一个客人 来到这个餐厅 他是很无理的样子 大声小叫 然后呢 对于这个餐厅人员 这样的直呼 谩骂 那么你会 很甘心情愿的 把这 这一餐卖给这个人吗 那么想一想 很多的生活细节 都是用这个理在维持 所以这个理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都是要去 这个存诚之心 来立行它 那所以理呢 就是道理 不可改变的一个规矩 那么这个道理 用在实践的身上 那就是理 那所以 这个 自卑 而敬人 这是理的原则 那么我跟人相处 我跟天地万物相处 我都用着非常沉浸的心态 来面对它 非常亲功的态度 来跟它相处 那么这个理呢 自然能够维持顺畅 那如果说得理不劳人 那就处处自走 处处呢 发生了口角 发生争端 所以不发生争端 我们必须要守理 那么国家 跟国家之间 它也要守国家 跟国家之间的道理 大国跟小国 也要有一定的 的这种 理解的规范 那这个理呢 不管你到什么地方 你是什么宗教 你是什么国家 你是讲什么文化的 这个呢 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理是统冠所有的实控 古今中外 你只要讲的这个理 自卑而尊人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人家呢 就会攻击你 人家呢 就会呢 肯定你 所以 理这个德目 在我们现今的社会 尤其是需要 现在的民主社会 当然大家都会 以自我为中心 那这个以自我为中心 就希望了 别人来配合它 它想要的一切 只要呢 它付出了 该有的报偿 它就应该要得到 事实上这个观念 是错误的 这个观念呢 如果它不是 从澄清的出发 那么 此时呢 会发生 这个争端是 斗争 抗争的事情出来 那么整个社会 都是用这种态度 那么整个社会 就是一个动乱的根源 那所以 我们要处处讲理 处处呢 有理 把握住那个 自卑而尊人 这样的一个 原理原则 那么我们走到哪里 就不会受到 受到障碍了 就不会受到这个争乱了 这个是理 那我们讲义 那么什么叫义呢 义啊 就是 合情 合理 合法的行为 只要在 情理法 的这个 轨迹之下 你来运作 那么你就是 合乎以义 所以 解释为 正正当当的行为 那么这个 正正当当的行为 是在 情理法 的这种 坚固之下 所发 发出 发出 出来的 所以你看我们 对于 义的标准 自古以来就讲到 你要有道义 你要有信义 你要有人义 你要有礼义 任何的德目 都跟这个义的道理 连结在一起 那可见呢 这个义啊 是 我们在生活之中 在整个情理法的世界 通通必须要坚固到 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又特别重视 重视情 重视理 那么法呢 是比较不偏重 那中国人 社会里面呢 只要呢 这个情的关系啊 能够在 合的状态之下 你把它运用出来 那么呢 你就能够达到 这种情义的标准 有这种义的标准呢 那么你的作为 就会让人肯定 就会让自己呢 能够 立身处事 在这个世间呢 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所以看这个义 义它就是漂亮的我 你看义这个字 上头是一个美丽的美 下头是一个我 那这看起来不就是 很 很漂亮的我 很完美的我嘛 那么你想要有这个 很漂亮的自我 很美丽的自我 那么你首先呢 要合乎情 合乎理 合乎法 那这样才叫做有益的人 你看我们的这个 天地万物 都是有益的 你跟太阳 太阳是有益的 它每天呢 提供我们这些 太阳能源 普照万物 让我们生生不息 月亮是有益的 月亮呢 它 牵引着 整个地球的关系 尤其在 夜晚的时候 它一颗 明星独亮 让人产生一种 共鸣的现象 让人的心呢 很想 很想向往 那一种光明 洁净的样子 那日月呢 都不断地在 提供我们 那么这些 花草树木呢 它也是有益的 它制造了 这个氧气 它制造了 这个芬多金 它制造了 各种环境需要的 这个氧素 养分啊 来提供给 大地万物 那么它没有求报答 没有求 各种的回报 这个都是 花草树木的意 那么动物也是有意 动物取它该得的 不是它该得的 它不会去得 那么它取 这个花草树木 啃食 或者是来滋养 它也是取它 应该要取的 所以它不会 过分的 过分的贪生吃 那么想想 那这样看起来 不就是 只有人 是最无情无义的吗 仔细思索 好像也是这样子 因为人的贪生吃 它会把我们的 这种性格的部分 给它掩盖住 把它弥灭掉了 所以人当人 这种正正当当的行为 要发呼出来的时候 见到了某一种利益 或者是干到了某一种的诱惑 于是呢 它那个性德就流露不出来 那就偏颇掉了 所以呢 整个异的行为呢 就发生了 不异的行为 所以生长在 社会的一员 身为国家的一份子 都必须要靠 义的互助 来生活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跟万物之间的关系 还有人跟天地鬼神之间的关系 那都是一种 义的结合 是相依相存的 而不是呢 与取与绝 不是你想要 你就可以去取它 很明显的 我们看到现代的 这个山林砍伐 抽取地下水 这个 挖取这个河川的泥沙 或者是说与海争地 这些呢 都是一种 不义的行为 所谓不义的行为 就是呢 你只看到了自己的贪生痴 你并没有了 合乎整个大自然的法则 那没有合乎大自然的法则 所做出来的 那一定会受到该有的果报 那这个果报呢 其实都是自作自受的结果 你跟河川争地 现在呢 河川要把地 讨回来 那我们的生命财产 就受到损失 那你不跟山林 好好地相处 山林呢 就用他的方式 来将他原有的一切讨回去 所以当大帝在反复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是非常无情的 那个无情在于 人世间的不义 人世间的不义呢 所形成的这样的天地的灾变 那所以佛经告诉我们 水灾是人的贪心 现在的这个台风 所夹带的豪雨 超大豪雨 或者是飓风 所带来的这些豪雨的现象 这个是贪心所引起的 那称谓呢 就是火灾 火灾引起 火山爆发 引起森林大火 引起了各地的这种 战火不断 那这个都是 这个称恨心所引起的 那于此呢 形成风灾 那风灾包括台风 飓风 包括这种钢风 钢风就是我们说的核子弹 这样的风 它所肃杀的力量 那是非常可怕 那世界各地呢 人 不慈悲 没有爱心 没有人心 所以呢 各地就发生旱灾 所以现在呢 旱灾跟水灾 重复交替才发生 这个都是呢 贪心跟痴心 称心 各种贪称痴 整个依报的现象 所变化出来的 所以佛经讲 回心所信 回事所变 这句话呢 可以说 说明了一切的 整个事件的现象 那这个事件的现象呢 一般人呢 是不愿意相信的 科学家根本没有办法相信这种说法 那所以现在呢 大家依赖科学 希望呢 能够呢 借由科学的力量 来阻止这种天灾地变 哪阻止得了呢 现在 那一天看报导 一个土耳其的政府 那他为了 是土耳其还是以色列 那个地方 为了防止 地震 他所造成的伤亡 所以他准备呢 在这个房子里面呢 架构这个铁架 当整个房屋 震垮的时候呢 这个铁架呢 还能够撑住房屋 人还有这个机会呢 赶快逃出来 所以他准备呢 建造这种铁架 在每一个 这个小学的学校 那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想想 这个方法 你也许建造了之后 十年你都用不上 一百年都用不上 因为呢 你这个地方的供业 是水灾 所以呢 你建造之后呢 它来一个水灾 那一个土石流 结果呢 你防不胜防 哪有办法防止呢 那真正解决办法是什么 解决的办法 佛告诉我们 福祉灭贪嗔痴 真正的断恶修缮 真正的破米开悟 这个才是真正解决的问题 所以解决世界的灾难 要从这些修道人 来弘扬起 科学家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方法 至少科学家 这种需要数据 需要眼镜为品的 这个作为 可以有一点安定人心的作用 那宗教 宗教界呢 这种修行啊 是无形的力量 那它虽然是解决 根本的道理 可是呢 众生不相信 那众生不相信呢 只好呢 我们 加紧做 用功的做 努力的做 用这个 用这个道德的力量 来晚化人心 让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接受 圣贤的教诲 都能够接受 这种三纲五常 这样的一个教化 每一个人 都能够走上自己 应该遵守的 一个做人的诡计 那么这样至少 天灾地变 不会这么贫乏 甚至呢 天灾地变 永远不会再发生 这是讲道义 那我们讲连 连就是清清白白 连就是公正无知 所以中国人讲连 通常都跟解 说在一起 所谓连解 那连解 除了说 要求政府 要求这些 公家机关之外 我们还要 要求自己 在生活的细节上 在二六十中里面 都保持 清清白白 大公无私 我们的本性 本来是圆满光明 本来是清清白白 所以我们的作为 我们的言行 应该也都是清清白白 应该也都是大公无私 因为自信没有偏颇 自信不偏不已 所以这个不偏不已的自信 所流露出来的一个现象 就是平等 那平等的就是大公无私 那他就是清清白白 那所以清清白白 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是这个世界没有染污 没有这些负面的能量 没有这些不好的言语 这个脸的人 他的周遭都是处在一种 很清静很光明 很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真的是一种自然的享受 哪有比这种享受 还要能够更享受的呢 只有回归自然的享受 那个才是真正的绝受 我们世间的染污太多了 到处呢都是染污啊 我们这个小学生 去上个学 我们都怕他被这个学校所染污 他被这个社会的环境所染污 他被一些这个贪生吃的 杀到淫妄的这些邪念所染污 但是现在染污太多了 染污在我们生活之中 无处不在 也是防不胜防 那怎么办呢 只有让自己 回归到清清 清清清清 让自己清清白白 让自己呢 在污泥而不染 这样的你所做出来 你才可以真正的大公无私 这个是脸 所以叫公正怜悯 那公正怜悯啊 不是做官人特有的权利 也就是说不是做官人 才要去遵守的原理原则 脸既然是一种信德的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在生活之中 也要表现出脸的样子 对于社会上 对于媒体上 对于这些人形事故里面 所有的毁谤 所有的批评 甚至呢 所有的这个闲言闲语 到了我的这个内心啊 我通通呢 不染不染 就好像你今天去菜市场 去买菜 那菜市场人很多 声音很多 那这些人在讲什么 这些声音在到底在说些什么 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呢 你不会在意 你不会把他们的言行呢 放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所以你是清清白白的 那你对于这些现象也是大公无私的 那么我们对于生活的情节 也是要这样子啊 你把所有的那些批评你的人 毁谤你的人 讲你闲言闲语的人 都当作是菜市场在买菜的人 那菜市场在买菜的人 他们在讲什么 我听过就算了 看过就算了 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也不会把他们记在心里面 把别人的垃圾放在自己的心里 这是人最大的一个毛病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呢 我们修行在比如何放得下 如何放得快 那再比这个 那么你的功夫比别人快速 你的功夫比别人自在 那么你的修行上就得利 修行得利你自然就受用 所以你就没有烦恼 你就清安自在 你看这个修行上啊 这个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有修跟没有修的人啊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我们在于社会的环境 在于这种公司团体上 甚至在道场上 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的所作所为 不会受到别人的批评 指责 或者是谩骂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你要知道 大家都还在休息 大家呢 都是一种 米的状态 那么这个米的状态啊 是他可能犯 我也可能犯 所以最低的标准 是要要求自己 至少自己不会去犯 不会去干扰别人 不会去批评别人 不会去障碍别人 这个是脸 也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说得清清白白 所有的叫做大公无私啊 你看你去障碍别人 你把别人这个因缘障碍掉了 那你是不是又造了因果 特别是在道场 如果是他在修道的这个因缘 你把他的这个法身分明给断掉了 那么你的这个果报啊 那更加的可怕 所以真的要做到清清白白啊 那么我们最好的 最好的做法 就是呢 实时 回归自信 回归民事这一指啊 让自己呢 保持在这种二六时钟里面呢 通通呢 都依止这个到底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关系 我们透过呢 这个经教 透过呢 这个佛号 或者是说 透过对于这种 法会上老师的 这样的一个教法 或者是说 对于老师的一种思念 把这种 关心的对象啊 反归到自信 反归到我们的佛 佛性上 那么这样呢 还能够保持在 清清白白 大公五十的状态 那久而久之呢 你对于外在的这一切 你就不会去在意它 你也就做到了 这个脸 脸的这个定义 脸的这个德性 所以 对于世间的人 他那种 历令自温 他那种见利妄议 贪婪 无耻 这样的行为 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你把自己的清清白白 大公无私的本性 你把它流露出来 你把它保守 保守住 这样的 用你的道德 慢慢去感化别人 只有透过身教 你才有办法去改 改变别人 你才有办法去感化别人 甚至要度化别人 如果自己的脾气毛病 自己的内在的这些 贪嗔痴的众生 都没有办法度化 我们是没有办法度别人的 所以今天我们到场在讲度化众生 你要想想 度化是什么 众生又是什么 要想想 脸这个字 我们才知道说 那一份清清白白的道题 那一份觉悟平等 大公无私的这个德性 那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追求的 我们想要保有的是这一份道题 那透过脸的修为 能够回复到这样的道题 这个是脸 那我们再讲此 此就是一种 忏悔心 羞愧的心 就是一种觉悟的心 所谓发漏忏悔 我们对于 这种不合道理的事情 不合这种性体的 这个人事物 我们会觉得可耻 耻就是不屑去做 不屑去听 不屑去想 那这个耻心呢 是让自己保持在一种觉醒的状态 当世间的众生 都已经沉迷 都已经染污的时候 你自己呢 能够要求自己 不被这个五欲六成说 染中 不被明文立养 所牵绊 那么你就是一种 醒的状态 所以佛家讲 破迷开悟 迷的人 就是没有 没有羞耻心 所以 卢家讲 支持尽乎勇 支持的人 他所发出的力量 那是非常强大的 支持的人 他 不愿意跟这些世间的人 同样做出这些贪嗔事的事情 同样的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前途 个人的利益 而做出这些损人 利己的事情 这个是耻 这个是耻 发这个耻心的人 他一定要有相当的觉悟 你看在孟子里面 他特别提到顺 那么顺这个人 对于孟子 有很大的影响力 孟子在他的篇章里面 描写顺 根本是激进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崇拜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你也能够做到的话 那么你这个崇拜的行为 那就有 有他的目的了 那么你崇拜先佛 你听先佛的话 做先佛的事情 那么你这个崇拜呢 那就 这个就真正的发生作用 所以不是偶像崇拜 那么孟子 把这个顺 真正的是 落实在生活上了 他认为呢 顺可以做到了 我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顺何人也 与何人也 有为者亦落实 那为什么把顺呢 特别在他的 这个篇章里面呢 特别强调了 那是因为顺啊 他刚开始只是一个 平反无奇的人 他只是一个山林的野人啊 住在山里面 然后呢 跟着父母在一起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因为顺的德性啊 让顺的民生啊 传到了整个天下人的耳中 那又受到谣的肯定 那所以后来 顺接了谣的地位 继续的来治理天下 那他顺把天下治理的 又有条不问 让每一个人 接受到他的教化的人啊 通通的能够改邪归正 能够真正的断恶修缮 破米开悟啊 所以在顺的教化之下 他的那个国土啊 是越来越接近 所谓的世界大统 你看他 在他的记录里面 他走过的地方 三年成村 十年成四 这个地方 三年就成了一个村镇 本来是荒野的地方 人越来越多 那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呢 因为这些人啊 都很想跟大顺接近在一起 听听他的话 得到他的教化 受到他的启发 那十年呢 人越来越多就变成一个村镇 这个是顺道 顺的道德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道德啊 是批印到整个天下人 这是顺觉悟的心 所以孟子认为 我自己没有办法 做到像顺这样子 那么我是觉得很可耻 顺子 顺子是一个乡野的人 他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也是一个乡野的人 为什么我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那我是很可耻的 所以孟子的发心呢 是立志成圣 就好像六祖会论一样 势必要做佛 回求做佛不求余物 孟子也有这种发心 回求做圣不求余物 所以他觉得说 自己没有能够达到顺那个标准 是很可耻的 那所以 这个可耻的心呢 让他发露出一种 觉知的力量 这种觉知的力量呢 是对抗这种贪嗔痴 对抗自己的脾气毛病 最大的一股动力 然后呢 扭转我们的这种迷 对于世间的迷惑 对于世间的染着 把它扭转过来 那是一个耻的力量 羞耻之心 所发露出来的那个勇 所以这个真正的勇 是战胜自己的贪嗔痴 那才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我们说圣贤是战胜自己 英雄是战胜别人 这个佛教里面 大雄宝殿 大英雄是世间摩尼佛 那他把这个英雄 认为世间摩尼佛 战胜了自己的 这个贪嗔痴 自己的脾气毛病 回归到本来面目 那是真正的大英雄 大胜大行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 所以礼义廉耻 救国救民 真的是要用礼义廉耻 来把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把它扭转过来 这个礼义廉耻 是需要通过去宣传 去教化 去实践 只有实践才能够导出真正的力量出来 那么实践的人是谁呢 导 引导的人是谁呢 没有别人 就是你 就是我 就是我们这些修行人 你还要期待谁 来做这件事情呢 没有期待谁 就是自己 只有自己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只有要求自己 能够把礼义廉耻 把它落实下来 把它落实出来 实践出来 对于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 立出一个好模范 那整个天地的架构 那就 在你的德行之下 就已经被 被流露出来 被彰显出来 那这个是礼义廉耻 所以 礼义廉耻 国之四伪 四伪不章 国乃灭亡 那么四伪记章呢 国乃复兴啊 那这个国 就是家国 就是世界 就是天下 所以 家国 世界天下 你要得到 一种 兴旺 繁荣 那么就是呢 将礼义廉耻 这四个德目 好好的 把它发挥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在讲礼义廉耻 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目的 那也是道之宗旨 叫我们 克之 克尊四伪 钢厂之鼓里 那四伪 钢厂 这个还没有讲完 讲到四伪 那还有一个 三缸五常的部分 我们还继续发挥 那今天呢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 大家早安 克尊四伪 钢厂之鼓里 我们知道 儒家 教育的 重心 就是 钢厂伦理 儒家强调 人性 本善 那么这个善 它可以 统贯 所有的德性 所以善的出发点 是 所有一切 德性的落实 那在 人的社会里面 儒家强调 要回到那个 最核心 最原始的根本 那所以 钢厂 伦理 这个呢 都是一种 核心的根本 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 在道之宗旨里面 的经文 他有很多德目 是重复在讲 那重复的强调 而且呢 很多 理论的原则 都包括了各种的德目 那这些德目呢 是相重叠的 那这个呢 是 没有关系的 这些德目 本来就是要在教化之中 不断的 把它提醒出来 不断的告诉 我们这些修学人 让他知道 这个儒家的修行 原理原则 不外乎这些伦理道德 钢厂伦理 从这个钢厂伦理之中 才能够 把自己修学的 那一个基础 稳稳的 扎扎根啊 所以我们讲到 四围 钢厂 那么四围我们上次 大略的介绍过 今天要来讲钢厂 那事实上呢 钢厂也只是一个 形容 形容的名词 四围同时也是钢厂 那在中国的 古德的德目里面呢 钢厂 是特别把它指出来 那就是三钢五厂 那所以我们看到 钢厂这两个字 我们会发现到说 钢呢 就是一种钢灵 就是一种 钢灌的 那个 源头 就好像我们的 衣服 它有一个领口 这个领子的地方呢 你只要抓住了 那么其他的衣服 它那个顺序 就会跟着 被抓起来 那么你如果抓到袖口 那整 虽然呢 衣服可以被你抓起来 可是呢 凌乱不堪 不像一个衣服 那网字也是一样啊 网字的里面呢 那个大条的 那个绳子 就叫做钢 所以你抓到了钢 就等于抓住了整个网字 那在人的社会里面 这一张大网字 那个钢是什么 钢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三钢 长呢 就是五长 那三钢五长的道理 是从古时候 到现在 都一直在强调 被人家 被人家基之为老生常谈 但是你想想 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这个 从古到经都在强调这个 而且呢 古大德 它整个教育的核心 也是在教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钢厂的道理 那么整个社会 整个人心啊 就会问乱不堪 那这个国家呢 就会灭亡 那所以根本的核心 就是钢厂的问题 我们现在人类的问题 不管你 所面对的 是轮场的脱续 还是呢 社会的混乱 还是整个 天地的在变 这些问题呢 通通都是 人心的反射 如果我们相信 本性具足 本性圆满的话 那么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在本性里面 找到答案 那本性是什么 本性就是我们的 钢厂伦理 我们说 回归到 这个自然的生活 人的自然的生活 就是钢厂伦理的生活 回归到 这个自然的生活 我们自然呢 就有盗在里面 这个生活之中呢 无时无刻啊 不是冲 这个冲刺的盗 所以盗在哪里 盗在厕所 盗在马路 盗在椅子上 盗在这个垃圾桶上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时段 没有一处 是没有道的 也就是说 通通都有道 那如果说 要让这个道 能够流露的自然 能够呢 在我们生活之中 来把它表现出来的话 那么 这个 成为人的 这样的一个个体啊 它是有责任 去发扬 去做领导的工作 因为整个 天地万物 它不言不语 必须透过人 必须透过人 来领导 来管理 那这个领导 就是所谓的钢厂 如果我们把这个钢 给抓住了 那么整个社会的这张网 就被抓住了 你要叫它向东就向东 向西就向西 那这个向东向西的标准 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 我们所说的教化 所以古大的 圣贤人 君子在社会上的教化 是引起是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么包括 这些君子 如果是隐居在山林里面的 那他们呢 也有教化的作用 那所以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各式各样的 这样的一个贤人君子 那么在各个角落 从事的教化的工作 那么通常呢 都是 这个以这个身教 来教化民众 只有身体力行 那民众才会受到感化 然后呢 接着去 学习 跟实践 所以讲到三纲里 这个三纲的部分 是我们的原理原则 我们的一个 首要的目标 那特别是我们今天 修学人 我们今天所说的 宗教的教育 那虽然 在其他的教育上 已经没有达到 这么完备的教 教化的功能 可是我们修学的 这些修道人 他必须呢 负起 一个 教化的功用 现在呢 把它称为宗教的教化 宗教的教育 那不管用什么名称都好 事实上呢 我们就是在做 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的工作 那所以 讲到三纲 五常 尤其是对于 现代修学之人 他更是要 坚持的 一个原则 那我们今天 试着来解释 那什么叫三纲 什么叫五常 他这个三纲呢 不是大学的三纲领 那个三纲 他这个呢 是指 君为成纲 夫为七纲 这个 父为子纲 夫为七纲 这三个 纲样 整个人类的 伦理原则 就是以这三个角色的人物 为主要的纲要 那么我们知道 君跟成的关系 在现在的社会 就是所谓的领导 跟被领导的关系 那么不管 在哪一个角落 都存在了这种关系 那这种关系呢 君为成纲 君呢 是一个 领导的角色 领导要称为 被领导的 这个纲要 的主导 那主导呢 这个君 就非常的重要 这个君的重要性呢 那是 将整个王 带到一个 极善 或者是极恶之地呢 就在这个君 的作用 所以君呢 他必须 本身自己 要修身利得 要回归自然的生活 那他对待臣呢 要用各种 德行的话域 所谓君始成一礼 臣世君以终 那么你对待 这些被领导人 你要用 礼 相对的礼节 来提 提起他们 来教化他们 那么臣 世君以终 臣呢 对这个领导的关系啊 他必须呢 遵守 这个人臣的终道 那这样呢 整个 刚 网 这个才会呢 达成 这个一气呵成的样子 所以我们古时候 儒家教我们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那领导的关系 如果能够同时兼备到这三个标准 那么他这个团体必然会走到兴旺繁荣的一个前景 坐之君 就是领导他们 领导他们走向美善之路 坐之亲呢 就是呢 照顾他们 照顾你这些员工 把这些员工呢 当成像自己的儿女一般这样的照顾 这样的呵护 那坐之师呢 就是教化他们 这些员工呢 你必须透过各种的教育 让他们了解到整个团队的这个企业文化 或者是团队文化 然后呢 他才有办法在这个团队里面呢 立下这种不败的根基 那所以君为成刚 这个君跟成之间呢 有相互密不可分的一种关系 那所以 一个做领导的人 他一定要有一种 大是大非的精神 那这种精神呢 就是以古代的 这个德木 古德所留下来的这些德木为标准 那么古德 他们经过几千年的试验 到现在还存留下来 那这个就是表示 这个呢 是自然之道 这个是正确的道路 如果一个君 一个领导人 能够遵循的这个正确的道路来走 那必然呢 一定能够带向康庄美好的大道 那所以现在的社会 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 相当的多 在每一个角落 似乎都可以碰得到 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 那么这个领导 是整个刚领的作用 那所以呢 做一个领导人 他不是说有钱就可以做领导 或是有事 或者是呢 有权力 那就可以做领导 他同时要富起 这种教化的工作 做之亲 做之师 照顾的工作 要同时 同时富起这个指导的工作 所以一个领导人 他本身 他必须呢 学问很好 道德涵养很好 而且呢 整个管理运作的 能力很好 所以 在孔门四科里面 孔子 第一个强调德行 再来强调言语 再来强调正事 再来强调文学 那这个四科呢 在一个团队里面 同时都需要具备 那但是呢 最重要的 还是在于 这个正事 在于德行 德行 是一个领导人 他的一个核心的根本 德行是信德的流落 德行是自然的行为 当一个领导人 他具备德行 那么他就可以了 很自在的 来引导他的 这个被领导人 引导他的这些员工属下 来走 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 那所以 底下的人 受到这种自然 德行的感召 他在额辱木染之中 也会学习到这个自然的道理 那所以呢 这个君为成刚啊 这样的一个现象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教化的作用 到现在都还是存在着 再来就是父为子刚 那这个父为子刚呢 我们必须强调 父 以前的父母 都是以父来代替 所以父是包括母 子呢 是包括女 所以父母是子女的 这个刚要 刚领 那这个父的范围 可以扩大 到整个家族的长辈 我们知道 以前 中国人 他不是 以个人为单位 个人呢 在整个社会上呢 是没有 什么作为 没有什么力量 他必须呢 是以家为单位 你是哪一个家的 你是哪一个地方的人士 所以以前呢 张家村 王家村 李家村 这些呢 村呢 就是整个大家族 以一个大家族 做单位 那所以呢 才会发展出 奇家的道理 当我们把这个 大家族里面的成员 都安顿好了 都能够呢 让他呢 上轨道 能够呢 运作自如 那么我们 要达到 自博平天下 的目标 就不是难事 所以以前的大家庭 那种制度 是相当好的 只可惜啊 现代 已经没有大家庭 即使是有呢 他的功能也已经没有 那么样的完备 那所以现在的家庭呢 都是小家庭 以夫妻呢 为主要的 的主角 那我们讲到这个 父为子刚 父为子刚 父亲 要做儿子的刚领 指导他 指导他 这个带领他 照顾他 所以你看 父为子刚 同时也做到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的角色 他是不可以偏废的 在家庭里面 父亲的成传 是来自于天 为什么有父亲呢 因为祖先来的 那祖先从哪里来 祖先就从上一代 上一代又上一代 一直归宿到最 最先天 最最远的那个标 那个源头啊 那就是天 所以父亲呢 同时代表了 这个天性的存在 所以父亲 有所谓的天的尊严 那对于父亲呢 必须像天一样 来敬重 那父亲在家里面 他也有举足亲重的 一个作用 这个是在中国 古代的家庭里面 父亲 他 他占有了一个 举足亲重的一个角色 所以父亲的为人 父亲的整个修为 形成这个家族 是否兴旺的一个指标 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家族 一个做父亲的 就是这个家族的 那个领导人 那他是呢 非常正直 非常这个 大量 或者是说呢 有所作为 我们会看到这个家呢 一定呢 渐渐的走向 兴旺之途 那如果这个家呢 父不父 子不子啊 那这个父亲呢 的形象啊 没有做到 父为子刚的标准 那这个家庭呢 就不久 就会 衰落 就会败亡 孟子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那这个无后呢 并不是指 没有后代 那当然了 没有后代 这个解法 是相当狭隘的 那广义的来解呢 这个无后为大 无后是 没有承传 这个家风的人 没有可以承传 家道的人 没有可以承传家业的人 那这样呢 这件事情呢 是很 很重大的事情 必须 慎重的去面对它 因为这个家族 没有后人的 没有后人 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孟子才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那么在于我的这一代 我没有找到后人 来承传 我的这个家风 那么我就是 对祖先不孝 对于我们这一家的 这个历代的 的先人啊 没有做到孝道的 一个标准 那所以 做父亲的 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它在于 它关键在于 是否能够把这个家风 承传下去 那这个家风呢 必须透过父亲的修为 它的品格 它的道德 然后呢 才能够教育好下一代 让我们这一家的这个门风啊 继续兴旺下去 所以你看我们古时候 很多家族 他是可以兴旺很久的 有的人说 父不过三代 那么这个只是在讲 名利上的这个拥有 那名利上的拥有呢 只能够算是 家业的承传 不能够算是家风 那真正的家风是什么 真正的家风呢 是代表这个家族的一个精神 这个精神呢 一定是属于自然的法则 所谓自然的法则 就是人性本善的这一面呢 它一定是呢 能够把它自在的 把它留成出来 比如说这个家风 它是特别的 有度量 特别的仁慈 特别的这种博爱 等等呢 这些呢 都是一种很好的传统 在 中国的例子里面 我们常听到 范仲淹的例子 那范仲淹呢 他本身呢 就是宋朝时代 北宋仁宗的一个宰相 那他做大臣 做得非常的尽职 非常的有声有色 那他作为这个人民的父母官啊 做得尤其是有声有色 那么听说他在 这个苏州 杭州这一带啊 他有一个 有一个田地啊 那他把这个田地啊 通通呢 把它租给农民 让这些没有田田的农民啊 能够来这里种地 那取得这个租金啊 都是非常的少 看那个农民收入多少了 那就取他们的一点点的资料 那所以呢 那农民有田可以耕种 又有这个收入可以赚 大家都很感谢范仲淹的德 那有一次呢 他自己呢 要盖个房子 那请地理风水 这个老师来看 结果呢 那个地理风水师呢 发觉到说 他要盖了房子这块地啊 是一个宝地 如果能够 把它盖起来的话 住在里面的人呢 可以做到三宫 三宫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五院院长 做到宰相了 这样的一个职务 所以这后代的子孙呢 一定能够融险 那结果呢 范仲淹他这么一听啊 既然这是一块宝地的话 那么我应该呢 不要把它自己享受 他就把它捐出来 盖学校 盖学堂 然后呢 让所有的这个地方的 这些小孩子啊 通通来这里学习 来这里读书 那既然这个地方的风水 那么好 那么每个来学习的小孩子 都能够成为 我们国家的动养之才 甚至做到三宫 降向之才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所以他就设了一个义学 所谓义学也是免费的 提供人民来这边学习 那人民本身就很穷 要教导子女呢 几乎是没有能力 现在有免费的学堂 当然啊 大家东东来那边学 所以据说呢 在范仲淹的学堂 所交出来了 这些门生之中啊 成为后来 宋朝 这个很有影响力的 这些朝城啊 也非常的多 那可见的 宋这个范仲淹的德性啊 非常的大 他不但批印到自己的家 这个家的门风啊 同时批印到别人家的门风 那所以他的德性啊 一直到现在 都有后人在传递 也就是说他的家风 都有他的后人 继续在承传 那除了说在大陆 有范仲淹的后世 在台湾也有 听说也有范仲淹的后世 在台湾 后世的子孙啊 在台湾继续 他的一个德风啊 你看范仲淹到现在 离我们大概也有 八九百年的历史了 他还有这个子孙 在人世间啊 那可见呢 他一定要有相当的德 那我批印到这些子孙 那这些子孙呢 也要有相当的 这个修学的能力啊 才能够呼应他的主德啊 来继续传承 这样的一个家风啊 所以这个就是 富为子刚 他的一个标准 那可见呢 这个父亲啊 在中国的 这个家的作用里面 父亲是非常重要的 那国家呢 又以家为主要的 的一个角色 家是基本单位 那家里面呢 那就是 以父亲为主 父亲是主要的 一个领导的角色 刚领的角色 所以叫做父为子刚 所以我们五轮里面 也讲到 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 也是 儒家的核心 我们掌握到整个儒家的精髓 也就是在 父为子刚 父子有亲 这一段话 那这一段话呢 在我们的五轮八的里面 也有提过了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不用花太多的篇幅 再继续来讲 总而言之呢 整个家庭里面的教化 通通要在 这个父亲这一辈的人 要完成一个 一个标准 那只有父亲这一辈的人呢 他的言教升降 达到一定的标准 才有办法教育出 他的下一代 也是达到标准 甚至有有过之 这样的一个子孙出来 那我也会有这样 一带比一带强 那他们家这个门风啊 才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 继续呢 这个发扬光大 你看我们现在时代在变 整个环境在变 如果说后代的子孙 没有办法 乘船加风 也没有办法跟上时代 那么你如何在 现今的社会自主 所以很多家族 可能呢就这样没落了 那如果有这样加风的 子孙啊 他的家族呢 就越来越兴旺 那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再来讲我们 我们说 夫为妻刚 做丈夫的 是妻子的刚领 那这个是 从古到现在 我们说 我们的封建文化里面 他的一个思想模式 所以呢 到现在 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 没有办法认同 夫为妻刚 什么三重四德这种话 即使呢 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 他们也没有办法认同 现在还有人在讲这个吗 还有人在做这个吗 但是啊 想一想 如果现在都没有人做这个 没有人在讲这个 那么其实呢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早就问乱了 整个世界早就 早就问乱不堪了 那想想 发现一下 我们的社会 难道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整个世界 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们所看到的天灾地变 难道是突然发生的吗 这个都不是 没有原因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夫没有办法做妻刚 那夫妻之间呢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那么我们 来分析这句话 虽然现在讲 夫妻是平等的 男女平等 那么男女平等 的心态之下 有时候呢 很多的现状 那是没有办法平等的 比如说家庭里面 要做出众的维修工作 那你出众的维修工作 你一定要男生去做 丈夫去做 你妻子 甚至也不屑去做 妻子可能也不会做 那么 再想想 这个家庭 他面对外面 面对外面的 各种的人情事故 各种的 这种压力 或者是说 整个 整个环境的打击 当他要面对的时候 他还是需要一个丈夫 还是需要一个 这个家庭里面的 一家之主 来面对 通常呢 我们说 女生 做太太的这个部分 她是比较 在整个生理 心理上 她是比较不处理 这种事情的 所以这种事情呢 都交给丈夫 这个在我们的台湾 我们中国 都还认为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女孩子 她把这个重大的事情 交给丈夫 那丈夫呢 也 责无旁贷的 把她一肩扛起来 那太太的角色呢 太太的角色 就是做好了 这个家 这个教导儿女 做好了 这个家庭的事务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是一个 很自然的和谐的状态 一个家庭呢 如果 男主外 女主内 那么这样的 来运作 这个家庭呢 就会运作顺畅 那现在呢 女方不愿意 女方说 我要走出厨房 我要发起男女平等 我要做家庭的革命 那结果女方出去了 那女方出去了 有没有想过 那家庭谁来照顾 家庭里面的一切 弄得问乱不堪 没有人收拾 也没有人照顾 那结果呢 造成这个家不像家 孩子要吃饭了 就 订个便当给他吃 孩子要干嘛呢 就要 随便敷衍一下 那么 你想想看 你为了出去 为了走出厨房 放弃了 跟孩子的教育 放弃了家庭的责任 你所负担的整个社会成本 是多么的大 因为我们 想一想 现在为什么青少年的犯罪率会这么高 这个夫妻的离婚率会这么高 整个社会动荡的频率会这么样的 囤反 想一想 这个呢 都是因为 夫妻之间不协调所造成的 那么男 男生呢 你要叫他主内 当然也可以 如果男生愿意的话 男生来主内 那妻子来主外 那至少呢 还能维持一个 假象的平等 一个和谐 假象的和谐 事实上呢 男的一个本性 他就是主外 就好像阳 阳就是主外 阴就是主内 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状态 那你现在呢 好 你阴也要主外 那么你阳就要进来 阳就要主内 你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和谐 你不能够说阳跟阴都主外 结果这个内的部分怎么办 就造成了整个混乱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青少年 他会留脸网咖 他会跟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困在一起 然后呢 到处呢去 游手好险 或者是说破坏公务 或者是说到处捣乱 形成社会的治安的死角 那这些青少年是谁啊 想一想 这些青少年就是 这些夫妻不协调里面 家的孩子啊 所以夫妻七纲啊 事实上呢 这个是我们现今社会非常重要的 一个 挽救家庭混乱的 一个方针 做丈夫的 做丈夫的 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家 来安顿这个家 让这个家呢 没有后顾之忧 做妻子的呢 好好的来固守这个家 来教导这些儿女 子女们 那把这个家的内部事情 通通协调好 那么整个家庭的运作 就会自然顺畅 好 夫和妻孙啊 就达到一个社会的人伦 也回归到道的自然 所以道的自然 在社会上 就是家庭人伦的自然 每个人都回到人伦 那么这个家道就自然 社会就自然 那社会呈现自然 就是健康的状态 国家就是健康的状态 整个宇宙呢 就是生生不息的状态 所以想想古德 所留下来这些道理啊 是很有道理在里面啊 那这个道理呢 他这一时呢 是没有办法去呈现他呢 他也不是透过言语呢 就可以把他讲尽的 他必须透过呢 点点滴滴的作为啊 然后才可以了解到 原来这个里面的道理是这样子 你看以前 也不会这么高 也没有所谓的 这个离婚率的问题 人心祥和 社会安定 那自从 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 那么经过了各种战乱的洗礼 经过了这个欧美 这个新潮文化的洗礼 这个之后呢 你看整个台湾现在的社会 虽然讲求民主 可是呢 却混乱不堪 人心惶惶 我们走到街头 一个不小心呢 就会受到伤害 现在生活 步调都很快 那所以呢 你必须呢 非常谨慎 在这个快速的生活之中 你可能一下子呢 就会被受到别人的波及 这是人心不安呢 那人心不安 所呈现出来的波动啊 就是整个政局的不安 就是整个天地自然的一个不安 那么天地自然的不安 就会产生这个波动 就会常常有水灾 有风灾 有地震 有旱灾 各种的灾难会出现 所以这个夫为七刚啊 这句话呢 是真的是一个 牢不可破的真理 想一想 以前古大德 他讲 这个妇女啊 占了国家 国家社会安定 最主要的力量 也就是说国家社会 是处于和谐安定的状态 那是谁造成的 是妇女造成的 妇女是主要的力量 因为呢 他们在家里面 把小孩子教好 那么把丈夫呢 辅佐好 丈夫呢 有一点偏差的行为 赶快把他纠正 那么小孩子从小呢 就把他教导好 让他接受呢 最最好的教育 让他接受 最圆满的教育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教育 是古圣先贤的教育 让他能够接受这些洗礼 那小时候 他就接受圣贤的教化 他长大之后 当然就有圣贤的风范 起码呢 也可以做到一个君子的形象 这个是谁造成的 妈妈造成的 妈妈的力量造成的 所以妈妈的力量是 非常的大 他虽然在整个社会上 好像没有被脱险出来 但是呢 他所影响的力量 是比 比丈夫啊 影响的力量更大 所以你看看 太太这个名字 周文王 他的这个母亲 这个太任 周文王的母亲 他一任 然后呢 他的太太 太氏 他的母亲啊 生了周文王 这个圣人 就是因为 他怀了周文王的时候 那想 想要呢 把这个孩子 教化成为圣贤 所以在胎教的时候 就特别的小心 不好的 他不会去看 不会去听 不会去想 不会去问 远离这些不好的环境 接触的都是好的 所以从小 儿子目染啊 这个小孩子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他就可以受到 这种文化气息的熏陶 所以生出来 一个圣人的儿子 那他呢 就成为圣母 那这个周文王 的儿子 周武王 周公 也是圣人 那么他的太太呢 刚才说江任 他的母亲是 太任 他的太太太氏 太氏呢 也学习 也学习 他的婆婆的样子 把这个 太教做好 把这个教化子女的工作做好 结果呢 他也培养出 圣人的儿子 所以我们说太太 是要纪念周文王的母亲 跟周文王的太太 的妻子 希望呢 在太太的教育之下 我们也能够生出圣贤的儿子 这个是太太的由来 所以你看 妇女在家庭里面的地位 那是非常重要 比这个男人还要重要 那现在社会 的整个秩序 人伦的 的一个轨迹 妇女的力量 是绝对有他的影响性 那所以说 夫为妻刚 那可见呢 这个夫呢 一定要 做好夫的角色 夫做好 丈夫的角色 那么妻子呢 才有能力 做好妻子的角色 男主外 男主外 你就要让妻子 没有后顾之拥 你就要让妻子 好好的在家呢 来相夫教子 把这个儿女叫好 把这个儿女呢 教化成圣贤 让整个社会 有达到安定 教化的作用 这个就是 夫为妻刚的道理 那所以 夫妻之中啊 一定要互相和谐 一定要呢 互相力挺 绝对不要说呢 互相抱怨 那么我想到 我跟我的太太在相处 总是呢 口角不断 那先前呢 为什么会口角不断呢 因为只要 不如自己的意了 不合乎自己的这种习气毛病呢 就会跟对方发生口角 那 彼此呢 大家都互不尊重 所以呢 那个谩骂之声呢 就越来越严重 以至于说呢 夫妻不合 甚至呢 要闹到离婚 但是想想 我们自己在修学的人 都还会这样子 那么我们怎么样 来扭转 整个社会的风险 你自己的家庭 都扭转 不过来了 你要怎么样去 玩画世界 教化人心 没有办法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呢 你呢 充耳不闻 当太太在骂的时候 太太在批评的时候呢 有听没有道 听过就算了 马尔东风啊 你不要跟他随之起舞 跟他随之起舞 一定是呢 越扯越大 一个铜板是 一只手是不会响 两只手才会响 那两只手 这样响起来 越响越大声 但是呢 你另外一只手 只要不要跟对方起舞 那就什么事情 就没有 所以我现在 知道了这个方法 现在呢 妻子在吵什么 就说好了 对了对了 是啊是啊 就这样就好了 就不要理他 那么他希望呢 就照他的希望去说 除非有特别的事情 那要沟通的 再好好沟通 不然呢 那个脾气毛病了 就只要呢 不要理他 这个是夫妻的 一个相处的方法 我们来讲 三纲五常 我们刚才讲到三纲 现在接着来讲五常的道理 五常呢 就是仁义理智性 所以你会发觉到说 这个这些德目好像呢 在前面的经文 已经有讲过了 对啊 所以你看 古大德 他这个 这些 教化的这个 这些言行 通通不断地在重复 不断地告诉你 你在这方面做了 在那方面还要再做 还要继续做 不断地做 做到呢 你熟能生巧 做到你这个德性呢 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你把这个 自然的性德流露出来的 那么你不是久而久之 你就是一种 圣贤人的行仪吗 所以我们说 仁义理智性 称为五常之德 那人呢 就是 人心 人的人德 人心之德 人就是两个人 所以 两个人 就是在讲 我跟人的关系 我跟人的关系呢 要秉持的 他也是人 我也是人 所以呢 我要用 我想要好 他 也想要好 这样的一个标准 来对待别人 人德的人 一定是 对对方呢 是仁慈的 一定是 对对方呢 是博爱的 侧隐的 那这样呢 才是一个人心呢 一个 有人德的人 他一定把 自然之道 把他呢 流露在 对方的身上 让对方呢 也能够 如木春风 处在这个 自然之道里面 就好像 雨在水中一样 这么样的 又有自得 所以空老夫子 一生强调 人 他不 情绪 情绪于人 他不会 随便 轻易的去 称赞一个人 是一个人者 那可见的 这个人 他这个标准 是相当的高 他这个标准 是高到说 自己的修行 已经达到 一个很 圆满的境界 然后呢 还能够 让别人 也能够达到 这个圆满的境界 那这个 这样呢 才是人者 那所以 自是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生以成人 在对于 面对一切 众人的 对待 那一定是 牺牲自己 成就别人 那也没有 事实上 在修学里面 是没有所谓的 牺牲奉献 这个就是 本来应该做的 这个就是我的责任 所以这个是 人人 人者 无敌 他在这个事件上 没有敌对的 的目标 没有敌对的对象 所以他走到 哪里 和睦春风 人家批评他 也好 人家赞美他 也好 通通都是好 无敌嘛 所以孔老夫子 到了七十岁 从心所欲不一句 就是达到这种 无敌的境界 那无敌 不是最高境界的吗 那不是圣人的标准吗 这个就是 五常自得 里面的人 那说义呢 义就是 义者义也 义就是 何义 那么我们 先前讲到义 就是合情 合理合法 也就是说这个义 所以这个义啊 是我们做人的标准 做到合情 合理合法 不会损害到别人 不会损害到整个社会的利益 那这个就是义 所以义跟很多德行 都连接在一起 所以很多德行的 他的做法 是不是达到 这个合情 合理合法 这个就是义 那智呢 智就是 智慧 我们大学讲智智 就是达到 那个智的标准 那个智的旧级 智的旧级 就是对于 宇宙人生的道理 完全清楚了解 那完全清楚了解 你就 你对于这个 整个世间的 是非 曲折 邪正对错 好坏 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对于是非 你可以用 是非的方法 对错 你可以看出 他的一个 对错的标准 用适当的方法 来解决他 所以对的人 也没有特别对 错的人 也没有特别错 在于整个世间呢 都有一个 原理原则 那一个智者呢 他会去补 当这个对的 太过高了 他会稍微把它抑制 错的人 稍微 太过委屈了 他会把它拉高 把它去 原补这个对错的 这种关系 让他形成一股太极 太极呢 就是一个 圆满和谐之道 所以一个智者 就是让所有的事物 人事物这方面 都形成一个太极的 的原貌 所以要达到智者 一定是自己的身心作为 已经体悟到 那样的境界 所以才有办法 来去原种这一切 所以你看 道家 他的形象 那就是一个智者的 形象 你看老子 看庄子 他本身呢 就是一个 很圆满的智者 所以当他说出来的话呢 是非也好 对错也好 都很有道理 那我们说老子 庄子 道家 他们因为呢 特别强调 这个人世间 没有被看到的这一面 所以呢 他的这个教法 可以跟儒家 互相的互补 当儒家在讲 这些人 仁义道德的时候 道家他不会跟着习武 他就是呼应你 随顺你 当有不足的时候 他就出来 补这个不足 所以儒家 和尚的道家 就是圆满的太极 就是圆满的经教 这个是智 那我们讲到 理 理在我们的 道之宗旨里面呢 也强调了好几次 理呢 是自卑而尊人 以这个原则 来教化众生 用整个 古德的标准 来将这个标准呢 落实到 这个世人的生活 所以要透过教育 透过教育 把这个 古德的 这些言行生教啊 把它教找出来 那这个就是理 因为古德就是教我们用理 理的原理原则 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 就是自卑而尊人 这样呢 你才能够把这个理 推行到整个角落 你看这个世间 如果没有理 没有理的叫化 那么这个世间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车子特别多 如果没有理 我们还有办法 在马路上行走嘛 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人情事故 这么 这么杂 如果没有一个理的标准 那么我们如何运作其中呢 甚至呢 我们要回归 我们的本来自信 如果没有理的 理们异路这条路呢 我们怎么样 回到 那个最 原来的面貌呢 所以这个都是理 所应该要做的 一个言行 那讲到信 信者不宜 所以人眼为信 我们讲出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信 那我们对于我们的 这个言行 要有相当的信念 当你能够 相信 古大德的话 然后呢 你透过他们的话 来例行 来实践 那么这个信 所以信 信呢 就是不宜 信就是信 相信自己 本来是圣贤的原貌 相信古大德 相信这些经教 那你 自然而然呢 你就会随着这个 古大德的指引 来走到最圆满的境界 所以 这个整个天地的音 的视线啊 都是取人以信 你看太阳出来 它有信用 月亮出来 有信用 整个事实 的 的更替啊 都有它的信用 那么人也是要这样子 人在整个社会的 运作之中啊 它立于不败之地的 原理原则 就是取信 就是要有信 所以 言语这个 这个科目啊 在孔门 四科里面啊 是借在德行之后的 那孔呢 是祸福之门 所以你 孔 孔初 讲出来的话 你不能够成为 你的信的根本啊 那么 这个孔呢 就会形成祸害 你能够呢 依照你的话 而行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 能够取决于人 你就可以立足在 整个社会之中啊 这个是 信的一个根本 所以说 人如信不利 当一个人 他的信呢 得到人 自己的肯定 别人的肯定了 那么他这个人 始终就能够立于 不败之地 他才能够推行 他的理念 他能够在这个社会呢 能够呢 这个生根展业 能够有所成长 这个就是五常之德 仁义礼之性 有一句话说 人弃常的妖心 这个没 人如果放弃了 这些常理常道 那么整个人的社会 就是妖魔鬼怪的社会 那不是人的社会 常理常道 就是我们在讲的 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 我们说自然的生活 没有比自然的生活 更贴近于 人们的生活 如果你不要这个常道 那么整个世界呢 就会大乱 世界就会毁灭 我们说世界末日 早晚一天会来到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 整个社会的报道 我们会发现到说 很多人那个打扮啊 这里装个洞啊 那里染个头啊 然后呢 穿了一些非常奇怪的 看看这个现象呢 就有点像 风神演义里面的 这些妖魔鬼怪 大啦啦的走在我们的街上 大家也不以你为意 这个就是时潮 年轻人爱搞怪 年轻人爱信 可是呢 我们想想 这个是不是 人气首 这个 大家好 到之中 讲到第十三句的经文 喜新敌律 那么我们说 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看心可以让我们 作善 作恶 可以让我们成就 圣贤 可以让我们堕落地狱 所以心 可以说是掌握我们人 前途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当然我们说的前途 是我们生死的前途 在世间 所有的一切 事业的前途啊 那都只是短暂的 那既然学了道之中子 我就要有一个自信 我一定要呢 跳脱六道轮回 我把前途呢 把我说的前途呢 放在 里天 起码我要让自己 修到 我能够呢 生死自在 能够呢 预知实质 这个是我们修学 个人最主要 这个修道的期许啊 想一想 如果说 我们今天遇到迷失 遇到了大道 结果呢 修一修修 修到最后呢 还不晓得怎么回去 甚至呢 临终的时候呢 迷迷糊糊 忙忙渺渺 那么我们这样修 到头来 还不是一场空吗 所以为了预防 我们 年老 糊涂 临终的时候呢 渺茫啊 我们现在呢 就要下功夫 给自己呢 痛下很功夫 给自己呢 一个很大的觉悟的力量 很大的觉醒 今天我一定要 借着民师的指引 借着 民师所教导的大道 民师这个指点啊 我一定要呢 返回本来面目 我一定要呢 成胜成贤 所以想想 我们为什么会没有这种气魄 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担当呢 六祖慧能 他去见五祖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就是要成佛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没有要谈 哦 这个口气是相当的 肯定 那五祖看到六祖慧能的这个 表现啊 非常的惊讶 很难得 有人来找他是要做佛的 那么做佛有什么奢求呢 我们本来就是佛啊 为什么说今天要做佛 是一种很大的奢求 我要回归本来的面目 是一种很大的奢望呢 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 这不是一件 很迷惑颠倒的事情吗 如果说我回归本来的面目 大家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 那么可见呢 大家都在迷惘 都在这个睡梦之中啊 还没有醒过来 那么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勇猛心 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自于明师的指引 来自于这个觉悟的力量 明师教我们觉悟之路 我们一定要踏上这个觉悟之路 好好的自己来修正 那觉悟之路的修正 就是叫我们要重新改起 所以今天讲洗心敌律 我们要彻底反省 六万年来 其实讲到六万年来 都只是道场的说法 到底我们累劫累世 有多久了 实在是不得而知啊 所以六万年来 只是一个统一的说法 道场的说法 但是呢 没有清正的人 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呢 这个不妨碍我今天的修行 我虽然累劫累世 是迷糊的 是这个轮回的 但是呢 我今天 我就是要跳出轮回 我就是要回归本来面目 那所以发这个精进勇猛心啊 告诉自己 今天 就是要好好的修行 重新改起 那么当你 发了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必须要清楚 这个心呢 是从内而发 从根本而发 这个根本 是我们心性 绝对不是呢 从外而发 那什么叫从外而发 从外而发就是 你不断的跑道场 不断的去办活动 不断的去 去讲课 结果呢 你心性的功夫 一点下 都没有 你的心呢 洗心敌律的作用 一点也没有做 那么你坐车 做了这些 道场的活动 只是让你 更加烦恼 更加分别对待而已 那当然 做道场的活动 也并不是错误 但是呢 你必须要 很清楚的了解 我今天从这个活动 从这一堂课 我可以获得到 什么样的 觉悟的资料 我可以呢 让自己 能够忏悔到 什么样的程度 能够感恩到 什么程度 这个呢 是我们必须去思索的 那所以今天 讲洗心敌律 你看洗 跟敌 这两个字 它就有去除的意思 有放下的意思 洗心呢 就是要洗凡心 就是要把这些污秽 这些染着 通通 把它清除 所以回复本来的面目 所以洗这个动作呢 有回复之意 那律呢 律就是我们心的念头 心 有真心 有忘心 那么依信而起的是真心 那么依五一六成而起的 就是忘心 所以这个律呢 就是五一六成的 这种忘心 所以要敌俗律 这些呢 非正知正见 五一六成的之鉴 通通通要把它 敌处 所以敌呢 有进化的 这个功用 所以洗心敌律 就是恢复 就是清净的功夫 所以人的心啊 向内呢 是性 向外是情 所以我们说性情 我们说心情 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你看你向内 向内的话呢 你看到了本来的面目 这个是你的根性 你向外呢 攀缘 依的这个各种的因缘 而起了各种的 起心动念 那么这个是情 情呢 会有是非对错 情会发生了这个 爱欲染灶 所以先佛教我们 要向内 不向外 顺趣的是事 逆来的是智 顺趣呢 就是随顺 五欲六成 随顺呢 这个贪嗔慈爱 这个是 这个是事 事就是我们的 阿赖也是 我们的莫娜是 我们的第六 我们的六事 同中呢 就叫事 那事呢 是顺着 世间的一切的 变化 而去感应它 而去染灶它 去对应它 于是呢 产生了事 所以佛法之中 有一派呢 叫做悔事 那这个这里面呢 他讲的道理 非常的深奥 那所以呢 可见这个是 它并不是一个 很容易了解的 这样的一个学问 那么呢 如果说 能够把悔事 这样的一个概念 把它弄懂 那我们大概 就可以清楚到 是 就是我们 现在这里说的 律 因为新的变化 所产生的 是 就是律 就是 佛家 儒家 所讲的名词 不一样 其实都是 在讲同样的意思 那么 逆来是 逆来就是说 你向内而看的 你不去攀缘 你不去应对 这些外在的一切 内心如如不动 这个是智慧的智 那么有智慧 就可以 去应对 世间的一切 但是呢 你不会被 世间的一切 所染着 孔子说 从心所欲 不于举 那么这样的功夫呢 就是 逆来是智 那修道人 要将 顺去 向外者 转而逆来 向内者 必定呢 要从喜心敌律 反观自在 开始 那所以 喜心敌律呢 今天 就是要教我们 往内参求 找到 那个根本的源头 你会 这个 烦恼 你会有妄想 你会有一些 是非对错 你那个根源 是哪里来的 照理讲 不思善 不思恶 才是我们 本来的面目 我们真心的流露 可是呢 今天 我们所看到的 一切 都有 是非对错 真假 好坏之分 那么这些 能够分别的 到底是 从哪里而来 想一想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的心 律的变化 那么 世间的变化 莫过于 这种 情世的变化 心 心事的变化 或者说 心律的变化 那么 说穿了 就是我们的念头 念头呢 分飞不断了 念头呢 这个 刹那生灭 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曾经 佛陀问 弥勒菩萨 人的一坛子 众生的一坛子 到底有多少念头 那么弥勒菩萨 他所说的念头 那是整个 是没有办法想象 好像是 一个 弹子 有128万兆 这样的一个念头 产生了 那么这个念头呢 这个 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因为 刹那生灭 生灭太快了 所以呢 这个念头 一直不断的 在 在流转 在运作 所以我们 古来 这些修行人 如如不动 那么如如不动的 那个本性 为什么会产生 这个妄念 纷飞的 这样的一个心事 所谓 一念不觉 而有无名 那这个心事呢 就是我们说的无名 那无名的产生呢 在于 一念的不觉 那么包括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万事万路 三河大地 宇宙万象 都是呢 一念不觉而产生的 那么包括我们 累劫 累世 所 所看到的 这些 人 事 物 这些景象 都是一念不觉而产生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一念的不觉呢 这个一念的不觉 说起来啊 是没有原因的 没有原因的原因呢 所以才叫无始节以来 那无始节以来 人们的不觉 那人们的这个无名啊 结果呢 让自己呢 轮转到 各种 这个时空境界里面去 那我们讲的时空境界 当然就是 在讲 六道轮回 那六道轮回呢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界线 那这个界线呢 一般的众生呢 是不容易跳脱出来的 要跳脱出来 只有达到 阿罗汉以上的境界 那才有办法 跳脱出来 所以阿罗汉 号称为 这个小果的圣人 那在世间来讲 阿罗汉 已经是一个 初世间 能够跳出六道轮回的圣人 那么所以 在佛家里面 佛教 在传来中国之前 在印度 印度的修行人 他们修行 一定呢 都是用禅定的功夫 那么印度人呢 他们在修禅定 他们在禅定的过程之中 结果呢 因为 定功 定到某一个深处 所以能够跳出 跳出这个六道轮回 结果看到了这个六道轮回的景象 当一个众生 他行五界十善 结果呢 就到 天的一个 警界 一个境界 那么他行五善 就变成人的境界 他有福报 但是呢 这个斗争 称恨 不贫的心很大 那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境界 那鱼吃 鱼吃就是动物的境界 贪心 就是恶鬼的境界 称恨 就是地狱的境界 那这些境界呢 他不是 随意编出来的 来 劝化众生 或者是哄骗众生的 事实上呢 是 他们这些修行人啊 在禅定之中啊 看到的 那有看到这些境界 他们可以来回往返 这些六界 也可以来去自如 也可以呢 这个随意跳出 可见呢 他们的定功啊 已经达到了这种阿罗汉的境界 那么佛家承袭 印度 思想的这个理论 结果发展出 这种六道 轮回 因果的思想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六道轮回 是真实的现象 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 他也跟大家一样 进入到这个六道的情境 结果呢 跳到每一个时空去看 看到这个六道的景象啊 完全是不一样 那他呢 用更深的禅定啊 跳出六道轮回 结果呢 看到了阿罗汉的境界 看到菩萨的境界 毕斯佛的境界 看到佛的境界 这个我们说的十法界 那么十法界的佛 还不是最圆满的佛 实法界还在 这个轮转之中 真正的回归 本来面目的佛 是一真法界的佛 那所以 释迦牟尼佛 他用更深的禅定 更深的功夫啊 来 清楚了解 为什么会有六道 为什么会有十法界的产生呢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 刚才说的六道 那么阿罗汉呢 就是修四圣地 毕斯佛 修十二因缘 菩萨 就是修六道波罗蜜 佛呢 修平等心 那么当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时空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印度的修行人 他们进入这个六道的境界 虽然可以来具自如啊 但是呢 他们没有办法知道 这些境界是怎么来的 也就是说六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这些人事物景 是怎么化现出来的 怎么变现出来的 它的来源是什么 这个印度的修行人并不清楚 那当时佛陀 他必须要清楚 他很想了解 所以呢 他放下了一切 他本来跟印度的婆罗门在修行 结果修了六年 越修越烦恼 越修越觉得 这个拘束不安了 所以 所以他呢就放弃跟婆罗门的学习 自己呢自修自悟 所以当他喝了牧羊女的这个羊奶 在菩提树下 在菩提树下 夜躲明星 然后呢明星见性 这个明星见性啊 就是体正道六道轮回的缘由 死法界的因由 那么宇宙万事万物的原理原则 他通通清楚了 那他通通清楚了 他才可以告诉世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个现象 那么人应该怎么样做 怎么样修 如何跳出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的因果又是怎么样 把这些 这些微理细节啊 这些因果变化 说的呢 这个有条不问啊 所以你看我们讲到佛经 它是最圆满的哲学 讲到这个宇宙万事万物的道理 那么佛经呢 是把我们讲 把众生的这种疑惑 解析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为什么佛教传到中国之后 那么受中国人的肯定 跟喜爱啊 它是有它特殊的因缘 当然这一段我们不去谈 我们必须要来谈 这个释迦牟尼佛 看到的六道轮回的根源 是什么 六道轮回的根源 那就是这个心念的变化 心念变化 所以一念不觉 而产生了这种六道的景象 那一念不觉 这个一念不觉的浅身啊 影响到你的境界 所以当我们不觉的程度很深 是那种称恨的状态 那就是在地狱 愚痴的状态在畜生 贪陷的状态是在这个恶鬼 斗争的现象就在阿罗汉 人呢你要修五界 那天界呢再加个十善 五界十善你可以回到天界 那这个呢 佛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今天 你到底要洗心敌律 要洗到什么程度 敌到什么程度 那么你自己要很清楚 今天明示告诉我们 能够回到礼天的 除了明示这一指 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法院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千年 那么释迦牟尼佛 已经离我们 两千五百多年 现在接近末法 此起的结束了 那所以呢 这个末法此起啊 斗争坚固 斗争 非常的坚固 人跟人之间 团体跟团体之间 那整个社会 族群 国家 之间呢 都产生了严重的 这个 斗争啊 那这个就是末法此起的现象 那今天 明示给我们指点 我们要放弃 我们要放弃 放下 这些 事间的对错 分别 与这个 无名妄想 你要洗心 敌律 你要把你的心呢 测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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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也不要回到天界 我也不想再 來到人界 更不想多三二道 今天明治一指告訴我們的 不是回歸天界 的一條路 他是教我們跳出六道輪迴的一條路 所以我要 跳出六道輪迴 跳出六道輪迴 配合佛經的說法 佛已經把這個六道的現象 講得非常的清楚 當然了 六道代表六度的空間 那實際上呢 這個空間是無限度的 現在的科學家可以證明到 人有十一度的空間 應該說我們整個 我們整個世界 有十一度的空間 可是呢 科學家他沒有辦法進入那個空間裡面去 他只是理論 那沒有辦法進入 你想要跳出更是不可能 那只有 誰可以幫助我們 那只有佛的說法才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道之宗旨 是融合三教 融合五教 那是因為佛呢 在出世間這方面 他講的特別的清楚 特別的圓滿 所以中國人普遍接受佛的說法 那麼儒家道家 他講世間法的這一面 沒有顧及到出世間的這一面 其實只能夠說點到為止 那現在 配合了佛的說法 那就更加圓滿 三教圓滿起來 我們就可以一條 有一條這個 很清楚的道路可以讓我們走 那麼明師這一 指點啊 也是告訴我們 就是那一條路 明師 所說的就是那一條路 那已經指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白 如果你不是從 明師的指導 入這個政治證件的話 那麼 恐怕呢 都會走上邪路 畢竟呢 末法時代 的眾生 他的根性呢 他沒有辦法 自覺自悟啊 那如果有透過明師的指引呢 我們才有辦法走上覺悟之路 那所以孟子說 他說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仿心而已 那麼這個求 仿心啊 或者是說念仿心啊 那我們就很清楚 走上覺悟之路 就是要找對 這個問題的根源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呢 就在於我們心性的變化 那麼我們知道 性是不會變化的 但是呢 性所呈現出來的 新的狀況 如果是我們的性的呈現 那也是清清澈澈 明明白白的 但是現在呢 就是怕 人的那一念無明啊 那個念頭 念頭就是我們這裡講的 律 喜心敵律這個律啊 那所以呢 我們要掌握住 這個 新的變化 讓他呢 從 妄想 分別 知著之中 操透出來 那所以今天我們對於 世間人 他所講的話 他所做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不用那麼在意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講的話 並不是真心的話 也不是真實的話 他講的話只是 當時的感受 或者是說一時的氣化 那根本不需要放在心上 因為呢 他自己 都沒有辦法掌握住 他自己講的話 這個是佛告訴我們的 一個人 修行沒有達到 阿羅漢以上境界的人 他講的話呢 不要去相欠他 所以當人說呢 我很喜歡你 我這個 立志 好好的修行 我要 我要做什麼 做什麼 這個呢 都是 人的忘心 所講的話 不是真心所講的話 那麼真心呢 是逐辱不動 真心是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說那個 清淨平等 覺悟的心啊 所以當你講這句話的時候呢 你很清楚 很明白 你像因果 都呢 看得了非常的清楚 那麼我們現在對於因果的現象 我們都搞不清楚了 我們怎麼可以 了解到我們今天講的這句話 他 裡面 他的因果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清楚了解呢 那佛告訴我們 只有呢 放下 你的妄想 你的分別 孟子 孟子說了 求其放心而已 那孟子 聖人的話 跟佛的話 有異曲同工之妙 阿羅漢的境界 在儒家講 就是君子的境界 所以君子的境界 他講話 是一定要 付諸實踐 講出來的話 一定是有信用的 是誠信的 中央講 中央講 成者不免而重 不失而得 從容 忠道 聖人也 所以君子 的修養 慢慢可以走上聖人的境界 所以 一個君子 他至少 是達到 他的起心動念 都是善的 那他才可以 被稱為君子 你看 你的一眼一醒 你的所作所為 都是為了眾生 都是為了別人 那個都是善的 那麼你的起心動念 如果還有 一絲好的心 是為自己 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自己的前途 為了自己的家業 那麼 這個就是惡的 那這樣 就還不夠 洗心敵律 還不能夠達到君子的標準 我們說一個君子 沒有辦法達到 聖賢人的標準 但是呢 我們可以要求自己 達到君子的標準 那麼這個君子的標準 就是呢 起心動念 都是善的 但是這裡我們必須很清楚 善的定義 就是呢 就是呢 為公的 為眾的 所以為什麼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啊 這個公啊 真的是 很難很難的一個境界 那麼 雖然知道很難 可是呢 我也要去 去放下他 去例行他 這樣呢 才可以讓自己 從一個君子 達到聖賢人 的一個標準 所以透過洗心敵律 我們時時 檢測 自己的念頭 檢測自己的起性動念 你是不是符合 君子的標準 符合阿羅漢以上的標準 那麼在這個 洗心敵律的 功夫上啊 各家各派 就有不同的修法 那不同的修法呢 都沒有關係 只要呢 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那麼他的 他的這個修法 可以是多樣的 所謂修行有多遠啊 所謂修行有多遠啊 歸遠無二路啊 回到的一個目的啊 通通都是一樣的 可是上山的路 可以有很多條 那麼我們知道佛家 透過戒律 到家呢 透過清淨 那儒家呢 透過禮法 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透過祈禱 透過摩拜 這些呢 都是一種 洗心敵律的功夫 讓自己的 自己的念頭啊 不要這樣妄念 紛飛 不要呢 隨著誓言啊 而在那裡 波濤洶湧 起心動念 這個起心動念啊 就是我們人 最大的煩惱 所以佛家講 這個煩惱 佛家講的煩惱 是指 人的起心動念 不是我們真的 傷腦筋的 的 的問題啊 傷腦筋的問題 也是一個煩惱 但是呢 最大的煩惱是起心動念 那這個起心動念呢 可能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按照 弥勒菩薩所講的 忍了一剎那 一坦子 一百八十二萬兆 的這個起心動念啊 這個起心動念啊 那我們怎麼知道 到底裡面是什麼呢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眾生自己不知道 那自己不知道 如何對峙這個煩惱呢 如何對峙這種起心動念呢 所以我們需要明師啊 現在末法時期 鬥爭堅固 如果沒有明師的指引 我們怎麼可能會知道 走上覺悟之路呢 要怎麼樣跳出輪迴呢 也只有一時明師的教法 今天才有機會 能夠呢 有一條回天的 路啊 可以讓我們選擇 所以起心敵律啊 是我們今天 修道人 必須下的功夫啊 這個功夫呢 非常的迫切 而且呢 必須呢 每一分每一秒 都能在下功夫 都在呢 這個渣功夫 那所以 我們人 二十四小時 沒有辦法二六十鐘 保持在清靜的狀態 那所以 各家各派 有規定出一些 規條 讓人遵守 譬如說某一個時段 你就要磕頭 你就要來 誦經 你就要來這個 禮佛 等等的 這些方法不一而足 但是這些方法呢 我們必須要懂得 這個都是船 幫助我們 度過彼岸的船 這個船呢 如果能夠幫助我們 度過彼岸 那麼這個船 達到了它的功用 我們過了彼岸 這個船就要放下 啊 當然達到放下 船這個標準啊 這個過程一定是很艱辛的 但是呢 我們每一個人 實實在在的下這個功夫啊 你會知道說 這個功夫呢 真的是 非常的不容易 在生活之中 在於這個 人情 事故上 我們常常遭受到 各種的打擊 各種的不如意 毀謹 批評 謾罵 那麼 後學 想到自己 自從呢 這個出社會以來啊 所受到的各種打擊啊 是非常的多 各種不如意啊 紛紛而來啊 面對的冤親債主啊 都是那種 窮凶惡極啊 不願意原諒你的 那這些呢 你都必須去面對 那你都必須呢 去安撫他 去化解他 你如果不化解他 那麼 你以後 還要用更大的心力 用更多的成本 更多的心血 來去還這筆債 那麼這個 我就想到 就在今年的 清明節 那清明節 都要去掃墓 要去記住 那我們家呢 是在高雄 我父親 我父親 我祖父的墳墓 都在那個地方 那因為清明節 是連續假日 沒有辦法 利用連續假日 回去掃墓 所以我就提前 回去掃墓 那掃墓呢 那掃墓呢 因為是提前 所以那個墓園啊 整個荒煙漫草啊 那個 雜草重生啊 非常的茂密啊 你要 經過這個 雜草堆 然後走到 墓園 這一條路啊 是 沒有路的 那沒有路呢 我不曉得要怎麼走得過去 因為墓園就在雜草堆之中 整個墓草呢 真的是 長得比人還高啊 那所以想到這個時候呢 後雪 只好依照慣例 以前人的做法 就是 放火 把這些木草燒得乾淨 那就 火這麼一放啊 就不得了了 哇這個 吹來 陣陣的 南風啊 讓火勢人 一家 一發不可收拾 哇整個火勢啊 非常的猛烈 好像是火燒山的樣子 後雪看了那個景象啊 可以說是 驚心動魄 這下子不曉得怎麼辦啊 那火勢猛烈 在燒啊 我想說啊 那趕快逃吧 結果呢 想要逃 我那個想要逃的念頭了 就讓自己種下了因果 就沒想到呢 旁邊 有在修墓園的人 在修墓園的人 他當然也看到了這一堆 這一堆火在燒啊 然後看到一輛車子 正在要逃跑 他已經把你的車牌號碼 記下來了 那麼我也看到他 看到他在記我的車牌號碼 我知道我逃不掉了 所以我就直接下車去找他 說 這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就說 你放火把這個木 木草燒了 燒得這麼猛烈 那麼你有可能會波及到 附近的住家 所以那些住家有可能會來問他們 所以我必須把你的車牌號碼 記下來 這個時候啊 我就說好 那既然這樣我就不要走好了 我就回到 回到 我父親的 這個木草那裡 我想說啊 等這些木草燒完了 再來祭拜 結果呢因為燒太久了 火勢太大了 我想說我這次大概 差不多了 警察要來抓我的 這邊 旁邊的房子的人呢 一定會出來 對我呢 有什麼傷害 可能要把我抓去關了 我就在那裡等 事實上我是在想 就在那裡等警察來抓我吧 因為我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火勢 那這個火勢呢 那這個火勢呢是因我而起的 所以我只好呢 再來等 結果等等等 等了一個桌中頭 火勢慢慢消退了 雖然這個之中啊 那個內心的煎熬啊 是非常的 苦悶的 啊 而且交集啊 求老師慈悲啊 求先佛庇佑啊 那個過程呢 是都有的 那後來 慢慢的火勢 漸退了 那火勢漸退了之後呢 我發覺到說 還好 剛好這個木區的木草 通通燒完 其他的沒有跳到其他的 這個 木區去 也沒有 危急到其他的這個 樹林啊 我那時候是放了一個 120的心啊 安下心來 安下心來 想要走進木區啊 我父親的父 要去祭拜啊 結果發現了 被我燒過了這些木草堆啊 那個灰燼啊 還很熱 你根本沒有辦法走下去 穿著那個雨鞋一走下去啊 雨鞋被融化掉了 所以沒有辦法進去掃墓啊 那那時候呢 已經下午 大概四點多了 我想說 夜色 天色啊 漸漸漸 也暗下來了 我必須呢 趕快離開 因為我家住在雲林 我回去高雄掃墓 這是一趟 不短的路程啊 那結果呢 我就在 這個路旁邊啊 用搖祭的方式 搖派的方式 來祭祖 根本就沒辦法掃墓啊 因為 我父親的墓的 旁邊啊 這些樹木 我這些雜草 通通被燒 燒化殆盡了 我一想 這一次 不曉得要造什麼孽呢 又要犯什麼過了 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在那裡祭拜一番之後呢 草率的收拾 就回家了 那回家呢 就要回到家的時候 沒想到手機就打 就打了 誰打了 當然就是 冤親債主打了 好 這個 警察局啊 找到我的車牌 找到我的聯絡方式 然後就問我是不是 高雄 那個地方 有一個牧場 你是不是有去那裡放火 我就說對 那現在呢 苦煮了 已經找上門 在警察局等你 希望你回來說明一下 我都已經快要回到家了 那時候呢 我想說 燒得很乾淨 可是呢 應該沒有波及到明家才對 但是呢 沒想到 還是波及到明家了 那波及到明家 那個明家呢 那個老闆啊 當然非常生氣 那非常生氣 這一次呢 又 抓到人了 他記住了我的車牌號碼 當然他就不會放過我 我又匆匆的趕回去 高雄的橋頭那邊 警察局 結果呢 結果呢 跟那個 苦煮啊 就在那裡談 那我 千萬拜託啊 希望他能夠諒解 那麼我希望呢 能夠呢 用這個 和解的方式 那因為我自己呢 也沒有錢 也沒有什麼存款 希望呢 他能夠放我一馬 啊 這個 和氣生財啊 但是呢 這位苦主啊 他說呢 他每次被人家燒啊 沒有一次逮到人的 這一次呢 終於被我 被我逮到 我怎麼可能會放過你 所以他要求的 這個 賠償金啊 相當的高 那我千拜託萬拜託 怎麼求 幾乎呢 深淚去下 求他呢 希望能夠呢 不要收這麼高的賠償金 他一開口就要 要我賠十萬 我那時候不曉得 要怎麼賠這筆錢 對我來講 這簡直是天文數字 但是呢 因為怎麼求都沒有用 他就是要你賠 而且呢 他勢在必得 那麼你可以不用陪他 但是呢 你必須上法院 你必須呢 去跑 法院的通告 那更加的 身心不安了 更加的 身心勞苦了 那所以沒辦法 我在跟他呢 沒有辦法協調之下 我只好答應他 就賠他十萬塊 那這樣我才可以回到家來 那麼我在一個很快的時間 當然用盡各種方法去籌錢 籌到十萬塊 去拿給他 那到一直到現在呢 當然就 平安無事了喔 躲過了一劫 那麼我仔細想來啊 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 讓我一個 得到一個很好的反省 那就是呢 你欠人家的 一定要還 喔 不管了 對方用什麼方式來討 那麼你要還了 你就是要還 那麼 當冤親債主不願意原諒你的時候 那麼你還是要還 因為呢你當時就是用這種方式 來加諸在他身上 所以他今天用這種方式來討回來 那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 想盡辦法去還他的錢 那麼 我想到 當我們 累劫累勢這樣輪回 來到這個人世間 我們欠的這個冤親債主到底有多少 錢大概是不計其數啦 那生命呢 喔 這種病體 這個身體上的 傷害呢 或者是說精神上的 這種傷害呢 到底有多少 我們也不得而知 那所以事件上有這麼多 這個因果的討報 喔 在我們的肉體上 在我們的精神上 在我們的事業上 我們的前途上 喔給你各種障礙 給你各種打擊 這個都是呢 我們過去是所欠人家的 那麼你今天 如果你不知道洗心敵律 從這個 心 來下功夫的話 你會產生更多的怨對 喔 更多的不滿 甚至呢 對這個世間呢 產生更多的 這種 憤恨 你貪吃的心呢 並不會因為因果的討報 而讓你更減少 反而更加 反而更加增多 那這個 洗心敵律的 就沒有做到功夫 你沒有修行 你沒有修行 境界就轉不過來 你還是要繼續 受到各種因果的討報 各種冤親債主 的障礙 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 這個事件 讓我瞭解到 我們今天欠人家的 在這一次就要趕快還清 想辦法去還 無論如何就要趕快去還 喔 再拼命 再努力 都要把這筆帳還清 那人家欠我的呢 你就把它忘記吧 就不要再討了 不要再要了 因為因果 循環啊 報應不爽 那麼你如果還要 希望得到別人 的回報啊 那麼你下輩子 不是還要再來嗎 你不是還要 來承受這個果報嗎 雖然是善果 雖然是 人家要給你的回報 但是呢 你還要回來應他 你為什麼要應他呢 你不要應他啊 你這一次你就 讓他斷掉了 不要應他就是我不要 我不要你回報了 人家欠我了 現在人家對我的批評 指責 謾罵 要求 這些呢 我都能 自知度外 就不要在意的 不要 不要去 去應他 那人家對我 要 要有什麼回 人家有欠我什麼 我也忘記了 不要去 不要去討了 你 這是我們 洗心敵律上 一個很大的 作為 這個 這個 放火燒 燒木草這件事情 讓我了解到 当你面对 这些冤亲在主 他用各种 极穷凶恶极的状态 来跟你讨报的时候 你都要心甘情愿的 来接受 因为这个就是你欠他的 所以呢 当我们能够 把这个信念转过来 我们不是就可以过得很自在 很快乐 很祥和吗 今天我受到了委屈 是的 那个是我欠人家的 今天呢 我得到了一点点的好处 这个呢 也不需要高兴 因为这个都只是六道轮回的一个过程 我不要这个过程 我要回天做佛了 人世间的这些因果千禅 我这一世呢 就要把它断清除 这个才是真正的洗心敌律 那所以千禅经 他讲到 人神好轻 而心扰之 人心好敬 而欲千之 常能浅其欲 而心自敬 承其心 而神自清 自然六欲不生 三毒消灭 千禅经 这一句话 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我们的神 这里的神 就是讲我们的性而言 我们的自信 本来是清清静静的 那么呢 因为呢 心 来扰乱这份清静 性的这个作用在心 那这个心呢 是真心的变化 那也是一种 很和善 和善的 很祥和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可是呢 这个心呢 会变动 一念不觉 而有无名 这个变动呢 就是扰乱了 我们的性 那这个变动是 因为有这个欲望 有这个攀缘 于是呢 心就不清静了 所以 他说心好静 是因为 这个心是属于真心 真心是静的 可是呢 当一念的无名 产生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清静 所以呢 如果说 能浅其欲 而心自尽 承其心 而神自清 浅其欲 就是对于 世间的各种 因缘 通通把它放下 对于世间的 这些 妄想 分别执着 通通把它放下 那么呢 你的心自尽 心就会清静了 你的性呢 就会 你的神啊 就会达到清清 白白 如如不动的 那个本体 他说六欲不胜 他说六欲不胜 三堵消灭 你能够 掌握到 这个如如不动的 本体 外在的这些染源 自然没有办法 来侵害你 所以说 回心所现 回事所变 这个是佛家 华言经里面的话 回心所现 心是会现 现那个样子 可是现那个样子呢 是呢 就好像禁止一样 你善来就现善 恶来就现恶 那回事所变呢 就是将心 所现的这个样子啊 它会产生变化 这个变化呢 是欲望 造成它变化 是世间的各种源 造成它的变化 那么你去攀缘了 你有这个欲望了 结果就变化了 变化就没有办法 回到 清静静静的 本来面目 那么我们今天 喜心敌律 就是要透过这个法水 透过这个法音 透过这个道场的 这些 生教 言教啊 将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律 抵触掉 清静掉 清静起来 清静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 突破那个六道轮回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整个宇宙万事万路的变化 它的本源是什么 回归到最原来的面目 原来我就是佛 我就是圣贤 那所以呢 人心 人性 好清静 这个清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是信德的流露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德的流露 我们不会知道 我们是佛 所以现在众生 并不清楚自己是佛 他的佛性 在他的身上 并没有减少 他跟圣人的心性 也没有缺少 圣人也没有比较多 他也没有比圣人少 但是呢 他并不清楚 他就是佛 他可以成圣成弦 我们今天 跟众生最大的不一样 是相信我可以成佛 我可以成圣 我可以回归本来的面目 这个是伟德 我们最大的资料 这个相信 明师所说的话 相信佛所说的话 我们照着佛 照着明师的话来做 那么我们一定呢 也可以成就本来的面目 这个就是 明师这一指的可贵 那可贵是非常的可贵 这个贵呢 是没有办法用金钱 用数目 用什么价值来衡量它 所以我们说 法生慧命 这个慧命是无穷的 老师给我们这个无穷的慧命 开启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是无限的珍贵 我们可以处在这种永恒的状态 真的是如如不动的 如如不动的性体 我们继续洗心敌律 这段经文 那么三教 都在强调 心跟性的关系 修行一定是从心性下功夫 那如果没有从心性下功夫 那这样修行呢 是错用功夫 所以儒家 讲纯心养性 佛家 讲明心见性 道家 讲修心练性 你看这个三教所讲的 通通在心性 上面做功夫 那可见呢 心性 是我们修行 最主要的依据 那么我们心性 性本来是清静的 心本来是光明的 那现在呢 我们必须呢 纯心养性 修心练性 明心见性 才可以让自己 恢复 本来的面貌 所以可见 我们的心性 已经不是 我们原来的样子 今天呢 透过明师的指引 透过修行的方法 我们要懂得 在心性上下功夫 所以喜心疾虑 告诉我们 心有太多的 那种杂念 那种妄想 还有呢 烦恼 那这些呢 都是要透过 洗 敌的过程啊 将 这种烦恼啊 把它净除掉 所以在我们的 生活之中 我们遇到太多的人情 事故 那么这些 人情事故呢 都必须 我们能够用智慧 去跟它 圆融相处 那么有困难障碍呢 要想办法 把它化解 那化解最好的方法 当然要懂得 回光返照 要懂得 反求诸己啊 任何的障碍 都不在外面 而在自己的里面 那也只有自己的 内在呢 能够清静 能够洗涤啊 我们外在 才有可能啊 这样 心想事成啊 所以儒家讲 忍者无敌 那忍者无敌 这个敌人是谁 那敌人呢 当然就是 会障碍你 会阻难你的人 可是一个忍者呢 是没有 没有这种敌人的 因为即使敌人现前 他也不会把他当成敌人 看待 他会想办法 把他调伏 把他圆容 把他婉转过来 那事情呢 做得非常圆满 所以在忍者的面前 没有人 没有事物是跟他对立的 那因为没有事物跟他对立 所以呢 他也没有烦恼 也没有牵肠挂爱 他跟人 大众 跟所有的一切 万事万物 都是一体的 那所以你会计较什么呢 如果都是一体的 当然就没有什么好计较了 所以左手不会跟右手计较 头不会跟脚计较 那就是因为 这个都是一体的 但是呢 要修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是一个很高的功夫 所以必须在生活上 一次又一次的洗涤 将我们的心呢 一次又一次的进化 我们才有办法 才有智慧 去知道这种真理 甚至呢 将这个真理啊 落实在生活上 那所以是非常不容易 我记得 以前开车的时候 在夜晚 那开车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碰到 这种没有路灯的路段 都会开长射灯 那这个长射灯呢 你这样开起来 当然是很方便 可是呢 一遇到 对面有来车的时候 那么你必须的把它关掉 那这样开开关关 这样也造成一种困扰 那所以呢 当你在开车 用长射灯在开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对方的来车 被你的长射灯这样一照 那它是很不舒服的 而且呢 它没有办法 看到远方的 这种路径 所以它开车呢 变成会变成 会成为战战兢兢啊 那这个是 你开长射灯 所造成的 那么对方的不舒服 可能马上就会反映在你的身上 因为呢 它也开长射灯 来照你 那你也变得不舒服 变得 看不到前面的路段 那你开车呢 也要呢 战战兢兢啊 所以彼此都不舒服 那想到这样 我们又何苦来灾啊 所以 每次 我一想到要开长射灯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对方也会开长射灯来说 所以呢 现在呢 我晚上 开车 不管在什么路段 我都不会再开长射灯 那即使有开呢 看到对方的来车 马上就关掉 那实在 真的是很少人的路段 不然我不会开长射灯 那么即使对方呢 用长射灯这样照我 我也绝对不会再把它反射回去 因为我知道 这一切呢 就是因果 你造成 别人的不方便 你给自己方便 那么 别人这个不方便呢 迟早会反射到你的身上 只是呢 反射的快慢 这样而已 那所以 用这个例子啊 你可以想到说 我们生活上有太多太多 这样的例子 你要退一步啊 为别人着想 不要只为自己着想 为自己着想 那就是恶 为别人着想 那就是善 这个是古大德 不断在强调 一直在教我们 那么洗心敌律呢 也是在这样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在为别人着想 为众生着想 为整个大环境着想 我自己 我自己只是一个 小小的人物而已 我没有什么 一切呢 以大众为考量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一种 心境上 升华的功夫 心境上这个 洗涤的功夫啊 但是我们知道 要做到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 要有相当的境界 我们曾经讲 有真人 而后有真知 这句话呢 是庄子的话 那么有这样的境界的人 他才会做到 这样境界的事情 那如果说 你对于事项 理 道理上 的这种了解 你没有达到一种 深刻的体认 确切的认知的话 你是不会做得出来的 像开长色灯 这种是小事 还有很多 很多的这种生活的 烦恼跟障碍 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必须呢 适得去把它化解 而不是消灭对方 或者是说打击对方 你一定要想到说 今天我会 生起这样的障碍 有这种烦恼 那肯定呢 是你以前 曾经这么对待过它 你曾经照过一种因 所以呢 现在别人来障碍你 那有没有可能 是这个 这个时候 才产生的这种因呢 当然是有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产生的因 那么你要想的 以后的果 我的承受呢 可能会更加痛苦 所以当 这个因 要产生的时候 你就不要让它产生 那么就不会有果 那么不要让它产生呢 就是 你的面前 永远都没有对立的人 永远都没有障碍你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做到 忍者无敌啊 障碍你的人 让你心生烦恼的人 他有可能的 是用这种方法 要来提升你的境界 所以呢 你必须呢 欢喜的面对 对于这种烦恼障碍啊 你要淡然处置它 那我记得 以前 在私人公司上班 那么只要是 要去向会计领薪水的 那么我 这个会计啊 都会对我另眼相看 它就会在这个领薪水的时候啊 就标然你 然后呢 阻碍你 让你呢 不能够好好地领自己的薪水 那因为我碰过 不少这样的例子 那我在想说 奇怪 为什么 我在每一家公司上班 去跟会计领薪水 或者是 要去申请钱 都会有这么大的障碍呢 甚至你自己的薪水 也领不到 也不愿意呢 这样的自自然然地给你 现在当然是直接转账 那以前 有一些旧公司 老公司 他还是用这种会计的系统 那真的很麻烦 那所以呢 我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 每一次呢 只要遇到这种又障碍 让我领不到钱 我就知道说 我以前呢 已经 一定呢 跟钱 有过节 甚至跟这个人 有过节 我个人的福报 很差 即使到现在呢 也没有一个 安定的一种 经济生活 那所以呢 曾经在软堂 有先佛告诉我 那是因为我 以前啊 掏过庙里面的钱 所以呢 这辈子 就经济收入上 就非常的拮据 那我相信这个说法 因为呢 如是因如是果 我这辈子呢 要从人的口中 口袋之中 或者是从人的手上 拿到别人的钱 那真的是 非常的困难 那即使辛辛苦苦 要去赚别人的钱 也是非常难赚到 那这个就是 我的过去是 曾经在这方面 障碍过别人 烦恼过别人 而且呢 也不给人家钱 甚至呢 偷过人家的钱 所以呢 我跟钱 有过节 在这辈子呢 钱也不会 轻轻松松的 让你拿到 那么跟人也有过节 你也在这方面 刁难别人 障碍别人 那所以呢 不管走到哪一家公司 都会有这样的人 借着这样的事 来磨练你 那么 讲到喜心 敌力这一句 我就知道 如果说 我这个心念 一直没有把它提升过来 一直没有把它转过来 那么 我这个事情 一定能 持续不断的会见到 即使你走到哪里 都是一样 还是会见到 所以我就试着 用 佛所说的 试色法 你就要跟 对方啊 常常布施啊 常常送礼啊 那常常呢 好言 好语的 对待他 诚心敬意的 对待他 很有礼貌的 对待他 那么这个 举动啊 只要做久了 对方 也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所以 以后呢 你要向他领钱 当然他就不会障碍你 所以 你知道 这个事情啊 完全是自己 所以当你有幸 能够听到后续的故事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你在什么方面 总是呢 会遇到障碍 总是会遇到磨难 而且同样的事件呢 不同的人 一直在磨练你 一直在阻难你 那么 你要知道 你就是这方面 没有过关 所以你必须在这方面呢 有所进步 有所提升啊 那你想要自己进步 想要自己提升 就是在倒置中子 喜新的敌律呢 这句话 好好地下功夫啊 那如果你不没有从这里下功夫啊 那么你在做怎么样的努力 都没有用 你那个诚心敬意 没有办法升起啊 那么即使你用试色法 还是一样 只是做到表面的对待 你不是真心的 不是真心的 要改变的力量就很小 所以我们到场 他讲忏悔 他讲感恩 他讲了 这个沉静 那这个呢 都是从 我们心心上下功夫了 古大德 教我们 不二过 言悔的不二过 这个是最好的榜样 同样的过错 不会再犯第二次 在荣语里面记载 子路闻过则喜 语言 语闻善言则败 先贤子路啊 听到人家 在指责他的过错 他就很高兴 有人愿意 告诉他的缺点 他很欢喜的接受 大语呢 听到 人家在讲 善言善语 他就 会立刻跟他作仪 跟他顶礼 很喜欢这样的善言善语 那么可见呢 这些古圣先贤啊 他们都用很好的 这个身教的例子 来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从心地上 好好地来下功夫 来做真忏悔 真感恩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 对得起 这些古圣先贤 对得起 诸天先贤 对得起 明师啊 你看我们 明师 将这个大道 那么宝贵的大道 传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超生了死的 秘法 那诸天先贤 苦口婆心 不断地来告诫我们 不断地来点醒我们 指出我们一条 公民的绝路 结果呢 我们都没有在 这个根本上 好好地下功夫 那结果呢 那个境界转不过来 你的障碍 你的烦恼 还是依旧存在 那表示呢 你这个官 没有及格 那没有及格 你如何去完成 你的愿力 聊你的业力呢 你又如何能够回天呢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关呢 你一定要在这里 就要过关 在此时此刻 就要过关 如果有天命 有明师 有大道 已经传给你了 你都还不能够过关 那么你要等到哪一节 哪一事才可以过关呢 所以真的要痛下很功夫啊 即使自己受再大的委屈 都要呢 都要呢 都要把他忍忍下来 不要让他呢 能够过关 记得佛曾经讲 一切法得成于忍 这个一切法的修成啊 就是从这个忍制下功夫 那这个忍 不管是怎么样的忍 大忍小忍 还是呢 真忍假忍 你都要把他忍过去 那即使呢 你事后呢 反悔 事后发泄 那么你当时 把他忍下来 那就是一种功夫 要忍到呢 无声法忍 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你升起 忍这个念头 那么 到那个时候呢 才是真正的 逍遥自在 那所以 修行 要从起心动念 来修起 我们的起心动念 就是我们的一个轮回 一个动念就是一个轮回 所以如果不知道 从起心动念来下功夫的话 那么 我们的轮回会不断 我们想要跳出六道轮回 那更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不断在重新制造 轮回的夜音嘛 那么有这个夜音 我们如何能够跳脱的出来 今天我们要讲 回归礼天 超生了死 那不是口头讲一讲 那不是老师这样点一点 你就可以回去了 没有那么简单啊 你必须真发心 真力行 你要为一切的众生 而努力 你要对于生活上 一切的 人事物 你都要能够忍得过去 还记得白忍成军那个故事吗 所谓跳得过忍不过 这个故事呢 也很有启发性 那么白忍堂 是唐朝 张公义 这位大德 他命名的 一个唐明 那么他也发愿呢 自己 要忍一百件 的事情 要让自己 达到白忍的功夫 那么就在他 忍到第九十九件的时候 最后一件事情 那是很大的考验 他要娶媳妇 他的儿子要娶媳妇 然后呢 那一天 有人 来跟他要 要这个媳妇 这个媳妇 让我娶 你们不要娶 要跟他要这个人 那这种事情 谁可以 忍得下去啊 娶媳妇 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说 你要就 你要的啊 尤其是古代那种环境 那可是呢 这个张公义啊 他想到说 他这个是最后一件事 所以无论如何 也要把他忍过去 忍过去呢 当然就是 要把这个媳妇啊 让给别人 那他呢 在思索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 让这个儿媳妇啊 跟他呢 在同样一个房间里面 他也 暂时不把儿媳妇 让给别人 他又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呢 听说呢 就想到快 凌晨的时候啊 这个张公义啊 就想通了 他觉得说 他应该 再完成 他的忍道 所以呢 这个儿媳妇啊 并不是一般的人 他变成一个金人 金色的人啊 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当他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这个媳妇就变成一个小金人 那么 张公义得到这个金人啊 才知道说啊 这个事情就是在考验 他的忍道 是不是能够 是不是呢 能够成就 后来他把这个小金人 把他 供奉起来 然后呢 就告诫自己 要白忍存金 所以忍过一百件事情之后呢 所有的事情 都变成可能的 所以白忍存金 这个金的意思啊 就是能够达到如愿税益 你可以达到你的想法 你的理想 那这个故事呢 就一直流传下来 那么现在我们说白忍堂 就是代表 张公义 张家 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讯事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那尽管啊 带点传奇性啊 我们把它 思索一下 会发觉到说 其实这个就是 要告诫 我们人啊 真的 一切法得成于人 尤其是修道人 那如果能够在一切事项上 都能够整 那么你的 喜心敌律的功夫啊 就会 更上一层境界 更健 这个一层的功夫啊 所以从根本修 事实上呢 就在心这里修起 那么 你看到忍这个字 心头上插一把刀 我们就知道 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所以很难的 你要从难处下功夫 那更是难能可贵 所以真正体悟到的人 才有办法了解这层道理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 所以你真正体悟到了 你就会做出来 那你做不出来 就是你还没有体悟到 你看古大德 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 都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贴切 那所以 我们忏悔 我们改过 以前的 这种种错误 种种的过错 我今天起了 我就不能够再犯了 以前的习近毛病 我从今天起来 也不能够再犯了 这个就是我要 行我的忍道的功夫 如果说你今天修行 你发心了 要改毛病 去脾气 你要洗心敌律 但是呢 你的脾气毛病 还是没有办法 改除 面对境界 面对这个这种现象 出现的时候啊 你还是按照你的脾气毛病 那表示呢 修行没有功夫了 你不能够转境界 你的心不能够转 当然境界就不能够转 所以境界是由心来转 我们说向由心转 向是整个大环境 包括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脸 我们的面貌 它的转 一定是从心里面转起 你单靠这些外向上的转 能够转的也是有限 治标不治本 那所以 今天我们面对 我们生活上的各种障碍 各种烦恼 一定要记住 从心向上转 我们面对天地的灾难 天地的结束 也要记住 从心向上转 那我们不断在强调 现在世界的灾难 都是我们的心 硬化出来的 佛经更直接的告诉我们 贪心 造成水灾 撑心 造成火灾 吃心呢 造成风灾 所以四川的这些天灾地变 都是我们的心印出来的 像现在地球暖化 全球的气候越来越热 所有的冰河渐渐渐在溶解之中 那这种变热的现象 就是人的撑心 人的那种愤怒 怨渡 人的那一股那种恨意 造成今天地球的暖化 这种事情谁会知道呢 只有佛说的明白 如果我们今天 不是从心上面去转起 你光光靠这些科学家 要改变地球的暖化 那是不可能 那是治标而已 没有办法治根本 你看科学家 在北极上盖了一层特殊的布 让这些冰原上的冰 减缓融化的速度 那这个呢 这个意义有多大呢 它还是继续在融化 那么科学家的力量 有办法盖附 全世界的冰河吗 我相信这是相当的困难 即使你把冰河 都用特殊的布盖住了 可是呢 整个陆地上的这些人民 继续在愤恨 继续在斗争 继续在抗争 那这样的那个 怒火 不断地在燃起 那整个 整个世界的冰 你拿融化 怎么可能抵挡得了 那所以我们呼吁 现在的修行人 各宗各派的修行人 都应该起来 来大声的呼吁 那么大声的呼吁呢 当然效果有限 必须呢 从自己的身体力行 言教身教来改启 而且不断地要在各地上 去推动 半班讲学 把这种古圣先行的道理 把中华文化 这种精神 落实在人世间 落实在每一个角落 如果每一个人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族群 接受到 我们古圣先行的教化 皆是接受到 大道的化育 接受到 道之宗旨的 这个洗礼 那么我相信 世间的灾结 一定会减少 我们说的世界大同 一定能也有 可期待的一天 那这个是洗心敌律 他告诉我们的 这种修养 那么我们这里呢 用了一个奇环宫的故事 来跟大家说明新的力量 那奇环宫呢 跟馆仲啊 有一天 到田野里面去 那经过这个一个沼泽区啊 奇环宫呢 看到一个 好像鬼神的样子 的影像啊 哇 那他就问馆仲说 那个仲妇啊 你有没有看到 刚才那个影子啊 馆仲说 我没有看到啊 那奇环宫 他明明看到了 所以呢 他就很 很担忧 回去之后就生病了 那这个一病不起啊 常常说呢 他看到这个鬼神啊 那么请了这些医师啊 太医来医治 结果呢 都医治不好 那其中有一个 皇子高豪 高豪这个人 就去问啊 说这个大王啊 你 到底看到了什么 会不会是你自己 太多心 太忧虑了 你的气呢 欲阻 抑郁在你的胸中啊 所以你不得发疏啊 只会 让你的病情 更加严重 哦 他说呢 人的心气啊 只生不降的话呢 那这个人呢 很容易发怒 那如果人的心气呢 只降不生的话呢 就很容易 健忘 那如果不生不降呢 激在心中 也会生疾病啊 所以这个气是不可激的 气是流通的 气是要让他顺畅的 那其完工的病啊 可能就是了 气啊 激在这个身心里面 所以不得了医治 那其完工就很浪漫啊 那我会有这个气 那可见了 世间上真的有鬼 这种东西啊 那那个杠娃就跟他说啊 有啊 世间上是有鬼啊 哦 他说呢 也是有神啊 各地方都有鬼 有神啊 像卢有卢神 噪有噪神 那么院子里面有雷神 山里面有水神 有山神 河川里面有水神 沼泽里面有沼泽之神 叫尾蛇 野外呢 有引路的鬼神 所以四处都有神啊 然后其完工就想到说 我是因为去沼泽 就看到这个鬼神 然后呢 他就问说 请问 这个沼泽之神啊 你说叫尾蛇 那尾蛇他长得什么样子啊 那这个高娃就跟他讲了 尾蛇啊 他呢 就像那个轴心这么大 哦 以前的那个坐车啊 的那个轴心啊 那可见蛮大的 像我们现在的蟒蛇一样 那么有这个 车座这么高 哦 穿着紫衣服 戴着红帽子 那这种神啊 最怕听到雷霆车马的声音啊 所以一旦让他听到这种声音啊 他就会把头捧起来 那看到他的人啊 就能够称霸天下 哦 所以看到这种神 的人是好事啊 那这个 齐桓公啊 一听到 高娃这么讲啊 就跟他说啊 那这个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神啊 那这个听到高娃讲 可以称霸天下 哇 那他就更高兴了 结果呢 齐桓公的病了 不要而遇 就好了 那这个高娃 他是不是医生呢 他也不是医生 那他怎么 怎么会医治齐桓公的病呢 因为呢 他听说 齐桓公在沼泽 看见了鬼神 结果了 一病不起 那他就跟他讲 鬼神的道理 没想到这一招呢 很管用 齐桓公不断病好了 而且呢 精神异议啊 哇 非常的高兴 想到说 他可以称霸天下 结果齐桓公后来 真的称霸天下 那是不是应了 这个高娃的话呢 这个也很难讲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了 其实高娃 是用这种道理 来解说 向齐桓公 说明 那么顺着他的性 顺着他的心性 的变化 让他呢 知道可以称霸天下 的一个动机 所以齐桓公就很高兴 后来真的称霸天下 那可见呢 人的一个心念的重要 那么一个人的心念 可以治好他的病 可以改变他的相 可以呢 这个 调整他的 生死的命数 这个在我们古书上 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 只是呢 真正的落实 把他实践出来 真正的改变了 这样的人呢 他不见得愿意讲出来 他愿意讲出来 不见得人家相信 那像了凡视讯这种书啊 能够流传下来 对于后世的人啊 就改变很大